拉起了最后的决战 敌人的火力再一次加大 刨鸭再次出现 两军展开了最为壮烈的厮杀 钱多多看着分石图朗声说道 我们的伙伴 是中国最强的游资 是两亿股民心中最强大的人 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梦想 他们演绎着所有人期盼的希望 正是因为他们走出的传奇故事 才激励着一代代人踏上炒股之路 他们 是股市的灯塔 他们是中国股市的股窃 他们撑起了股市的半个几辆 如今 他们走在一起 一定会成功 他们从踏入这片战场开始 就要吓得敌人闻风丧胆 就要把敌人的尸体 无情地踩在脚下 空头死 中国股市才有希望 庞佛整个股市都听到了钱多多的声音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战斗 所有人都看到了 三个板块中的最强火口 怎么可能再让他倒下 大量的资金 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哪怕你的体量再大 我们也要把你化身为龙 你是中军 那你就是中军龙 是龙就该一飞冲天 随着多头力量的增强 分石线上的白线突然爆起 一举突破临轴 冲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国股市 这个市场不能只有残酷的杀戮 不能无休止地任人践踏 如果只有收割 这个股市 哪还有希望 如果只有亏损 这个股市 哪还有未来 我们肩负着所有人的希望 我们要证明给所有人 看 我们有这种力量 豪侠嘛 冲 钱多多的话音刚落 灵轴上的白线 庞佛摆脱了一切的枷锁 带着所有人心中的梦想 在这所有人心中的希望 他要在所有人面前 证明中国股市该有的样子 突然间 分石途中出现了一根笔直的白线 他脚踏山河 头顶苍穹 像一根擎天巨柱般 横跟在天地之间 顶天立地 堂堂雄威 这才是泱泱滑下 大国股市的样子 一片欢呼 全员沸腾 只要齐心协力 就可以杀死空头 掌停 只需一秒 多多简 彭城集团又发公告了 这次连发了九个 观察员立刻回报动态 快看板块情况 酒店板块被我们带起来了 目前负3.1 17家跌停 纷纷开始敲板 但动能依然不足 上没有成功 其他个股小幅跟风上涨 暂时没有引发板块共振 钱多多微微眯眼 没关系 马上就要发生共振了 彭城集团的股价 发生强烈波动 早就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九个公告的发出 所有人都想第一时间找到答案 而所有人也找到了 就是九个公告中的第一个 彭城集团 斥资1200亿 以收购 并购 投资新建等多种方式 同时启动了国内外的六个项目 涉及酒店 旅游 度假等多业台产业 其运营后的利润 每年不低于10% 这是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大馅饼 1200亿的投入 基本上全是固定资产 以彭城集团 现在2000亿的估值 已经远远不够了 再加上它的收益预期 这只股票 至少要翻倍啊 炒股就是这样 要么先信 要么不信 后知后觉的人 只能当接盘侠 盈利的前提 是嗅觉的敏锐 既然彭城集团 有翻倍的预期 它这只大中军 对板块来说 会带来怎样的拉动 这么大的拉升力量 小弟想不跟都不行 当逻辑清晰的时候 可以无限放大资金的胆量 那什么时候买 当然是现在 今天是板块的大分歧 买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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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城集团的公告 瞬间点燃了资金的热情 此时 彭城集团的封板资金 已经超过了500个亿 这已经不可能成交 那当然是谁跌的罪恨 就干哪个 原本在酒店板块里的 17个跌停股 整整齐齐地发生了翘板 整整齐齐地开始拉升 紧接着 旅游板块也跟着启动了 资金开始大量回流 酒店板块的位置涨高了 就干旅游 先找前排干 多多减 三个板块圈起来了 酒店板块涨幅5.2% 而且还在继续 钱多多傲然说道 今天 我们再次战胜了空头力量 展示了堂堂股民应有的气魄 股市 是我们的股市 不允许别人肆意践踏 虽然国家队没有出手 但是我们每个股民 都在为祖国证明着国家力量 我们每一个人 都代表 只有我们的祖国 代表着国家的强大 挟支大者 为国护盘 我们所有人一起放声高呼 激动的心情 往往伴随着幸福的泪水 我们今天大获全胜 不少女孩子 都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尤其是于瑶 她抱着钱多多 被股民的豪气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也鼓足了勇气 同时抱住了两个心爱的女人 我想把这一刻画为永恒 永远和她们在一起 盘后 激衡给钱多多打来电话 她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次助攻行动 会得到这么大的回报 在了解今天彭城集团 几乎把流通鼓换了一遍后 两个人决定 可以直接走加速了 彭城集团 这个几千亿的大中军 也要走一字版了 喜悦的氛围没有结束 董事长于鹏 在酒店摆了最豪华的庆功宴 钱多多成为了 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餐桌上 于鹏和钱多多多喝的小脸微红 看起来娇艳无比 她们有说有笑 似乎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也注意到 两个人的手上 都戴着我买的戒指 这让我有些紧张 但也充满了欢喜 我甚至开始想象 两个人和睦的未来 饭后 两个人手拉着手 向客房走去 我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钱多多转头看向我 老公 我今天和瑶瑶一起睡 你再去开间房吧 我愣了一下 随后听到于鹏说道 我和多多姐 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 我们想好好聊聊 你们聊什么 我的心里紧张起来 钱多多微微一笑 老公 你说呢 于瑶竟然也当着钱多多的面 第一次说出那两个字 是啊 老公 你说呢 我的大脑 嗡的一下 呆呆地愣在原地 看着他们手拉手 向房间走去 我开始心乱如麻 他们这是要帮我做出选择了 我来到他们 紧闭的房门前 想听他们在里面说什么 却什么也听不到 我的心乱如麻 逐渐变成了心如刀割 他们两个我 谁都舍不得 但是 两个人的性格 注定了 我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奇人之福 我没有心情回房休息 我走出了酒店 开始漫无目的地 在街上闲逛 看着路上 熙熙攘攘的人流 还有那些年轻男女脸上的笑脸 更增加了心里的烦躁 我看到远处 有个小公园 便向那里走去 公园里的长椅上 三三两两坐着不同的人 只有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 他一脸的愁苦表情 也许这种氛围 更适合我 我走过去 坐到了长椅的另一侧 开始思考自己的事情 不知不觉中 月色已经挂上了枝头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公园里的人早已经散去 但我身边的那个男人还在那里 他的腿上放着一个背包 而他正趴在包上轻轻地哽咽 哥们 你没事吧 我忍不住问道 那个人看了我眼 向我摆了摆手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和你一样 一肚子的烦心事 生活中总会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问题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一帆风顺 不 我们不一样 那个人坐了起来 看着我的打扮说道 一看你就是个生活无忧的人 你怎么可能知道 活在底层的人是什么心情 底层 我曾经就在那个底层 是钱多多把我从那里拉了出来 如果没有遇到他 就算我还活着 估计也是眼前这个人的状态 想到他和曾经的自己没什么区别 我忍不住说道 哥们 我们也不认识 如果你有什么窝心事 可以和我说说 至少 我可以是一个倾诉者 那个人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 他才说道 我 活不下去了 我是外地来 上海打工的 赚了一些钱 又借了一些钱 和朋友 合伙做些小生意 结果 都赔光了 我碰了网贷 还刷了很多信用卡 一直倒来倒去的 每天 睁开眼睛就是如何 还这些贷款 但是上个月 我的卡都被冻结了 网贷也不借钱给我 我已经没钱还债了 那你怎么不去找分工作 至少可以有收入啊 我问道 生意失败后 我欠了银行不少钱 靠打工是还不上的 所以我选择了炒股 结果越亏越多 而一旦入了炒股这个圈子 很多工作都看不上了 就这样 慢慢把自己变得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没有希望 股市从来不同情弱者 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模式 和逻辑 在股市很难走下去 更别提赚钱了 是有一些人靠炒股翻身了 但是更多的人 是因为炒股倒了下去 成功的人 走出了不同的方法 而失败的人 原因只有一个 他们 在亏敬了所有之后 还不明白 应该怎样去炒股 我叹了 一口气问道 你怎么不回家呢 至少比在外面强大 那个人 又哽咽起来 我没法回家 妈妈一直以为 我在外面很好 如果我带着一身的债务回去 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母亲 那样会让她 一直为我担心下去 现在每天 无数个催债的电话找我 还说要上门找我 我怎么能让妈妈 陪我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 你就不想活了 不 我想活 可是 可是我看不到 一点活下去的希望 那个人说完 又把头埋在了 自己背包上 肩膀不停地抖动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他的绝望和自己当时 是那么像 我有种想帮他的冲动 但我却把这种想法 压了下去 直到这一刻 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人 如果去拯救另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 要具备怎样的品格 才可以做到 我发现自己可以做到的 只是末世与淡然 因为他与自己 毫不相关 我为什么要去救他 但是那一刻 钱多多为什么会 冒着腿伤的危险救了我 我呼地一下站了起来 我已经想到了答案 因为钱多多有 比我高尚得多的品格 就冲这一点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辜负他 想到这里 我又重新坐下 开口说道 炒股可以害了一个人 但也可以成就一个人 区别在于你懂不懂他 你有没有用心去懂他 一切的悲观情绪 都来源自身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能力逼死你 最终把自己 逼到绝路的 只有自己 既然你想活着 就要有活着的样子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有债务 比你债务多的人 更是大有人在 债务就像一个 复兴的女人一样 你把他看得越重 只能伤害自己越深 债务算什么 只要 活下去 人生处处是转机 我说着 从一兜里 掏出了厚厚的一叠钞票 拿出一半 塞进了那个男人的包里 然后起身离开 你 你这是干什么 那个人看着包里的钞票 惊讶地问道 我走了几步 又停下来 想了想 又重新向那个人走去 把兜里剩下的钞票 全掏了出来 又塞进了那个人的包里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兄弟 实在抱歉 我的品格没有那么高尚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你回家吧 自己的母亲 永远不会嫌弃自己的儿子 重新开始 既然人生已经到了低谷 那你走出的任何一步 都是向上的开始 加油 生活中很多事情 都难以割舍 但明确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之后 就必须做出选择 这和炒股一样 在关键的时候 必须果断出手 做出切割 要么只赢 要么止损 我打算放弃玉瑶了 虽然我非常喜欢他 甚至爱上了他 但我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我更明白 什么是我放不下的 我开着车 拉着钱多多 向苏氏驶去 本来以为 彭城的战斗 要打几天 却被钱多多 一天就搞定了 彭城集团的股票 已经进入了加速模式 这不需要钱多多 再出手了 而他还要回去 忙进朝科技出货的事情 我见钱多多 一直微笑着看向我 我试探着问道 老婆 昨天休息得怎么样 舒服 搂着于瑶这个大美女 睡了一夜 她的身材可真好 搂着睡真舒服 钱多多这么说话 我根本没法接 我装作没听见 一心开车 钱多多多见我不搭话 她继续说道 瑶瑶的皮肤 可真滑呀 别说是男人 就连我都喜欢 真想好好摸摸 是不是呀 老公 老婆 咱能不能好好唠嗑 她皮肤滑不滑 关我什么事 钱多多轻叹一口气 目光看向车窗外 老公 其实你俩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我忍了这么久 你也能明白 是因为我不想离开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老婆 我会和你在一起的 以前的事情 都是过眼云烟 让她过去吧 行吗 钱多多想了想说道 你想知道 我们聊天的最后结果 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忍不住问道 月瑶说必须嫁给你 可以接受 我做你的情人 怎么样 这个结果满意吗 这怎么可能 我淡淡答道 你是说 月瑶不可能这么说 不是 我是说 你不可能同意 你是什么性格 怎么可能接受 算你实相 别说让我做情人 就算让她做情人 我也不可能接受 我的爱情观 就不可能出现 这样的事情 我的爱人 就是我的 怎么可能与别人分享 在我的爱情里 我可以付出一切 唯独这一点不行 一点也不行 老婆 我当然知道 你放心吧 我经历这次错误以后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 永远守护我们的爱情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千真万确 我诚恳的保证 钱多多想了想说道 再有十天左右 静朝科技就出完货了 你也用这些天好好想想 如果你真心爱我 那十天以后 我们马上去领账 你也不许再和她联系 怎么样 嗯 一言为定 我的心里虽然不舍 但还是马上答应下来 既然做出了决定 就不能再犹犹豫豫 我的车开得很快 不到九点 就把钱多多送到了单位 我也马上回到了公司 我要用充实的工作 来麻痹失落的情绪 我走进公司 看到张东成和小虫 正在那里争论 其他人则在那里起哄 帮两个人的道理 添油加醋 大早上的 争论什么呢 张东成看向我 叶总 昨天小虫 买了只市场高标 是付六个点DC入场的 后来涨停后 炸板震荡 尾盘才回风 我说今天赶紧跑 有跌停的危险 他不信 非说没问题 小虫急忙解释 昨天下沙后 反爆涨停是明显的弱转强 炸板是因为 成交量不够 主力主动炸板的 风担哨是因为成交量够了 不需要那么多的风担 我想 但是放在地位 则是明显的支撑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 开盘后 经过一轮上弓 股价被打下来 但是在开盘价位置 出现明显支撑 这就验证了第一点 而且从筹码状态来看 虽然放量 但是筹码丝毫不动 这证明 底部获利盘 并不愿离开 持续有看多预期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根据它的量能推算 它的成交量 要达到25%以上 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我想了想问道 这是为什么 小虫洋洋得意地说道 我说过 一定要带着宽度的眼光 去看成交量 我发现 从惠惠食品第一个涨停开始 一直到第四个 成交量合计 正好是25%点多 如果第五个版 达到这个成交量 等于把前四天的获利盘 完全 洗了一遍 所以这个量能才完美 才安全 这也是它尾盘 才上版的原因 我来到电脑前 核对了一遍小虫的说法 确实是这样 然后我看了看 这几天的板块情况 小虫 但是惠惠食品 虽然走得不错 但是它的跟风 梯队不行啊 这很难走下去吧 叶总 你说板块龙头 带不动跟风 自己却走得潇潇洒洒 这里面是什么逻辑 我想了想笑着说道 小虫 脱离梯队的龙头 完全走自己的逻辑 那可就不是龙头骨了 你不会是想说 它会长腰吧 小虫一歪脑袋 那可不好说 我看着小虫的样子 我其实很喜欢它的性格 它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能讲出道理 行啊 小虫 按照你自己的逻辑来吧 我不甘胜念 只要能赚钱 都是好战法 张东成忍不住说道 叶总 可是这个尾盘才上版 是不是太弱了 这个次日的预期 应该是转弱吧 我点头说道 正常是这样的 但只要封住这个涨停 不论封单是一个亿 还是一百万 只要成交量释放的充分 在这个位置都属于墙 虽然炸版回封的单量 小 会引发次日的转弱情绪 但同样是转弱 却还是不同 比如 今天上版封单量小 对 明天是转弱信号 和今天没有上版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不上版 是明确的弱 那么 组合明天可能发生的弱转强 是弱弱转强 难度会更大 但是如果今天上版 实际上是强弱转强 你想想 弱弱 转强 和强弱转强 哪个更容易转强 所以 炸版低单量 回封和烂版的股票 实际上 是在给自己的次日 多条续命的机会 天上压着厚厚的云 原本洁白无暇的云朵 变得灰暗且压抑 空中没有风 也没有雨 只有让人烦闷的燥热 剩下的时节 多希望有一场大雨 洗刷掉城市的热浪 但是 这场雨却一直在酝酿 等待着那次宣泄 钱多多一个人 再次来到一处老城区 他站在一栋破旧的老楼面前 迟迟没有上去 这几天来 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里 他一直在犹豫 犹豫自己 要不要这么做 因为他的这次决定 会改变自己 以及很多人未来的生活 他在楼下站了很久 最终 他做出了决定 现在是七月末 天气已经开始闷热 但钱多多依然穿着一件 宽松的卫衣裤 把自己的身材 显得有些臃肿 整个人看起来都胖了一圈 钱多多先把自己的表情 恢复成以前 充满阳光的样子 让自己的笑脸 变成灰色天空下的那道光 他握了握自己的小拳头 给自己打满了勇气 然后 向这栋老楼的顶楼走去 一阵敲门声之后 门里响起了声音 谁啊 妈 是我 多多 房门被快速打开 夜雨的母亲 满脸惊喜地说道 多多 你回来了 哎呀 妈可是天天都想你啊 老头子 快出来 咱家多多回来了 夜雨的父亲 从里屋快速走了出来 一脸笑容地说道 哈 而媳妇回来了 快 赶紧进屋 钱多多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被夜母一把搂在怀里 多多 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给你准备好吃的 你等着 妈现在 就下楼给你买菜去 妈 不用了 我这次来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情 夜夫笑着说道 多多 你是咱家媳妇 商量啥 都听你的 小雨呢 她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钱多多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我和夜雨已经分开好几个月了 什么 夜母惊讶地惊呼出来 然后紧张地问道 多多 是因为 是因为小雨配不上你 你 你不要她了 钱多多摇了摇头 眼睛里已经出现了泪花 但仍柔和地说道 妈 是夜雨不要我了 这个混账东西 夜夫气得咬牙说道 我现在就让她滚回来 当面给你赔礼道歉 说着 就拿起了手机 钱多多走过去 拉住了夜夫的手说道 爸 不用打了 那个女人很好 比我还好 她们在一起会幸福的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说这些 那怎么能行 而媳妇 我只认你多多一个人 天下女人多了去了 这个混账东西 怎么能见一个爱一个 看我不打断她的腿 爸 钱多多紧紧拉着夜夫 拿着手机的手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她们都已经领结婚证了 什么 这些事情 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夜夫气得重重地 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钱多多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努力挤出一个笑脸 爸 妈 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情 夜宇的父母 知道自己儿子都已经娶别人了 但是钱多多 依然叫自己爸妈 心中充满愧疚 夜夫说道多多 如果你不嫌弃 以后 你就是我们的女儿 有什么你尽管说 我们劳两口 可以做到的 全力去做 钱多多松了一口气 她轻轻说道 我怀了夜宇的孩子 什么 夜母激动地说道 小雨怎么能做这种事 你都怀孕了 她怎么能和你分开 吃个混账东西 不 她并不知道 我没告诉她 钱多多轻声说道 夜夫气得一跺脚 常常叹了一口气 多多 你说吧 需要我们做什么 钱多多想了想说道 爸 妈 我现在心里很乱 不知道要如何选择 如果我回家 我的父母是不会同意 我把孩子生下来的 但是我不忍心打掉他 可是 我的身边没人照顾我 所以 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如果 如果我愿意生下这个孩子 你们愿不愿意 照顾我 夜宇的父母都被钱多多的话惊呆了 夜母忍不住 捂着脸哭了起来 夜父颤抖着说道 多多 我们当然愿意照顾你 这可是我们夜家的骨肉啊 可是 可是 你一旦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多多 你就很难找男朋友 呃 你以后怎么办 你会被孩子 牵扯一辈子的 你以后的人生 就全改变了 钱多多坚定地说道 没关系 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你们同意照顾我 我就把孩子生下来 我以后 也不需要什么爱情 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我只想让孩子 在亲人的关爱中长大 夜父看着钱多多 坚定地眼神 过了两久 也坚定地说道 多多 我们一定像 对亲生女儿一样 对你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想吃什么想要什么 爸都给你买 回头 我再去打一份工 一定让你们母子 衣食无忧 对 多多 以后你就放心地住在家里 我也可以再去找份工作 我们一定把你照顾好 夜母也激动地说道 钱多多开心地笑了 这是她这几个月来 第一次开心地笑 她为孩子爷爷奶奶的 真诚而高兴 她掀起了宽松的外衣 露出了已经高高隆起的小父 爸 妈 你们看 你们的孙子 都已经七个月了 她长得可结实呢 天天踢我的肚皮 可好玩了 原来钱多多 从来就没有想过 打掉这个孩子 而是一直默默地 等待她的成长 叶父终于忍不住眼里的泪水 她颤声说道 多多 是我们叶家 对不起你 以后家里的大大小小 都听你的 钱多多哥哥一笑 那可要一言为定啊 家里以后 都得听我的 明天把你们的工作 都辞了吧 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叶宇的父母 对视了一眼 叶父无奈地说道 多多 家里还有十一万的存款 以后养孩子没钱 可不行啊 我们这工作 虽然赚得不多 但是毕竟是份收入呀 钱多多扬起漂亮的下巴 骄傲地说道 爸 你不知道 其实你女儿我有钱 有的是钱 有很多很多钱 窗外的雨 终于下了起来 宣泄掉了所有的压抑 洗刷走了城市的燥热 就像钱多多的心一样 已经豁然开朗 她决定以后 为了自己的孩子 在美好的环境里 好好地生活下去 这些天 我把所有精力 都用在炒股上 尽量用工作 来麻痹自己的情感 有些事情放不下 就用时间来冲淡她 月瑶天天给我发信息 她和父亲去了京都 说回来找我 但我一条也没有回 让我意外的是 于君竟然也给我发来信息 她要去美国 处理项目的事情 让我好好照顾她妹妹 要一段时间才回来 在我犹豫之后 就当时让她出门 放心吧 还是给她发了个好字 这些天 我又逐渐找回了炒股的状态 节奏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从开始的清仓 逐渐把仓位加大 不到十天的时间 把利润增加了35% 我总结这些成绩 归功于自己对盘面的理解 对股性的认知 以及对成交量的宽度视角 我又重新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散户 却带着主力的逻辑 用主力的思维 去推断量价变化 这些是我踏准节奏的关键 晚饭后 我早早地靠在床头 平板电脑翻看着一天的股市变化 通过核心的几只高标 去复盘主线的走势 我通过推演 去琢磨明天盘面 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 以及分别的应对策略 钱多多穿着睡裙 从浴室走了出来 笑呵呵地问道 老公 今天怎么上床这么早呀 是不是有什么图谋 是啊 图谋怎么让一江春水向外流呢 不怕淹到你 怕什么 我搏击巨浪的风采 也不是没见过 小心我的天降大洪水 我有诺亚方舟 可以在滔滔洪水面前 踏浪而行 逆流而上 钱多多咯咯地笑了起来 踢飞脚上的鞋子 直接跑到床上 一脚就踩住了我的脸 竟敢一想本女王的玉体 看我用臭脚丫惩罚你 我抓住她的脚 亲了一下 这乃是臭脚丫 这分明是小臭脚丫 钱多多笑着 扑进我的怀里 老公 我爱你 我摸着她 还没有干透的头发 老婆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是啊 进潮科技马上就完事了 鹏城集团的股票 也早都出完了 心情一片大好 鹏城集团的股票 出得有些早了吧 现在还在上涨呢 如果想安全地出去 自然要给后面的人 留些肉吃 否则可就不好办了 我想了想 她说的确实有道理 这么大的资金量 如果想把利润 从头吃到尾 是不现实的 在情绪最好的时候 逐渐出货 才是明智的选择 老公 你猜 你的股票账户 放我这 我帮你赚了多少钱 我笑着说道 赚多少都是你的 那些钱 就当我孝敬女王大人的 我天天吃你的 祝你的 总要给自己留些面子吧 钱多多眨了眨大眼睛 那可够买这套别墅两次了 看来我又发财了 说完 自己又笑了起来 我亲了一下 她的额头说道 以后 我会赚更多钱的 我来养你 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好不好 钱多多甜蜜地趴在我的身上 温柔地说道 老公 我以后可就靠你养了 还有我们的宝宝 那当然 以后我们养十个宝宝 钱多多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她趴到我的耳边 小声说道 老公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你还有秘密 小的洗耳恭听 钱多多温柔地说道 你马上要当 一阵电话 铃声响了起来 打断了钱多多的话 我转头看了一眼 床头柜上的手机 是个陌生的号码 本来不想接 但是却想起来没完 你好 哪位 是叶宇吗 我是姚姚的朋友方言 方言 我马上想起了这个人 我和他见过两次面 你好方言 你有什么事吗 姚姚 姚姚家里出事了 你能来一下吗 他爸爸 快不行了 什么 我被惊得一下 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 你快说说 是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姚姚的哥哥不在身边 他最亲近的人只有你了 你能来吗 我毫不犹豫地问道 你们在哪 上海的某某医院 好 我马上过去 我放下电话 转头看向钱多多 钱多多正轻咬着嘴唇看着我 老婆 他家里出事了 我得去看看他 钱多多沉默了片刻说道 我听到了 你去吧 我马上穿好衣服 向外走去 老公 坐在一张大床上的钱多多 叫住了我 他似乎想告诉我什么 但他只说道 早点回来 我冲他点了点头 快速向外走去 夜色下的苏式繁华似锦 往来的车流人流 依然熙熙攘攘 我焦急地开着车 穿梭在车流之中 我想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鱼瑶身边 我已经为他做不了什么 但希望能在他无助的时候 给他送去安慰 我的车开得飞快 用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这座雄伟的都市 黄浦江的奔流 流淌了无尽的岁月 却丝毫也带不走人们心中的凄凉 也冲刷不掉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遗憾 我把车停在医院的大门前 快速向手术室跑去 手术室的走廊里 已经挤满了人 还不时听到 一些人的哭泣声 我挤开层层叠叠的人群 看到手术室的门前 正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女孩 瑶瑶 我推开拦着我的人 大声呼唤 月瑶转头看向我 她的眼睛 已经哭得有些红肿 看到我的到来 她大步跑向了我 一下扑进我的怀里 老公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呀 她说着又哭了起来 没事的 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我尽量安慰她 让她缓解心中的焦虑 这时 方言从人群中走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瓶水递给我 瑶瑶从中午到现在 一口水都没喝呢 手术已经进行了九个多小时了 她就一直站在那里 我看着怀里的于瑶 不禁心疼起来 瑶瑶 听话 先喝口水好吗 于瑶顺从地喝了几口水 然后又趴在我的怀里抽气起来 我看向方言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方言看了看我怀里的于瑶 还是说道 于叔叔中午去赴一个宴会 地点在市郊的一个会所 路上有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 挡住了路 没想到后面又来了一辆大卡车 速度很快 直接撞了上去 于叔叔的车虽然 是定制的 没有发生严重的变形 但是由于力量太大 直接把车撞下了山坡 我怀里的于瑶又发出了哭声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后悔当着于瑶的面问这样的问题 就在我想继续安慰她的时候 手术室的大门被打开 一个医生快速走了出来 谁是于瑶 患者的女儿 谁是张律师 快过来 此时的于瑶似乎完全没了主意 她抬起头看向我 我赶紧说道 快进去 于叔叔醒了要见你 于瑶马上警醒过来 快速跑进了手术室 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也一起走了进去 我身后的一大群人也围了上来 被医生瞒在门外 我小声问道 大夫 我是于瑶的男朋友 于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叹了一口气 我们已经尽力了 患者的伤势太严重了 现在要交代遗言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没想到事情严重到这种程度 于瑶从小就没了母亲 现在还要失去父亲 可她才24岁啊 这么年轻 就要经历生死离别 她怎么可能受得了 我的心中充满了心酸 却只能默默地站在手术室的门口 什么也帮不了她 手术室里传来嚎啕大哭声 我紧紧地握起了拳头 我知道 这一刻还是来了 我回想着于鹏和我接触过的画面 仍然历历在目 仿佛一切都在昨天 但事情却来得那么突然 人生无常 一切的悲欢离合都在一瞬之间 命运 得力量大到让人害怕 从手术室里推出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月瑶泪流满面地 一遍遍喊着爸爸 紧紧拉着推车的一头 似乎只要她不松手 她就可以从自己的噩梦里醒来 我一把拉住于鹏 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无法说出任何安慰的话 我知道 在这一刻 只能让她用眼泪来宣泄心中的悲伤 而我 唯一能给她的 也只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已经有人去帮着处理于鹏的身后事了 走廊里的人少了一些 我就这么抱着于鹏 默默地抚摸着她的后背 尽量用这种方式调整她不断抽气的气息 但往往糟糕的事情 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命运就像是故意这么安排一样 福不双至 祸不单行 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 紧张与焦急 清晰地写在脸上 她看着我怀里的鱼瑶 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大小剑 鱼瑶抽气着抬起头看向她 那个人的表情 挣扎了几秒后说道 大小剑 君总她出事了 听到这句话的鱼瑶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她慌张地拉着那个人的胳膊 焦急地问道 我哥哥怎么了 你快说啊 君总她失踪了 美国警方只发现了她两个保镖的尸体 什么 鱼瑶说完这两个字 身体一晃 栽了下去 瑶瑶 我一把扶住她 她已经由于极度悲痛造成了晕厥 我抱起鱼瑶 疯了一样大叫着医生 一无事外 我焦急地走来走去 我已经问清楚了鱼瑶的事情 她在美国被人伏击了 有人要杀她 她的两个保镖身中竖枪当场毙命 现场只发现了于军的大量血迹 却没有发现她的人 现在美国警方已经展开了大量的搜索 但是目前为止 一无所获 事情发生得太巧合了 把于军的事情和于鹏的车祸联系起来 这绝对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不下的杀局 有人想灭了于家 而在我知道的层面 唯一有能力对于家出手的 只有李家 也只有他们敢这么做 我紧紧咬着牙 心中慢慢凝聚着愤怒 有对李家的愤怒 也有对自己的愤怒 我明明知道敌人是谁 却无能为力 这时 医生从医务室走了出来 我赶紧迎上去问道 大夫 于瑶没事吧 给患者做了全身检查 身体没事 主要是精神打击太大 加上一天没吃东西 由于身体虚弱 遭受刺激造成的昏厥 你好好开导开导她吧 再这样下去 会对肚子里的胎儿造成影响 你说什么 我紧张地问道 一把抓住医生的胳膊 你说她怀孕了 医生甩开我的手 皱眉问道 你是患者什么人 我 我是她的爱人 那你妻子怀孕了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 我的心里一团乱麻 于瑶怀孕了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我站在医务室的门口 突然变得不知所措 方言在背后推了我一下 焦急地说道 叶宇 想什么呢 快进去陪陪瑶瑶啊 你是瑶瑶心里最近的人 出了这么多事情 你不去照顾她 还有谁 可是 可是什么 瑶瑶都有你的孩子了 你是男人吗 方言气地对我大叫起来 我咬了咬牙 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安抚于瑶才是第一位的 其他的什么也不能想 我必须给她安慰 更何况 她的肚子里有我的孩子 我快速走进医务室 月瑶正抱着双腿坐在床上 呆呆地看着雪白的墙壁 不再哭泣 却目光呆滞 我坐到床上 尽量让她的目光看向我 瑶瑶 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哪里不舒服吗 月瑶轻轻地摇了摇头 然后低下了头 把头埋在腿里 我看她的样子 让我一阵阵的心酸 我摸着她的肩膀说道 瑶瑶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答应军哥 会照顾好你 我一定说到做到 你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别让我担心 好吗 月瑶没有说话 过了好久她才说道 老公 其实 我知道你决定离开我了 这些天你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甚至没回过一次消息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可是 你怀孕的事情 怎么不告诉我 我忍不住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月瑶淡淡说道 我不想拿这个事情 逼迫你选择我 我本来以为自己 有这个能力 结果我没有 她说着 又哽咽起来 可是 我的心中 还是有个疑问 月瑶猛地抬起头来 红着眼睛大声说道 可是你给我买的药 我都没有吃 前些天我也和爸爸说了 爸爸说 如果不忍心 就生下来 以后姓于 这回你知道了吗 到这一刻我才明白 原来 我对她所谓得爱 和她的父亲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你 怀孕多久了 三个月了 我们第一次就怀上了 月瑶擦了一把自己的眼泪 继续说道 我去检查过了 是双胞胎 蓬城集团的小道消息 开始疯传 对消息最敏感的 永远是股市 股市有个潜规则 所有的消息 都不是空穴来风 不管消息真假 都当真的听 尤其是坏消息 蓬城集团的股价 在一段时间 疯狂上涨之后 直接迎来了一字跌停 形成了踩踏 但越是强跑 越是谁也出不去 实际上大量堆积的跌停单 一旦被撬开 反而容易卖丢 跌停价 对于散户来说 最有意义的是 集合竞价 使用 不管红开还是绿开 只要资金量不大 想走就直接挂跌停走 如果已经跌停了 就很难排单排到前面 在后面慢慢地排队 往往刚迈出去 就被撬板了 我这几天 一直陪着于瑶处理 于鹏的后事 于家的亲鹏 也全都赶来了 大家把于鹏的葬礼 举办得很隆重 所有的事情都完毕后 我陪着于瑶 在张律师的主持下 宣布了于鹏的遗嘱 于鹏 把自己19.2%的股权 给了自己的弟弟于峰9% 并任命于峰为集团总经理 主管所有业务 给了于君和于瑶个3% 剩下的股权 被平均给了于家所有的亲人 这也是于鹏 为自己的家族 做出最后的贡献 而于于 瑶 一下成为了 拥有股权最多的人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鹏城集团的董事长 所有的事情安排完后 我陪于瑶 来到了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 他已经好几天没怎么休息了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看起来十分憔悴 瑶瑶 你先休息一下吧 下午我想回宿室 要不 你和我一起回去 月瑶想了想说道 老公 我和你一起回去 然后 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 家里空荡荡的 我一个人会害怕 瑶瑶 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让我好好想想 他摇了摇头 满脸委屈地说道老公 这些天所有的亲人 都知道我们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我是你未来的妻子 我的肚子里 还有你的孩子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你还需要想什么 可是 多多他 没有可是 月瑶突然激动起来 老公 我爸爸没了 我哥哥也失踪了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不能不管我 我的初吻给了你 我的第一次给了你 我的心里只有你 你不能不管我 我也激动起来 大声说道 可是没有多多 就没有我的今天 是他成就了现在的我 而且 他救过我的命 月瑶腿一软 直接坐在了地上 他流着眼泪说道 老公 多多能救你的命 你就不能救我的命吗 夜雨 你就不能救我的命吗 我呆呆地愣在原地 可多多怎么办 套房的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女人趾高气昂的声音 传了进来 怎么 这是小两口吵架了 随后一身白衣白裤的漂亮女人 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两男两女四个保镖 李孟涵 你来这做什么 我大声问道 随后 马上把于瑶 从地上扶了起来 李孟涵看 都没看我一眼 他直接看向于瑶说道 于董事长的气色 看起来不太好啊 看来 这个男人照顾不好你 用不用我 帮你重新介绍一个 于瑶看着李孟涵 冷冷地说道 李孟涵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李孟涵淡淡一笑 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他的保镖 给他拿了一把椅子 他正对着我们坐下后说道 于瑶 我来找你谈笔生意 你同意了 我就走 于瑶看向李孟涵说道 我没有生意和你看 不 你有 你现在是彭城集团的董事长 拥有集团20%的股权 这就是你的生意 把你所有的股权都卖给我 这就是你的生意 也是你的生路 你做梦 于瑶气愤地大声说道 李孟涵咯咯一笑 梦当然是要做的 万一实现了呢 李孟涵仔细端向着于瑶 淡淡说道 一口价 一百个亿 把你20%的股权转让给我 你说什么 我大声说道 按照现在的市值来算 这20%的股权将近800个亿 李孟涵 你是要抢劫吗 李孟涵第一次看向了我 你的废话可真多 他身边的两个男保镖 同时向我和于瑶走来 我立刻挡在于瑶身前 你们想干什么 难道法律管不了你们吗 我的话音刚落 其中一个男保镖 已经一拳向我打来 我赶紧用双臂护住自己 紧接着手臂传来剧痛 随后肚子上被狠狠地打了一拳 无比的疼痛让我直不起腰来 嘴里发出肝呕 一瞬间天旋地转 庞佛自己马上就要昏过去 老公 月瑶紧张地呼唤我 他的两条胳膊 已经被另一个男保镖给拧到了身后 我想不顾一切地去救他 但我刚转过身体 我的手臂就被抓住 随后狠狠地被拧到了背后 那一瞬间疼得庞佛胳膊 要被掰断一样 我已经疼得满头大汗 满脸通红 我愤怒地向李孟涵袍笑道 李孟涵 你快放了于瑶 否则我就杀了你 李孟涵冷哼一声 翘起了二郎腿 看着我淡淡地说道 跪下 我忍着剧痛 疯了一样 要向李孟涵扑过去 你不配 此时的我已经双目赤红 挣扎着想要和李孟涵拼命 男保镖抬起脚 在我右腿膝盖的外关节 被狠狠地踹了一脚 又是一阵剧痛传来 随后整条右腿就发不出力气 但我咬牙死死地站在那里 我绝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 试了尊严 我的耳边一阵阵传来于瑶的呼唤声 还有她心疼我的哭声 但她无论怎么挣扎 都挣脱不了束缚她的双手 李孟涵歪着头看向我 表情带着玩味 然后淡淡说道 骨头还挺硬是吧 去 把鱼瑶的脸划了 李孟涵的女保镖 从身后抽出一把尖刀 大步向鱼瑶走去 她要毁鱼瑶的容 直接把我吓得浑身发抖 我惊恐地大叫 不要 求求你不要 我跪 我说着 直接扑通一声 向李孟涵跪了下来 我的头发 马上被抓住 保镖把我的头死死地按在地面 怎么 你不是说我不配吗 现在配不配 你配 你配 求求你不要伤害鱼瑶 求求你 我跪在地上 头被死死地压在地面 向李孟涵大声哀求 老公 此时的鱼瑶已经满脸的泪水 李孟涵 你就不怕我哥回来找你报复吗 我哥是失踪了 他还没有死 你哥 李孟涵皱了皱眉 随后露出一个冷笑 你哥怎么可能不死 他中了好几枪 怎么可能活下来 什么 李孟涵 真的是你做的 鱼瑶愤怒地用力挣扎 李孟涵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个还真不是我做的 我还真不敢 但是有人敢 于君这些年 在外面得罪了不少人 大家都怕他 但是他不知道 所有怕他的人 都希望他早点死 这下好了 所有人都不用怕了 是谁做的 于瑶志问道 带头的人 被于君临死前给杀了 完美的结局 一了百了 李孟涵的语气里充满了玩味 我哥哥没死 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算账的 虽然在李孟涵的眼里 于君已经死了 但是 于瑶一提到自己的哥哥 李孟涵 还是有些忌惮 李孟涵皱眉说道 把转让协议签了 我不伤害你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于瑶大声说道 我们于家 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 你让他来画我的脸吧 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 我于瑶不怕 李孟涵生气了 他瞪着于瑶看了几秒 大声说道 把他的牙打下来 让他嘴硬 李孟涵 我要你的命 我挣扎着要爬起来 但是头被死死地按住 我疯狂地挥动拳头 打向那个人的胳膊 却丝毫不能撼动对方 此时的我 已经担忧地流出了眼泪 抓着于瑶胳胳膊的保镖 把于瑶的两只手腕 握在一只手里 然后举起拳头 瞄准了于瑶的脸 抱歉了 美女 说着就狠狠地一拳 砸向于瑶的脸 老婆 我咆哮着大叫 但于瑶却躲开了这一拳 随后 狠狠地扬起她的大长腿 重重地踢在了保镖的胯下 随着保镖一声惨叫 于瑶正拖了她的束缚 转身大步向门外跑去 我的耳边传来于瑶在走廊里的大叫声 通知所有人 于瑶被人欺负了 所有人都上来救我 快去把她抓回来 李孟涵快速发布命令 她的两个女保镖刚要行动 于瑶却大步走了回来 老婆 你疯了 快跑啊 我紧张地奋力挣扎 按着我头的保镖 愤怒地把我的头一下下地撞向地面 我的额头 我的鼻子 瞬间就被自己的鲜血染红 住手 否则 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 于瑶大声命令 就凭你 就凭你找上来的几个打工仔 李孟涵被于瑶逗笑了 就凭几个服务员 扫地大妈 你是个傻子吧 房间里传出 李孟涵放肆的笑声 没错 于瑶冷冷地看着李孟涵说道 你们才五个人 我们酒店里有五百人 你以为几个领工资的 会为你玩命 真是笑话 去 让他清醒清醒 李孟涵的保镖还没来得及做出动作 走廊里已经传来了几个人急促的脚步声 套房的大门快速被打开 六七个女服务员跑了进来 有人手里拿着扫把 有人手里拿着杯子 还有人手里拿着圆珠笔 哈哈哈哈 李孟涵几个人全被这个场景逗笑了 仿佛正在看一出闹剧 但是他们的笑声还没有结束 走廊里又传来了声音 呼呼啦啦的脚步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一群群的人从套房的大门冲了进来 一群又一群 络绎不绝 所有人都站在了余瑶的身后 成为余瑶的坚强后盾 他们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 他们的职业从厨师到保安 形形色色 男男女女 高高矮矮 但他们有统一 得态度 全都站在余瑶的身后 狠狠地看向李孟涵 可这还没完 走廊里继续传出大量脚步声 又是一群群的人快速向这里跑来 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直到把余瑶的身后完全填满 再顺着走廊一直填到楼梯间 李孟涵终于坐不住了 他站起来喝问道 余瑶 你想干什么 余瑶向前踏出一步 他身后的人紧紧跟了上来 也都踏出一步 余瑶咬牙说道 我要告诉你 我余瑶不是好欺负的 就凭这些乌合之众 他们敢为你拼命吗 你们敢吗 李孟涵大声质问 他的三个保镖立刻从身后掏出了尖刀 我们敢 余瑶身后的人一起大声疾呼 一个老阿姨大声说道 我女儿的命都是余总救的 我为什么不敢为她拼命 我弟弟的上学前都是余瑶姐给出的 我也可以为她拼命 我妈妈的医药费也是余瑶姐给出的 我们全家的工作都是余总给安排的 每个人都发出不同的声音 但是所有人的态度都一样 他们都会为了余瑶拼命 李孟涵咬着牙 不说话了 按着我头的保镖 见识不好 拉着我的头发 把我拖到了李孟涵的一边 余瑶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他指着那个保镖大声说道 你敢再动他一下 我就要了你的命 保镖看了李孟涵一眼 李孟涵无奈地点了点头 那个保镖松开了抓住我头发的手 此时的我已经满脸的鲜血 浑身剧痛无比 两个服务员跑过来 把我扶了起来 扶着我来到余瑶的身边 余瑶心疼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恶狠狠地看向李孟涵 李孟涵皱眉说道 今天的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吧 想得美 你以为我老公的这身上就白瘦了 那你还敢怎么样 李孟涵大声立合 他说完这句话 他的四个保镖全从怀里掏出了枪 对准了我们 一个女服务员大声说道 大家快拿手机给他们拍下来 发到网上去 有人非法吃枪 让公安局抓他们 这时好多人都从兜里掏出手机 准备录像 李孟涵的四个保镖赶紧把枪收了起来 甚至连刀也收了起来 余瑶冷哼一声 指着那两个男保镖说道 把他们两个给我打趴下 一群人呼拉一下就向那两个男保镖冲去 两个男保镖一拳一个 打倒几个人后 马上被一群人压倒在地上 随后过碗瓢盆能用的家伙 全都疯狂地砸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惨叫声在房间内响起 房间内的打斗 激发出了大家的血腥 更多人冲了进去 几乎在一瞬间就把两个女保镖也按在了地上 李孟涵已经开始慌张 他开始不断地后退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群普通人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勇气 这么大的胆量 余瑶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李孟涵的身体已经伴随着保镖的惨叫声 开始微微颤抖 余瑶迈开大长腿 向李孟涵走了过去 冲着李孟涵大声命令道 我要你给我老公跪下 你 你说什么 李孟涵已经被气得浑身发抖 我要你给我老公跪下 否则我就划了你的脸 余瑶同样愤怒地说道 李孟涵看了看被打得嗷嗷惨叫的保镖 又看了看我 他咬牙说道 这不可能 他算什么动 啪的一声 余瑶已经重重的一个耳光抽在李孟涵的脸上 这时不知道是谁 用脱步干一下打在李孟涵的腿上 李孟涵疼地一下就跪了下来 李孟涵疼地低下了头 在抬起头时 已经满眼的泪水 狠狠地看向我 此时我的心中依然带着无边的愤怒 我忍着右膝传来的剧痛 一瘸一拐地向李孟涵走去 我捡起他保镖掉落在地上的尖刀 一把抓住李孟涵的领口 大声问道 怎么 你觉得我不配吗 你当然不配 李孟涵倔强地说道 此时的我已经满脸鲜血 愤怒的表情看起来带着争鸣 我握着尖刀 李孟涵紧紧拉着自己的衣服 重新包裹住自己的身体 他满眼的泪水 不断地向我点头 此刻 我深深地理解了于君的话 不论是谁都怕狠的 只要他怕你 他就不敢随意欺负你 月瑶过来挽住我的胳膊 看着坐在地上颤抖的李孟涵问道 李孟涵 我哥哥的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李孟涵哭着说道 真不是我 我怎么敢动于君 是别人做的 我只是听到了消息 说于君中了好几枪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真不是我 月瑶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有说话 他对李孟涵说道 你带着你的人走吧 如果对于家的产业感兴趣 就光明正大地来 偷偷摸摸的手段 我不怕 李孟涵捂着自己的衣服 慌张地站了起来 带着自己的人狼狈地向外走去 但是现在所有的通道 都被酒店的员工 堵得水泄不通 走廊里 楼梯间里 电梯间里 房间里 全是酒店的员工 经过于瑶的疏散 才给李孟涵 一伙人让出了一个狭窄的通道 我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 经过检查 我的右膝伤的最严重 膝关节错位 轻微的骨链 需要用石膏固定 恢复一段时间 这让我想到了钱多多 她在雪上救我的时候 就是受了同样的伤 这个疼痛感 简直无法忍受 但是 钱多多 却不禁忍住了 还不断给我送来安慰与笑容 于瑶趴在我的怀里 心疼地不断抽气 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安慰她说我没事 于瑶含着泪水看着我 老公 我好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傻丫头 怕什么 有我呢 于瑶颤抖着 搂住我的脖子说道 老公 我不怕他们 我是怕你受到伤害 我害怕失去你 老公 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害怕别人伤害你 她说着哇的一声 哭了出来 那一瞬间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是多么好的女孩啊 在那么危险的时候 最担心的 竟然不是自己 而是她的爱人 我看着自己的右腿 我想到了那个 充满风雪的山顶 我紧紧地抱住于瑶 激动地说道 老婆 你不是问我能不能救你吗 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老婆 我爱你 我会救你 我一定会救你 我会用一生陪伴你 保护你 从这一刻开始 我曾经为另一个女人坚守的心 变成了为这个女人坚守的心 因为她没有她坚强 她的身边已经没有人去保护她 我不能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现在的她 更需要我的保护 我要去救她 拯救她支离破碎 的命运 珠穆朗玛风尚 一片狂乱的风雪中 一个血团打中了我的身体 唤醒了我即将沉睡的意识 一身红衣的女孩 向我挥动着双手 那一刻 她就是我生命的火焰 一条绳子扣在我的身上 从此 我们的命运被拉在一起 她用自己巨大的力量 挽救了我的生命 挽救了我的灵魂 挽救了我的人生 她一直这样拉着我 走过人生最难的岁月 拉着我走向新的希望 拉着我一步步走向 属于自己的辉煌 当她需要我 继续拉着她 陪着她完成属于她的梦想时 我却松开了绳子 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我满脸的泪水 却怎么也宣泄 不掉心中的遗憾 我一次次梦到她的影子 却再也找不到她 抓不住曾经把我们 连在一起的绳子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 总会有开始 总会有结束 这不能怪任何人 因为这都是自己的选择 不同的选择 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不同的命运 我抓起天空上的命运鼠标 狠心地点下了确认剑 从此结束 切歌 和心中最爱的女人 切歌 风和日丽的艳阳天 我拄着拐杖 站在钱多多的面前 我泪流满面地 说着自己的选择 钱多多泪流满面地 听着我的决定 整个过程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担忧地 看着我的右腿 当我把一切心里话 都说完以后 钱多多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她的眼神中出现了哀求 但是她却什么也没说 只是委屈自己 默默地承受 我希望她能和我说点什么 但她却紧紧闭着嘴 忍受着感情的折磨 我拄着拐杖慢慢靠近她 从兜里 逃出那把陪伴了我 半年的车钥匙 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但却挤出一个微笑说道 老板 对不起 我以后不能再给你当司机了 那一天 是3月28日 她的生日 钱多多和我说的 唯一一句话 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那时 我才想起这一天 是她的生日 从此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不知道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也许 她把我给她的痛苦 当做了礼物 几天后 钱多多让保姆小翠 给我带话 说她离开这座城市了 她带走了我的股票账户 把苏氏的一切都留给了我 说从此两个人 互不向前 永不见面 司机小海 把我送到钱多多的别墅 保姆小翠三人 最后一次 打扫了整栋房子 已经收拾好了行列 准备离开 桌上有钱 多多准备好的委托公正书 我随时可以 把这套房子 更到自己的名下 钱多多留下了一切 她什么 也没拿走 她想把和我有关的一切 都丢在这里 不带走任何回忆 我来到三楼 看着曾经两个人 幸福的卧室 空空的大床上 摆着我的户口本 户口本上放着一枚钻石戒指 那本来是我 送给她的幸福 可现在却成了 她不得不舍弃的装饰 我擦掉眼中的泪水 来到一楼 看着准备离开的 三个保姆问道 小翠 你们可以留下 以后就住在这里 小翠倔强地摇了摇头 第一次从她的嘴里 发出了冰冷的声音 叶宇 你就是个混蛋 你根本就不配做个男人 我默默地低下了头 钱多多走得很潇洒 把一切都留给了我 包括她的公司 她走之前 给自己的所有员工 一次性发了五年的工资 甚至我手下的四个人 也是一样 这是钱多多用了两年的时间 慢慢打造的团队 每个人都很优秀 每个人都能成为 我事业上的助理 但是 每个人都不愿意跟着我 曾经在一起 喜笑颜开的同事 现在 都对我横眉冷对 他们都对我充满了敌意 我已经不知道 被第几个人骂混蛋了 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 我公司的四个人 加上小虫五个人 走了三个 我最欣赏的观察员小丽 也辞职离开了公司 她难以接受 跟着这样一个老板工作 最后 我的工作室 只剩下了张东成和小虫 东成还是在小虫的劝说下 才决定留下的 钱多多给我留下了一切 但我却什么也留不住 她的人走了 人心就散了 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凝聚起一只 强悍的队伍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的股票 出现了巨大的回撤 我知道我的心情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操作 完全使自己技术变形 但是我却倔强地 越亏越买 越买越亏 又走回了自己的老路 一次次的狠心割肉 一次次地追涨杀跌 买完就跌 卖完就涨 几乎把我打回了原形 而巨狼的名号 已经成为了市场的笑话 只要我的身影出现 大家就知道 这只股票要跌了 小虫这段时间 当起了我的老师 每天喋喋不休地说 他那些理论 试图把我从错误的道路上 拉回来 直到历经三个月的时间 我把我赚到的钱 亏掉了85% 我才真的意识到 自己错了 从那时起 我决定空仓 好好调整自己 我的事业非常失败 但是我的家庭 却充满了温暖 我和于瑶领了结婚证 却没有举行婚礼 于瑶并没有在意这些 相反 我给了我加倍的温柔 于瑶的爱 和钱多多的爱 完全不同 就像我生活在两个世界 钱多多的爱 对我充满了约束 一直在引领我 走向正确的道路 她的爱中 充满了 对我的引导和修正 她一直在管着我 而于瑶的爱 对我充满了宽容和体贴 她的爱中 充满了对我的顺从和依赖 她一直在惯着我 我无法评判 谁更好一些 但我知道 选择不同的女人 就等于选择了 不同的人生 这段时间 我在事业上只有退步 没有进步 我唯一学会的事情 就是吸烟 以前我不开心的时候 钱多多 马上会让我开心起来 而于瑶 则是用温暖去 慢慢融化我的烦躁 所以 我用吸烟的方式 去对抗我过多的情绪 和钱多多的日子里 她会用自己小聪明 为生活增加不同的情趣 和于瑶的日子里 她会用自己的美丽 为生活增加更多的兴趣 随着于瑶的肚子 一天比一天大 我的孩子 开始快速地成长 我的心情 也慢慢好了起来 于瑶找准一个机会 和我商量孩子的名字 她想让两个孩子中 有一个姓鱼 想为父亲这一只 延续香火 我同意了 也同意她给两个 孩子取名字 从那天开始 我的双胞胎儿女 有了自己的名字 男孩叫叶小鱼 女孩叫鱼小燕 这让我想起了 于瑶曾经 为我准备的精美午餐 从我两个天使般的 宝宝出生那天起 我终于恢复了 炒股的信心 我又重新找回了盘感 我决定再出江湖 重踏股市 而我空仓的时间 已经接近半年 李嘉一放在我这的钱 她一分 也没让我转过去 她说 要对我进行长线投资 我又重新启用了这笔钱 我不想再于瑶娜拿一分钱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 我是贪图于瑶的家产 才放弃了钱多多 所以 这是我必须不碰的底线 也是作为 男人保护的最后尊严 在后面的两年时间里 我把这笔钱翻了16倍 虽然和普通人比起来 这已经很好了 但是 和那些真正的高手比较 这什么都不是 因为 这不过是全仓抓住 30个掌停板而已 而我 用了两年 虽然我的进步不算巨大 但这让我重拾了 曾经的野心 我要超过记恒 我的人生变了 我的性格 也逐渐变了 但是 我的目标没有改变 我要实现它 我一定要让自己成为 那匹真正的巨狼 深圳 一栋写字楼的会议室中 坐着七位 在古市中有名号的游资 其中甚至有三位前十的游资 我拿起烟点了起来 把打火机 随意地扔在桌上 边抽烟 边思考自己的问题 稻草人 冲我瞪着眼睛说道 唉 我说夜雨 你能不能少抽点 你看这一屋子的烟 枪死了 我瞥了他一眼 抽出一支烟扔给他 你可以也来一根 抽起来就不枪了 我说你小子 行了 记恒说着 自己也拿出一支烟点了起来 他继续说道 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吧 现在的市场环境 十分恶劣 股市一直低迷不振 严重的缩量 已经让投资客 完全失去了信心 但我们既然 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就必须拿出有用的计划 稻草人挥了挥面前的烟雾 气呼呼地说道 能有什么办法 别说是散户 我们这些游子都经常亏钱 我去年净赔了两个亿 他大爷的 这个破市场 天天吃伟哥也硬不起来 都不如个好老娘们 全世界的股市都在涨 就我们 跌跌不休 要不干脆都退休算了 天天亏钱还玩个屁 冰封千里说道 以前的庄家 还有点江湖道义 能分清敌我 最起码 还能在一个阶段齐心协力 现在我们的资金一进场 他们就像饿死鬼一样冲过来 好像今天不跑路 明天就ST一样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市场那么 大 资金那么少 谁看到肉多着急变现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通天教主接话说道 是啊 现在市场轮动得太厉害 快的时候 半小时一个板块 拉高 套人 跑路 这都成了基本动作 大家都玩潜伏 等着傻子上门 来一个宰一个 太难了 一个女游资 百花盛开说道 几个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是听你们诉苦来了 还不是希望 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你们都说 那些废话 有什么用 一百亿欢乐斗 看了看大家 皱眉说道 现在来看 也只有资金抱团 我们形成合力 才能慢慢往前走了 稻草人说道 抱团还不容易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抱团之后呢 谁先跑 谁垫底 垫底都跑不了怎么办 还是大家一起跑 比谁跑得快 所有人又陷入了沉默 记横暗灭手里的烟 看向我问道 夜宇呢 你有什么想法 我是来学想法的 如果我有想法 就不来了 我淡淡答道 稻草人又看我不顺眼了 我说你小子 现在怎么越来越狂了 上次咱俩撞票 你小子可够狠的 我还帮你撑场面 你回手就把我给埋了 有你这么干事的吗 我看着稻草人笑着说道 我不像你 前些年积累了家底 我可一直饿着肚子呢 不抓紧多吃几口 怎么成长啊 稻草人兄 见谅 冰封千里看着我说道 夜宇 我也发现你变了 如果这么晚 以后朋友会变少的 至少要分轻敌我吧 我看着冰封千里淡淡一笑 放心 我也就是给孩子赚的奶粉钱 谁是自己人 我还分得清 百花盛开看着我说道 本来现在就难做 朋友间还是多帮台轿子 相互拆台 对谁都不好 我们还是要形成这个共识 我微微皱眉 看向这个女人 我们不熟 你还没资格和我说这些 百花盛开怒了 装什么大尾巴郎啊 你夜宇自己多大体量 不知道吗 我没资格 你有资格 你现在能在股市排地几啊 我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我排地几关你屁事 好了 几横看着我皱眉说道 夜宇 你坐下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找大家来 不是为了吵架的 几横见我坐下 继续说道 我知道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在这种时候 我们更需要冷静下来 既然大家没有新的思路 那就按照老的方式来吧 我们所有人都看向几横 等待她的说法 几横说道 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跟随市场 去操作 根据变化而变化 但是结果都不理想 再这么下去 不仅小资金没有信心 就连我们这个大资金 也快没有信心了 我的想法是 主动出击 市场没有方向 我们就打出 方向 市场没有主线 我们就打出主线 一百一欢乐斗说道 几哥 你具体说说怎么做 几横继续说道 目前最高标是三板 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受到四板压制 股票走到这个高度 很难突破 我想去接力这个三进四 打出穿越 打出向上空间 但是需要大家支持 找同属性的股票一起做 每人干一支 对龙头 形成支撑 我们自己把这个梯队干出来 只有这样 才能发动市场情绪 引来跟风资金 形成主线 通天教主问道 这样是不是资金过于分散 有些冒险吧 万一遇到杂盘的恶装 怎么办 我说道 如果板块被激活 可以有更多的资金进来 短期被套也不怕 只要能形成主线 被市场认可 机会大于风险 只是这第一步 要做得漂亮点才行 几横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除了你们 我还联系了一些人 只要我们带头出手 还会有人跟进 我大声说道 那就干 这种时候 前怕狼后怕虎的 什么也成不了 干出个板块效应 大家都有活络 几横见大家点头 好 那就周一动手 会议结束了 大家纷纷离去 只有我和几横 留在会议室里 我这次来并不是 为了参加这次讨论 而是凉秋找我来的 他要给我介绍几个朋友 但我来到深圳 一定要拜访几横 毕竟他在我心里 有很重要的位置 锁过 几横直接把我拉到了会议桌上 几横走过来 递给我一支烟 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叶宇 这两年你的变化不小啊 我确实变了 从做事的方式 到穿衣打扮 这几年 于妖把我打扮得越来越帅气 全身的奢侈品 完全区别于 以前那个吐气的自己 几个 时代再变 我总不能一成不变吧 那个百花盛开阴阳怪气的 我不喜欢 所以就没给他留面子 几个不会生气吧 都是朋友 没什么值得生气的 朋友之间 也不用讲什么面子 只是 你现在年纪变大了 却不沉稳了 我叹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哥 我以前做事考虑 这考虑那的 其实也没什么用 大家都是真真假假的 既然也不是什么实在关系 我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别人怎么看我 我也不在乎 你小子 几横笑着拍了拍我 走 我请你吃饭去 哥 明天我来请你 今天我和凉秋约好了 马上就得过去 几横想了想说道 凉秋能力很强 但是口碑可一般 你也要注意点 我笑着说道 与人斗 其乐无穷嘛 我离开会议室 坐上出租车 向约会地点出发 这几年 凉秋经常和我在一起 她真的把我带坏了 现在 我们一起出去玩 她总会给我安排女人 慢慢的 我也接受了这种方式 我把这种事情 当做必要的商务活动 也没有 任何的心理负担 毕竟余瑶董事 从来不干涉我的事业 我很快到了凉秋公司的楼下 她已经在楼下等我 见我从出租车出来 笑着走了过来 老弟啊 多日不见 甚是想念啊 我代表绅士的股民 欢迎你 梁哥 你大老远把我找过来 到底给我引见什么朋友啊 当然是几个漂亮朋友 我无奈地说道 梁哥 我千里迢迢过来 离开我的漂亮老婆 可不是为了你说的 庸之俗粉吧 那是自然 我说的漂亮是属性 行业是基金经理 我把他们介绍给你认识 对你以后一定会有帮助 基金经理 那能有什么帮助 跟我走吧 饭桌上你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豪华的酒楼 梁秋带我来到一间包房 里面已经有三个女人 坐在那里 都穿着职业装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公司的 梁秋笑着走了进去 今天黄总能赏脸 真是让我倍感荣幸啊 他说着像一个女人 走了过去 三个女人都站了起来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点的 微笑着说道 梁总客气了 您可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有您的邀请 是我们脸上有光彩队 梁秋介绍道 今天又给你们带来一位大客户 我的好友业余 然后转身对我说道 这位是某某基金公司的黄利 黄总 你好黄总 我主动打招呼 黄利冲我微笑着点头 然后向我介绍身边的两个女人 这两位是我公司的业务经理 徐家 张颖 我冲他们点头 不由得多看了那个叫徐家的几眼 他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 很是清秀 但那身材 确实是一流 同样穿着职业装 他却穿出了不一样的效果 梁秋说道 既然大家坐在一起 就都是朋友 今天的座位 我来安排 如何 当然可以 黄利笑着回应 黄总坐中间 我和叶宇坐两边 两位美女 坐我们两边 这样男女穿叉 交流起来会更方便 怎么每次和梁总吃饭 总感觉像被占便宜一样 黄利笑着说道 黄总误解我了 现在的生活压力重重 我们自然要让工作增加些激情 只有激情燃烧起来 才可以热爱工作 充满干劲吗 梁秋安排大家坐下 我坐到了黄利的右边 徐家被梁秋安排到了我的右边 我看着这个面目清秀 身段妖娆的美女 心里暗暗发笑 一个女人能把职业装 穿出这样的效果 身材好自然是奇异 但是最主要的 是她想让别人 看到 她想展示自己 否则 随便大两个尺码 立刻就不会这样了 于瑶的身材 自然比她强多了 但是 于瑶穿上职业装 是满满的装重 如果换在以前 我说不定会不好意思 但是现在 家里有个那么漂亮的龙头 这些女人 在我看来都是杂毛 很快 一桌子韭菜被摆满 梁秋首先提杯说道 我先开个场 首先恭喜黄总升任公司总经理 以后 再下必将安钱马后 竭尽所能任劳任怨 为您全面服务 黄历无嘴倾笑 那到底是安钱 还是马后啊 梁秋笑着答道 前后我都行 我一听 原来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 看来 他们已经有很深的交流了 酒桌上 梁秋又展开了他的妙语莲珠 应得大家 振振欢笑 我偶尔附和几句 为梁秋粉末修饰一下 我现在说话也和梁秋一样 完全放开了 似乎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可以约束我 当大家都喝得十分尽兴以后 黄历率先开口问道 梁总没事从来不找我 说说吧 你有什么事情 梁秋狡猾的一笑 黄总英明 我这次找你来 确实有一事相求 最近的股市不好 大家都知道 所以 我想向黄总买一个亿的基金 让您帮我打理打理 黄历淡淡一笑说道 梁总这是给我下的鱼饵吧 继续说 还有什么要求 梁秋说道 市场不好做 我有两只股票套得厉害 想让黄总帮忙 投五个亿的基金帮我解围 五个亿可不是小数目啊 再说 这钱投下去 亏了怎么办 我怎么和投资人交代 梁秋笑着说道 就现在这市场行情 黄总投哪只股票 不是一样赔 既然这样 还不如赔在我这里 至少我还可以给你投资啊 我一愣 原来梁秋是这个打算 原来还可以这样 我突然感觉这次没白来 我一下知道了一些钱藏的方法 黄历想了想 梁总 你也知道我们的投资是有门槛的 需要必备的条件 梁秋提起酒杯说道 黄总放心 所有的事我都会处理好 黄历也提起酒杯 那就看你如何竭尽所能了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 梁秋哈哈一笑 天高认鹏飞 海参认龙游 黄总只需欣赏我天高海阔的纵横即可 我在心里暗暗思考着梁秋的这种解套方式 确实可取 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也能用得上 想到这里 我转头看向身旁的美女徐佳 我仔细端向她那张文静的脸 怎么看 怎么像蔚来寄进公司的总经理 徐佳见我一直在看她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叶总 你怎么一直看着我 我微笑着回答 一般男人看完女人第一眼 再去看第二眼 一定是因为这个女人漂亮 徐佳的脸色微红 那一直盯着看呢 你说 会不会是因为一见钟情 徐佳见黄历和梁秋也看向自己 马上转移话题说道 叶总 我是负责揽字的业务经理 你有没有闲置的资金帮我投一些 我这个月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我笑着说道 你长得这么漂亮 只要打开格局 应该没问题吧 徐佳问道 如果我打开格局 叶总愿意投吗 当然 一次几个亿 应该可以 叶总 你说的是钱吗 当然 钱 后 我都行 梁秋哈哈大笑 老弟啊 你已经得我的真传了 黄历瞥了梁秋一眼 真是物以类聚 什么人找什么人 接下来的晚宴更加轻松 大家推杯换盏宴宇欢声 梁秋搞定了自己的事情 我也看懂了如何去操作这些事情 用别人的钱解自己的套 这个事情真的很爽 我偶尔看向徐佳 直到把他看得轻咬自己的嘴唇 我知道 莫问题了 宴会结束前 我和徐佳交换了联系方式 我们几个人各走各的 我知道梁秋要忙自己的事 末时间陪我了 而我 也要忙自己的事 我给徐佳发去信息 给了他自己的房间号 告诉他 想和他谈谈投资的事情 我刚进入房间 没几分钟 我的房门就被敲响 我打开门 正是面色微红的徐佳 叶总 我来找你研究一下几个亿投资的事情 我拉起他的手 把他拉进房里 轻轻搂住他的腰说道 我说的几个亦是一次投入 但我想多投入几次 房间门被我关上 我的商务活动又要开始了 是梁秋交汇我的放纵 和于瑶对我的纵容 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 也让我知道了 只有这样 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 人想变坏 真的很容易 只需要没有人去约束 毕竟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太多太多 这个周末的深圳之行 还是有些收获 确定了周一的进攻方向 我和纪衡及梁秋告别后 回到了苏市 于瑶的弟弟于海 开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 来机场接我 这辆车是于瑶送我的礼物 其实我并不喜欢 甚至除了炒股之外 我已经不知道喜欢什么 我坐在豪华的车里 看着小海 他现在是我们两个人的司机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司机 于瑶给我找了几个人 都被我拒绝了 但于瑶说我总想事情 自己开车不安全 就把小海安排给了我 小海 我的别墅你安排人去打扫了吗 小海憨憨地说道 姐夫 你放心吧 每三天打扫一次 你用不用去看看 我想着那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算了 直接回家吧 于瑶家 要比钱多多的别墅 大好多倍 还有巨大的庭院 但我并不喜欢这里 虽然在这里 已经住了三年 但是我始终没有家的感觉 要不是考虑于瑶 我甚至想搬回到 最初的酒店公寓里 我进入庭院 远远就看到 于瑶正在那里摆弄花草 老婆 月瑶看到我开心地跑了过来 老公 你回来了 我看着她长发飘飘 长裙慢舞的样子 真是迷远 这两年 我接触过一些美女 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和她比 月瑶一下就抱住了我 老公 我好想你啊 我笑着说道 老婆 怎么我一出门回来 你就像好几年没见到我一样 因为我代表三个人对你的思念啊 还有两个宝宝呢 孩子呢 保姆们带着玩呢 放心吧 我拉着她的手 向房间走去 来到房里 月瑶把我按在椅子上 让我的头靠在她的胸前 开始帮我按起肩膀来 老公 累了吧 我帮你按按放松一下 我感受着她那柔软的手指 舒服地闭上眼睛 倒是不累 但这样是真舒服 尤其是因为大枕头 老公是个坏蛋 美女身边必须要有个坏蛋 要不怎么抓住美女的心 我的心早就 长在你的手心里了 我说的是美女 又没说你 老公 你是说我不是美女吗 你当然不是美女 你是仙女 于瑶开心地笑了起来 老公 那我漂亮吗 老婆 这个世界上 比短发于瑶更漂亮的 只有长发于瑶了 我拉着她的手 把她拉进怀里 我闻闻我的仙女香不香 我说着在她的脖子上亲了一口 于瑶发出了一声轻盈 我笑着说道 老婆 你现在炒股的能力提升了不少呀 点火叫着呀 于瑶搂住我的脖子 害羞地说道 还不是老公教得好 我正想再好好教教她 一个保姆走了进来 夫人 李嘉一来了 让她进来吧 于瑶说着 从我身上站了起来 我微微皱眉问道 你让她来干什么 我让她帮我从国外买了点东西 我向门外看去 李嘉一穿着一件棕红色的连衣裙 从远处走来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面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 你好啊 瑶瑶 好久不见了 李嘉一笑着和于瑶打招呼 这么长时间也不去我的小院坐坐 你好 嘉一 我一直忙着照顾孩子 不像以前那么自由了 李嘉一走进房间后看到了我 叶老板也在啊 见你一面可真是难得 我看了看她 没有说话 从椅子上站起来 又坐到了会客厅的沙发上 李嘉一见我没理她 微微一笑 从胯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递给了于瑶 于瑶接过盒子打开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手表 开心地向我走来 老公 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婆 你都给我买好几块手表了 我也不缺这些东西 这个不一样 老公 这个手表全球只有十只 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你买到的 快戴上看看 喜欢吗 我皱眉说道 放一边吧 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于瑶站在我的身前 有些委屈地说道 老公 我只是想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 我听着于瑶的话 心里一软 拉着她的手说道 傻丫头 你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了 有了你我已经很满足了 其他的 我什么也不需要 李嘉一笑着说道 看看你们两个 还当着我的面秀起恩爱来了 用不用我再去找几个观众 我转头看向李嘉一 嘉一 两年不见 你还是老样子啊 一点都没变 怎么 叶老板希望我怎么变 变得像你一样 我靠在价值几百万的沙发上 把双手搭在靠背 傲慢地说道 怎么 像我一样不好吗 李嘉一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向于瑶说道 瑶瑶 我可以和叶宇单独聊聊吗 于瑶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说话 老公 我先去看看孩子 你们先聊 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傲慢地坐在那里 李嘉一挺挺欲力地站在那里 他严肃地看了我一会说道 叶宇 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于瑶已经彻底把你给关坏了 我哈哈一笑 怎么 我现在什么都有 生活充满了幸福 让你很羡慕是不是 你也可以找个人惯着你啊 李嘉一冷笑一声 叶宇 你知道 为什么西方人崇尚贵族吗 不是因为财富和地位 而是真正的贵族 要具备高尚的品格与道德 他们眼里的家规 会约束一代代人的底线 知道怎么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这才是贵族的意义 而你呢 虽然坐在金山上 却把自己活成了乞丐 李嘉一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就是个随波逐流的人 什么样的人叫你 你就学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环境 马上就可以改变你 你的底线在哪 兜里有钱了 就可以随便让花花世界染上颜色吗 已经好几年 没有人这么指责过我 我气愤地站了起来 李嘉一 我的事情要你管 我想 怎么生活 是我自己的事情 用不着你来操心 叶宇 别以为你这两年 做过什么我不知道 沉沦自己 放纵自己 你对得起爱你的人吗 默认管着你 你就把瑶瑶的温柔 当作好欺负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出去鬼混了 如果于君在这里 你敢吗 李嘉一 我气愤地大步向他走去 大声说道 别把自己说得多么高尚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自己比谁都虚伪 你不过是一朵交际花而已 在这花花世界里 你以为自己就干净了 啪的一声 一记响亮的耳光 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 我瞬间暴怒起来 伸手去抓李嘉一的衣领 李嘉一 快速后退几步 大声说道 你还记得钱多多吗 听到这个名字 我马上冷静下来 咬着牙怒是李嘉一 你提他做什么 李嘉一冰冷地说道 现在的你 对得起他吗 他把你拉到正确的方向 他帮你建立信心 他约束你做男人该做的事 叶语 你对得起他吗 如果当初的你是现在的样子 他会爱上你吗 他最后的一句话 让我的大脑不断轰鸣 我呆呆地愣在原地 可是 可是我们已经分开了 他 他已经不管我了 他不管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李嘉一 大步向我走来 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别把自己活成别人瞧不起的样子 像的男人一样承担起责任 你有老婆孩子 有爱你的人 而且 你还有敌人 莫人约束你 我来约束你 莫人管 这你我来管你 还有比花天酒地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你 他说完一把 将我推到一边 转身大步离去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忍不住问道 嘉一 你为什么愿意和我说这些 李嘉一停下脚步 冲我露出那张漂亮的侧脸 淡淡说道 因为你还有利用的价值 说完 远去 我已经好久没有失眠了 这一夜 我想了很多事情 李嘉一的话 敲醒了我 我不能再这么无拘无束的肆意妄为了 我开始渴望有一条铁链拴住我 我需要被约束 我看着熟睡的于瑶 她是个完美的妻子 这些年 她一直在给我她 能给我的一切 全部的爱和全部的包容 能配得上她的男人 最起码要具备责任 担当与感恩 但我却都没做好 甚至连一场婚礼 都没给她 她就这么 默默付出帮我养儿育女 我默默地看着她美丽的脸庞 直到天亮 直到她睁开美丽的双眼 于瑶见我温柔地看着她 她扑呲一声笑了 懒洋洋地钻进我的怀里 老公 我爱你 我紧紧搂住她的身体 轻轻说道 老婆 我们结婚吧 我把公司搬到了 彭城集团旗下的五星级酒店里 小虫和张东成作为经理 各自带着五个人 这是我全部的人马 今天 我要配合 季横打一场助攻战 如果成功 市场将会出现一条主线 早会上 我宣布完今天的作战计划 大家今天 都打起精神 完成今天的任务 今天晚上 随便你们在酒店玩 一切消费 签我的单 十二个人 一片欢呼 我没有钱多多的能力 靠个人魅力凝聚人心 但我可以用钱 十二个人一晚上 好好封一场 能用多少钱 三十万顶天了 但如果今天完成任务 我赚的不知道 是这个多少倍 这就是我的算盘 让他们 心甘情愿地跟着我 我刚回到办公室 小虫就拿着厚厚的 一叠报销单来找我 叶哥 这是这个月的报销单 您看看 我随便翻了几张 然后统统签了字 小虫 最近 你表现得不错 继续努力啊 叶哥 一定让你赚大钱 小虫 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离开了办公室 我一直很喜欢小虫 在公司里 他也是和我走得最近的人 九点一五分 我走出办公室 来到操盘室 十二个人都 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找了一台电脑 登录了自己的账号 我在学刘富生的团队结构 我们一起作战 没有观察员 全是交易员 也全是观察员 一个人负责一小块 发现随时汇报 叶哥 传媒板块 也没啥动作呀 龙一三板竞价 已经达到前日的12%了 从涨停价一直下落 这会引发抛压的 今天能三进四吗 别着急 叶哥要参与 肯定能行 我看着板块走势达到 其实这个板块干得很突兀 有逻辑 但是没有明显的预期 今天的打法属于硬干 只能干完了 让市场去琢磨逻辑 在集合竞价的时候 我快速翻看着板块中股票的情况 我要找形态不难看 集合竞价波动最小的 这样的股票 在集合竞价时波动小 说明没有抛压 它缺的是量能 量能的事情 当然由我来负责 小凡传世 就塌了 等我指令 我说完 所有人都切换到这只股票 集合竞价结束了 板块的龙翼 从竞价一字板 慢慢下落到 红盘2.3个点 在集合竞价结束的最后一秒 直接被抢到了6.7个点 我知道是几横动手了 集合竞价是有惯性的 竞价量越高 惯性越强 如果几横不抢这一手 虽然可以买到价格更低的筹码 但是由于低位的情绪也低 会引发跑路的问题 所以 实际上往上抢筹 可以使资金更加安全 把分歧往一致向上引导 叶哥 龙翼复合强势 我们开盘就动手吗 别急 助攻不仅是我们 等等再说 面对现在这样的市场 我也想看看战友的态度 再决定怎么打 9点30分 传媒板块龙翼 迅速拉升 拿出了市场情绪标的态度 叶哥 龙翼上板了 我去 这么快就炸板了 里面资金疯狂跑路 叶哥 板块就两个跟风票 拉升似乎有些吃力啊 没看到别的股票有大幅动作 我一咬牙 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 但我和几横的关系 不能置之不理 动手 干 我们13个人一起开始操作 小凡传师立刻放量 我必须给几横打这个助攻 不仅是兄弟关系 如果今天干成了 以后自己也是受益者 小凡传师刚干到5.2个点 突然一个大单砸了出来 停 等抛压释放 我快速命令到 这一波抛压来得很凶 很快就砸到了2.7个点 我咬牙看着屏幕 总是有一批人见好就收的 他们的目的是稳定和绝对的安全 我必须让这样的人走出去 差不多了 再干 我带头用大单点火 我的团队又开始上攻 来到5.2个点的时候 又出现抛压 继续干 我们顶着巨大的抛压 开始向上发起进攻 但是大单的博弈出现了 几百万的瞬间单量开始对攻 我把股价拉到7.1个点的时候 明显赶到吃力 他大爷的 停止进攻 换股 我知道里面的人也有明确的态度 他们是获利要跑 涨不涨停与我无关 我立刻快速寻找股票 我已经来不及看详细的技术参数 看到一个大美传媒 立刻说道 小的不行换大的 大美传媒 快 干他 给龙头打住攻 就是这样 要的是强势的进攻 大哥在前面拼 小弟在后面杀 我们13个人开始快速操作 大美传媒突然爆量 重复0.3个点 直接被我拉到了4.7个点 停 等抛压 我们所有人停止操作 大美传媒的抛压出现了 4.7 4.2 3.9 3.7 就塌了 抛压小 干他 我们抢身位 大美传媒 直接被我们拉到了7.3个点 抛压也出现了 但是比小凡那个垃圾小了很多 小虫团队小单承接 我仔细盯着交易盘口 各个单量的对冲 并没有大单的出逃 所有人 干 就塌了 全上大单 我们所有人同时出击 全是大单 直接把大美传媒干出了高潮 随后 我们开始快速打板 当我看到风单已经达到3个亿后 我又看了一眼今天的成交量 妈的 不够 撤单 等抛压 随着我们的撤单 抛压出现了 大量的恐慌盘被吓了出来 叶哥 龙衣上板了 风单8个亿 量能完美 应该成了 所有人干 我们冲着跌落到6.9个点的大美 又疯狂展开了攻击 再次高潮 完美打板 风单再次3个亿 随后 连续不断的打板资金也跟上来了 风单量开始快速增加 我一看风单量 一看成交量 虽然差点 但是没问题了 叶哥 板块启动了 有大量资金开始入场 两个团队各找一只股票 再干 快 我必须抓住每个关键机会 我在命令他们的同时 我也在马上寻找新的股票 先手机会 太重要了 如果我的股票中有一个进入梯队 形成连班 那收益都是可观的 季恒的计划成功了 传媒板块出现了11只涨停板 板块热度一下就被带动了 只要季恒的龙头持续向上 资金的热情就会不断增加 市场上的人都开始找消息了 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板块会突然发酵 但是谁也没找到 最后总结是 资金的选择 肯定有逻辑 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大消息 但我知道 啥也没有 纯粹是资金行为 但是这个问题 不用我来操心 因为一定会有人开始编故事了 所有人都会找出自己认为的逻辑 而且充满道理 这就是中国股市 一个能把玄学炒起来的市场 什么都有可能 发声 这也是中国股市的可爱之处 它给所有人多了一条生路 下午收盘后 小虫搬来了一箱啤酒 我们开始庆祝 这也是股市的魅力 一脚天堂一脚地狱 笑得笑死 哭得哭死 小虫举着酒瓶子大叫道 为了今天的成功 为了今晚的海坯 为了床上的姑娘 干杯 干杯 我们一起大笑着喝起了啤酒 短暂的庆祝以后 我给大家开了个例会 布置明天的工作 哪只股票开盘就跑 哪只股票继续干 大家也都说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 我们统一了公事 完事后 我回到办公室 小虫跟了进来 叶哥 晚上 咱们一起去酒吧吧 我约了几个舞蹈学校的女生 咱们一起庆祝一下 让学舞蹈的帮咱们误误道 我想着李嘉一 和我说的话 笑着说道 和他们误什么道啊 阳关道 你们去吧 不怕花钱 但是不能影响明天的工作 我今天有点累了 下次再陪你们 叶哥这可是 你说的啊 那最好的我 可自己留着了 我冲他摆了摆手 没啥事 你们就滚蛋吧 省得让我看着心烦 小虫刚走到门口 迎面走来一个美女 迈着长腿走了进来 小虫看着一愣 随后 冲我竖起大拇指 意思是 我说 你咋不和我们去呢 原来有更好的 我看着来人 也是一愣 嘉一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你 欢迎吗 嘉一 你不会是真想管着我吧 我说着 从烟盒里 拿出一支烟 别抽这个 我给你带了两条好烟 李嘉一说着 把手里的手提袋 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笑着说道 嘉一 你是要管着我 还是惯着我啊 怎么还有见面里了 李嘉一微微一笑 求人帮忙 自然要带点随手里 这样开口容易些 我从手袋里 拿出一条烟 纯白色 一个字也没有 我知道这是烟厂 特意给特定人群定制的烟草 外面买不到 能抽到的人都不一般 我打开纯白色的包装盒 又拿出一盒纯白色的烟 打开包装闻了一下 满满纯正烟草的味道 嘉一 你还能有事情求我 我可不信 我说着拿出一支烟点燃 他转身坐到了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他穿着深色的衣裤 裤子是七分裤 露出了漂亮的脚踝 还有那双白腻的脚 整体把那双雪族 显得格外醒目 李嘉一想了想说道 我在李家的后台 要倒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被清出小院了 我这个位置 无数双眼睛盯着呢 我奇怪地问道 你这么有能力 还会被清出小院 李嘉一微笑着说道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 看能力了 我也笑着说道 看你的态度 似乎很开心啊 李嘉一伸出修长的四肢 伸了一个懒腰 语气轻松地说道 当然 我在小院八年了 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事情 离开 对我来说是解脱 看你的样子 似乎是完成了什么大事一样 李嘉一哥哥一笑 是啊 但我不能告诉你 我眼中的李嘉一 总是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知道我问他 也不会说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李嘉一抛给我一个 甜蜜的微笑 我在小院这些年 有太多人对我有想法了 我担心我一离开小院 他们会对 我有打算 所以我必须 再找个靠山 我笑着说道 你说的靠山 不会是我吧 当然是你 你靠着鹏城集团 对我来说够用了 业余 你总不能看着别人欺负我吧 他是想拿我做挡箭牌 这些年他的追求者 肯定数不胜数 由于有李嘉的后台 莫人敢轻易动他 如果他离开李嘉 那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 他想找个安全落脚的地方 我想了想问道 那你是什么打算 我给你做公司 合伙人怎么样 我们一起经营公司 我摇了头 我现在不需要投资 你的投资想拿走 我也可以随时给你 李嘉一 冲我弩了弩嘴 真孝气 我又没想分你的利润 他想了想又说道 那我给你当经理 负责帮你处理后勤工作 我摊了摊手 我不需要后勤经理 业余李嘉一 拉着长生说道 你不过这么不够意思吧 这一点小忙都不帮 我没说不帮 只是我不需要这个职位 李嘉一又想了想 那我给你当秘书吧 怎么样 这么漂亮 还有能力的女秘书 可以帮你独当一面 而且我还有很多资源 可以帮到你 嘉一 你不至于沦落到此吧 我有些惊讶地问道 李嘉一有点生气了 向我走了过来 推了我一下 业余 这可是我第一次求你帮忙 你忍心看着我被别人骚扰 倒是没啥不忍心的 你 他气得跺了一下脚 你就得帮我 反正我离开小院之后 天天来你这上班 嘉一 你想想 你这个大美女 给我当秘书 瑶瑶会怎么想 只要你同意 瑶瑶不可能说什么 好吧 让我好好想想 李嘉一坐到我的办公桌上 轻轻踢了一下我的腿 老板 那我可就当你同意了 我看着她漂亮的脚丫 称赞道 你这凉鞋可是真漂亮 李嘉一拢了一下 自己的大波浪长发 微笑着说道 老板 你是在说我的脚吧 我伸手抓住她漂亮的脚踝 把她的脚 抬到自己面前 李嘉一并没有反抗 而是静静看着我 我仔细打量着她的脚 雪白的脚丫 优美的足弓 窄窄的脚背 还有那鲜鲜细致 我淡淡说道 其实 我早就发现 你的脚漂亮了 以前不好意思说而已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 我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敢说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自己了 我说着 松开了她的脚 看向了李嘉一 继续说道 你离开小院投奔我 是为了躲避无聊的骚扰 有一个推脱别人的理由 但是在我这里 你会面临一样的问题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我还有其他目的 李嘉一神秘地看着我 嘉一 如果你想利用我 那你也要有 被我利用的价值 否则免谈 李嘉一看着我 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 叶宇 你虽然没有以前可爱了 但是现在变得有意思了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说道 李嘉这两年 虽然没有对彭城集团下手 我知道 是有些人 在保护彭城集团 不希望在发生之前的事情 希望给优秀的企业家 一个安全的环境 但李嘉的做事风格 应该不会这样罢休吧 他们也许是在 用时间换空间 等待新的机会 所以 我希望你帮我了解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图谋 我想了想又说道 这几年 李嘉又做了几次 做空股市的事情 有这样一伙人在 股市不会有起色 我还需要你 帮我调查出来 李嘉掌握着 哪些上市公司的股票 占比到底有多少 你能做到吗 李嘉一微微一笑 没问题 我见李嘉一答应得这么干脆 我奇怪地问道 那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总不会真的 只想做个秘书吧 李嘉一看着我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不语 他这样的态度 让我有些不舒服 我不笨 但是想不出来他的算计 这让我有些恼火 我看着坐在桌子上的李嘉一 我把老板椅 划到他的腿边 伸出双手 还住了他的腰 嘉一 给我当秘书 可不好当 我建议你想好了 李嘉一的脸 终于渐渐红了起来 他推了我一下 想把我推开 我却趁机把双手滑落到 那两半丰满的臀半上 掐了一下 我笑着说道 手感 真好 李嘉一的脸 彻底红了起来 双手用力 把我的椅子 推到了一边 他轻轻说道 叶宇 如果三年前 你有这勇气 我已经是你的了 但是现在不行 我不喜欢你 现在的样子 我摊了摊手 无所谓 我只想告诉你 你上了我的桌子 就是我的菜 你想来就要想清楚 桌上的菜 吃不吃是我的问题 但你要明白 你在我的桌子上 李嘉一 轻咬着自己的红唇 叶宇 你就从来没喜欢过我 我想了想说道 你很优秀 也很漂亮 我有段时间 确实对你有好感 但没办法 我身边的女人 更优秀 那你还做那么多的龌龊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对他 说出了心里话 嘉一 我和多多分开以后 我的心里 越来越烦躁 遥遥的温柔 让我无法在他那里宣泄 他除了顺从外 并不会哄我开心 我总要找些 开心的事情做 哪怕做完了并不开心 李嘉一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他才说道 业余 一个成熟的人 做事情可以圆滑 但是心中 必须有明确的界限 应该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如果只能游离于 对错之间 为自己的错误 不断地找借口 那一定会降低 对于错的底线 在我看来 你不过是 再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什么烦躁的宣泄 什么压力的释放 如果一个人 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只会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那本身就是错上加错 你懂什么 我立刻愤怒起来 他的话处 碰到了我的敏感神经 我当然懂 李嘉一继续说道 每个人都不愿意 承认自己的错误 尤其是面对 别人指责的时候 这种毫无意义的抵抗 只会让自己 不能看清自己 业余 曾经的你 为什么那么听钱多多的话 不仅是因为 他救过你的命 更重要的是 在你心里 你们之间 有明显的地位差距 在你心里 还是有些畏惧的 但现在的你 不一样了 你的地位提升了 你认为别人没有资格 指责你 是你脆弱的内心 不敢去接受错误的现实 是你日积月累的错误 让你不敢去承认 无能的自己 你别说了 我愤怒地站了起来 我要说 李嘉一也站了起来 他大声说道 白就是白 黑就是黑 所谓的灰色地带 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说辞 如果你这样下去 欺骗自己 只会让你越来越糊涂 永远也不知道 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我愤怒地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一下将他的身体狠狠地按在桌子上 我咬着牙说道 李嘉一 你没有资格教育我 桌子上的东西 已经散落了一地 李嘉一挣扎着身体 却怎么也起不来 他的眼睛里出现了委屈的泪水 嘴里却倔强地说道 不 我有资格 因为 我们曾经是一样的人 我不想看着你这么沉沦下去 我愤怒地一拳 砸在桌子上 我什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李嘉一 已经被我吓得哭了出来 他大叫道 叶宇 你混蛋 因为我喜欢你 我看着这个被我按 在桌子上满脸泪水的女人 松开了自己的手 他捂着自己的脸 哭了起来 我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听着他的哭声 默默说道 你有神经病吧 李嘉一站起来 擦掉眼里的泪水 看着我说道 叶宇 你要用自己的愤怒 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去正视它 不要逃避它 这样 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我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 我知道这个道理 这和我炒股一样 我曾经不敢面对 自己的错误 甚至连持续亏损的交易记录 都不愿去看 总是给自己编织 以后会盈利的幻想 但我却越来越错 越亏越多 直到遇见钱多多 我才真正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 才慢慢地成长起来 而今天 我又要面对自己 不愿面对的事情 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再次修正自己 什么都和炒股一样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 旧金山远郊 在渐黑的天色中 一辆林肯领航员 正在公路上急驰 坐在副驾的保镖大力 回头看向于君 君哥 你说这林总请客 怎么要在家里啊 城里那么多中仓馆 他是不是有点抠门啊 你懂什么 于君在烟钢暗灭烟头说道 在家里招待客人 这是一种礼遇 而且 林总要介绍几个 华人邻居给我们 也许以后会对我们有帮助 大力又说道 君哥 可我怎么看 林总不像是实在人呢 于君被逗笑了 大力 人家是国际一流大学毕业的 那是文化人 你以为像咱们一样 大佬粗一个 你们对人家都尊敬点 君哥 既然都任命他 当酒店的总经理了 你还这么操心淡麻 把活都让他做呗 于君无奈地说道 我说大力啊 从上车你这嘴 就不闲着 叨叨叨叨的 烦不烦 我真后会把你带出来 你学学小虎 从来没有这么啰嗦 保镖大力呵呵地笑了起来 君哥 你是不知道啊 小虎他是嘴笨 喜欢跟女孩两年了 就是不敢开口 结果人家现在都有男朋友了 正在开车的保镖 小虎说道 我可不是嘴笨啊 我是考虑 天天在外面跑 末时间陪人家 耽误了人家的幸福怎么办 于君叹了一口气 声音变得柔和了许多 你们几个 跟我时间最短的 也五年了 整天跟我东奔西跑的 也是时候 让你安顿下来了 小虎赶紧说道 君哥 我可没那个意思啊 于君伸手拍了拍小虎的肩膀 我明白 不用解释 这些年 我忙得没时间考虑你们的事情 你们哥几个 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家里人也都替你们着急 大力笑着说道 君哥 这可不怪我们啊 这是将熊熊一窝 我们可都是跟你学的 你小子 于君笑着拍了大力脑袋一下 等我们回国 我给你们安排点买卖 以后都有一摊自己的事情做 把家里人都接过来 好好孝敬父母 也让他们想想福 君哥 我们不跟着你 以后 谁陪你喝酒聊天啊 不行不行 大力 我可听说你晚上 怕被窝哭过 是不是想咱妈了 保镖大力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 他才轻轻说道 啊 我妈年纪大了 最近腿脚不好 我有点担心她 于君按着大力的肩膀说道 这几年我对兄弟们的事情考虑得少了 是君哥不好 等回国我全给你们安排好 你们的妈妈 全是我妈 我一定给他们最好的生活 大力开心地笑了起来 君哥 咱妈最爱吃鱼了 于君笑着说道 那以后就天天吃 顿顿吃 换着花样地吃 渐渐入夜下的林肯车 穿行进一片树林 道路开始变窄 道路两旁的树木 犹如伸出了一双巨手 茂密地遮蔽了天空 让本就昏暗的天空 更加无法给这里 带来一丝光明 一声紧急的刹车声 在这片树林中回荡 大力险些碰到自己的头 小虎 你干嘛 吓了我一跳 小虎微微皱眉 看向前方的道路 路上横着一棵树 大力赶紧看去 多亏你眼神好 这要是我非撞上不可 难怪美国不收养路费 这真是没人管啊 小虎说道 大力 你去把树挪开 大力打开车门走下了车 走到大树前 开始拉着树干 往一边拖拽 但是大树很粗壮 大力一个人 虽然能移动它 却是很缓慢 君哥 我去帮他一把 小虎说着 也走下了车 于君打开车门 走下车看着两个弟兄 费力地挪动大树 大力嘴里还嚷嚷着 咱们直接给他搬到路边去 这万一别的车 撞到多危险 于君笑了起来 这个兄弟心眼 是真好 他拿出香烟放在嘴里 拿出火机 正要点火的时候 发现树林里 有人影闪动 于君微微皱眉 凝神看去 突然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涌上心头 于君冲着两个兄弟 大声叫道 有埋伏 散 大力和小虎的反应极快 瞬间做出反应 两个人同时 向两侧闪开 与此同时 枪声响了起来 怜悯不断 路面的尘土 被掀了起来 树林里的树皮 被大片地打落 昏暗的空中 无数的子弹 画出一条条的金色长线 向大力和小虎扑去 于君看着两个人 扑进了树丛里 快速翻身躲到了树后 他刚松一口气 又是一阵绵密的枪声 带着穿透铁皮的声音 让林肯车震动起来 小虎大叫道 他们在打油箱 于君迅速反应过来 向路旁的草丛扑去 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 林肯车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于君一个翻身 也躲到了一棵大树的后面 大声问道 看清了吗 几个人 小虎立刻回应 七个羊鬼子 两把威冲 五把手枪 冲我们来的 跑不掉 于君一咬牙 那就灭了他们 大力叫道 他娘的 让这些羊鬼子 看看中国退伍军人的厉害 小虎叫道 手里没家伙 用地形和他们打 三 于君一声令下 三个人向不同方向 快速移动 又是一阵枪声 七个身影 从对面的树林 快速冲了出来 黑色的夜幕笼 罩着大地 树林中更是昏暗无比 道路上 燃着烈火的林肯车 成了这里唯一的光源 一道道强光手电被打开 四处乱晃的光柱 快速搜寻着躲避的人 在这强光之下 让人无处遁形 一个高大的 外国人手里拿着威冲 说了几句英语 做出几个手势 手下六个人两两一组 迅速展开搜索 两道强光手电的光柱 大范围地搜索着这片区域 其中一个外国人大声说着外语 似乎在谩骂 想利用这种方式激怒对方 逼着对方现身 外国人越骂越大声 越骂越猖狂 就在他刚走进一个树丛的时候 一只大手从侧面伸了出来 一把握住手枪的跳弹孔 紧接着一声枪响 随后手枪卡住了子弹 与此同时 一只脚已经向外国人的侧膝蹬去 咔嚓一声 随着外国人的惨叫声 一块石头同时击中了他的后脑 大力一拧手腕 把那把手枪夺了过来 但同时还迎来了另一个外国人 手中威冲的连续扫射 大力一个快速翻滚 在翻滚的过程中 快速拉动枪栓两次 把卡住的弹壳弹出 重新上了堂 然后一个起身瞄准敌人的脑袋 就是三枪 那一瞬间 两个人形成了对射 敌人被爆头倒了下去 大力的大腿 胳膊还有小腹中了三枪 大力捂着小腹 艰难地站了起来 咬牙说道 两个 然后捡起地上的威冲 向另一个方向 艰难走去 树林边上 一个高大的外国人 拿着威冲 冲树林大叫 等待同伴的回应 他见少了两个人回应 愤怒地向刚才 大力所在的方向走去 他刚走出一步 一根粗大的树干 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光头 一瞬间木屑四散 外国人晃了一下 随后 手里的威冲开始扫射 于军扔掉手里的段木 一个飞身扑进了树丛 连续不断的枪声 从他身后响起 外国人开始疯狂地扫射 几秒钟之后 威冲打光了子弹 外国人摸了一下 头上的血水 愤怒地一把扔掉威冲 抽出一把尖刀 向于军所在的树丛 冲了进去 迎接他的 是于军凶狠的拳头 于军突然冲了出来 一拳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 紧接着第二拳 第三拳 第四拳 伴随着于军一拳拳地轰出 树林里又传来连续不断的枪声 似乎双方已经展开了胶着的激战 外国人已经被于军打得满脸是血 但却并没有倒下去 反而一把抓住于军的脖子 随后一刀向于军的心口插去 于军一脚蹬在对方的肚子上 脱离了对方的控制 刚躲开这一刀 身子还没站稳 那把刀已经狠狠地向他的身体飞了过来 这一刀已经无法闪躲 于军一侧身 那把刀已经狠狠地扎进了于军的左肩里 外国人大叫着向于军走了过来 随后站住 死死看着于军 因为于军已经把扎进骨头里的刀 拔了出来 紧紧地握在手里 于军凶狠地看着对方 高大的于军 看起来像一匹恶狼 但是比于军还高出一头的外国人 却像一头棕雄 外国人从腰上拽出高光手电筒 看起来就是一个短棒 然后强光突然亮起 照向于军的眼睛 随后冲了上来 于军向侧面快速移动 但是强光手电的光柱 却一直打在他的脸上 让他无法看清敌人的动作 就在这时 几声枪响 高大的外国男人倒了下去 小虎一蹶一拐地扶着大力 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大力咬着牙说道 七个 随后放下了手里的枪 小虎说道 军哥 大力受伤严重 大量失血 必须马上去医院 于军点头说道 他们这些人的车 一定停在附近 我马上去找 然后看了一眼 小虎流血不止的右腿 你们先止血 我马上回来 大力忍着剧痛笑着说道 我俩没事 死不了 军哥 我俩没给退伍军人丢脸吧 于军也挤出一个笑脸 中国军人 牛逼 军哥 小虎突然一把推开于军 随后枪声大作 连续不断的子弹 打在小虎的身上 小虎 于军疯了一样大叫 你他娘的 大力一步踏出 挡在于军的身前 大力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与敌人展开了对射 刚出现的三个人 火力全开 疯狂的子弹 向大力的身上 宣泄而去 随着大力手枪里的子弹打光 对面又倒下两个人 大力颤抖着身体 微微转头看向于军 张开嘴大口的鲜血 先涌了出来 他只说了最后两个字 咱 妈 在大力的意识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的耳中 清晰地听到了于军的回答 放心 随着大力的身体 缓缓倒下 露出了于军猙獰的面孔 他的双目赤红 似乎要喷出火焰 他要涂灭眼前的一切 于军疯了一样 像唯一站着的敌人冲去 在林肯车 还在燃烧的火光照耀下 映出了敌人的东方面孔 敌人和于军同样高大 但却比于军更加魁梧 他举起手枪 几乎和于军同时发起了进攻 于军把手里的尖刀 狠狠地向那个人飞了出去 那个人连续扣动扳机 打出了最后的三颗子弹 尖刀狠狠地扎在那个人的肚子上 三颗子弹也全都打在了于军的身上 于军的身体晃了一下 却没有倒下去 而是一步步向敌人走来 他的眼睛已经死死盯住了敌人 他必须杀了他 于军 你怎么还不死 那个人看着向自己走来的于军 突然恐惧起来 他捂着自己的肚子 开始逃跑 但是尖刀插在肚子里 他只能小步向一个方向逃去 迎着林肯车的火光 地上出现了两条清晰的血线 两个人以急慢的速度来到一处小桥 逃跑的人再也走不动了 他靠在桥栏上 大口喘着粗气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于军 大叫道 于军 别以为我熊当怕你 你打断我的腿 我就可以要了你的命 把你的妹妹当成我胯下的玩物 于军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走到熊刚的身边 用可以动的右臂 一把勒住了熊刚的脖子 熊刚用双手扒着于军的胳膊大叫道 于军 别以为所有人都怕你 我不怕 这里是美国 不是你的地盘 咔嚓一声 熊刚的脖子被于军拧断 在熊刚完全失去意识之前 他最后一次听到于军冰冷的声音 我于军在啊 哪就是我的地盘 漆黑的夜 不再漆黑 漫天的星辰挂在小桥的天空 一片璀璨星河之下 流淌着湍急的小河 于军仰头看向夜空 他在倒下之前 低声喃喃 爸爸 妹妹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小桥上跌落 他的身体顺着河水奔流而去 他对家人的思念 已经顺着慢慢星河 向着家的方向大步狂奔 我回到家里 把自己关在书房中 我又开始认真的复盘 我已经很久 没有用超过20分钟去复盘了 我一直在打磨一个面 但是其他方面 却变得越来越粗糙 我知道自己的意识 在走下坡路 但是懒惰与自满 让我拒绝 承认自己的错误 直到今天李嘉一 和我说的那番话 我又回到在钱多多身边的状态 逼迫自己理解 市场更多的细节 随着自己资金变大 公司员工增多 我必须补弃短板 让自己有能力 在各种各样的市场环境中 有效指挥我的团队 晚饭的时间 月瑶领着两个小不点 走了进来 老公 吃饭了 我转头看向美丽的老婆 和一双儿女 三个人一样的大眼睛 一样百里透粉的肤色 一样的温柔懂事 我的心瞬间被三个天使融化了 我走过去抱起小叶和小鱼 分别亲了一口说道 虽然爸爸炒股有些业余 但是教你们妈妈炒股 可一点也不业余 是不是啊 我的业余小组合 老公 你说什么呢 不许在孩子面前瞎说 月瑶说着 走到我面前 把自己微微泛红的脸 凑了过来 我亲了她的脸淡一口 走吧 我们吃饭去 自从于瑶有了孩子 一个星期就去单位一两次 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陪孩子 所以 每天都会亲自下厨 给我做一个菜 她的手艺似乎是带着天赋的 一直都做得很好吃 只是随着于君的失踪 于瑶已经完全吃素食了 希望 用自己的那一点点功德 为自己的哥哥祈福 于瑶像往常一样 喂坐在餐椅上的两个孩子 男孩一小口 女孩一小口 自己再吃一小口 我看着母子三人慢悠悠的动作 有些想笑 看来这两个孩子 以后肯定像妈妈 柔软的就像棉花糖 我的饭吃得很快 按照惯例吃光鱼窑 给我做的菜后 结束了自己的晚餐 我看着鱼窑命运的身段 笑着说道 老婆 我最近又总结了一些 新的炒股技巧 晚上我教教你 我是个三好学生 老师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呗 再说老师那么霸道 学不学我又说了不算 于瑶未完 难保深情地看了我一眼 于瑶见我 一直微笑着看向他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老公 你怎么总是色迷迷地看着我 老婆 你是不知道啊 我每天都想对你品头论足 天天对你思前想候啊 于瑶红着脸 喂完女宝说道 你们的爸爸 就是个大坏蛋 我的婚后生活 把偶尔欺负这个 顺从的妹子 当做了一种乐趣 反正她也从来不生我的气 逆来顺受的样子 让我更加无拘无束 我正感慨 得到了这么一个好老婆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拿起一看 竟然是许久未联系的蒋甜甜 我知道 她已经离开凉秋的公司了 一直在自己炒股 甜甜 好久不见了 我接起电话 一个甜美的声音 传了过来 叶宇哥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 我很好 你呢 交男朋友了吗 叶宇哥 你都不关注我 我和男朋友 都快结婚了 在鼓友会上认识的 比你可帅多了 我笑着说道 看来甜甜很有手腕 比我还帅的 都被你泡到手了 蒋甜甜咯咯地笑了起来 叶宇哥 我今天在龙虎榜上看到你了 能不能帮我选几只股票 我这半年 一直在亏钱 我犹豫了一下说道 甜甜 我们的炒股模式 不一样 如果我给你建议 赚钱了你 也什么都学不到 亏钱了 我可以通过失败 修正自己 但是 你不仅亏钱 还亏掉了进步的机会 不要依赖别人 你应该把自己充实起来 蒋甜甜失落地说道 叶宇哥 我最近做得非常不好 亏了很多 包括对自己的信心 市场不好 我也知道 但是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 依然有人赚钱 所以 问题还是在自己身上 叶宇哥 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很迷茫 我走到客厅的沙发坐下 甜甜 你说说 你最近是怎么操作的 蒋甜甜想了想说道 现在股市不好 我就一直研究低位票 当发现分歧后 买在分歧转移制的 支撑位上 当时看买点 是很合理的 但是 没过几天 才发现地板下 还有地狱 以为自己是抄底了 结果 却抄在腰上 现在 已经套着我好多钱了 蒋甜甜 那甜美的声音 变得越来越小 蒋甜甜的话 有些让我没太明白 我想了想问道 甜甜 你说的分歧是指什么 当然是买在分歧啊 股票下跌 不就是因为分歧吗 股价止跌拉升 不就是分歧转移制吗 这个时间卡位 是有效的右侧买点 不就应该出手吗 甜甜 你这套理论 是在哪学的 我好奇地问道 我们股友会 都是这么理解问题的呀 因为大家都想不明白 所以我才来问你的 我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和蒋甜甜的思维 已经天差地别 看来这两年 蒋甜甜丝毫都没有成长 一直走在最初级的道路上 我耐心地说道 甜甜 我现在的思路 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我说说 你听听 你要是不接受 就当我没说 叶宇哥 你说啥呢 你比我优秀多了 你说的我一定听 我想了想说道 在说这个分歧之前 我要先纠正你一个观念 你说的分歧 并不是分歧 而是简单的强转弱 和弱转强而已 而且 以我现在定义 你买的票都是弱的 我的理解是 高位票 只要不跌停 都是强 低位票只要 不涨停 都是弱 这个你能接受吗 蒋甜甜想了想 似乎在理解我话中的含义 然后说道 叶宇哥 你继续说 我认真听着呢 好 接下来 我们再分析一下 买再分起 卖再一致这句话的背景 这是一位游资前辈提出来的 已经得到了全面的认可 但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很多人都带着全局的眼光 去看待这句话 似乎 这句话 对每只股票都有用 但实际上 这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 蒋甜甜忍不住问道 我说道 大家都从字面去研究它的逻辑 却全都忽略了 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 成功游资的眼光 第二 游资的资金体量 这是什么意思 蒋甜甜继续问道 第一 游资的眼光 首先你要理解 一个游资的成功 它的眼光一定不是放在杂毛票上的 它的眼里只有强势股 甚至只有龙头股 仅这一点 就已经排除掉市场上95%以上的股票了 第二 游资的资金怎么也要几千万以上 这个规模的资金量 核心是进与初的问题 足够的成交量才是进出的关键所在 所以分歧与一致的核心 是成交量 放量等于分歧 缩量等于一致 而股价的涨跌 是分歧与一致 各自产生的两个不同结果 叶宇哥 我还是听不懂啊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想了想说到 你可以试想一个强势板块中的强势龙头 这个龙头热度很高 并且有很高的预期 你手里有大量的资金 想进却进不去 那么 你最好的机会 就是等它放量 而这个放量的时间点 一般会出现在板块 调整的日子 比如这个龙头票 已经涨了三个板 或者四个板了 而板块已经连涨两天 甚至三天 板块就会出现调整 这样才可以走得更加安全 板块的调整出现了 板块内的股票出现了大量的下跌 龙头是需要和板块发生 共振的 龙头也会出现大量的恐慌资金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分歧点 买在分歧 指的就是这个时间窗口 当发现 龙头股出现下跌情绪 而主力资金对这只股票 还存在更高的预期 这个时候 是主力资金的重要攻击点 它们会做出承接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主力的大量资金才可以进得去 随着主力资金的承接 龙头会放量 这个是分歧信号 然后当成接住恐慌的抛压 主力资金开始发起反攻时 这个是弱转强信号 也是散户的跟进买点 这才是买在分歧 甚至这句话 在我看来 只对强势股 甚至只对龙头有效 其他的不过都是强弱 互转而已 这回明白了吗 蒋甜甜的电话 打了很长时间 我也帮她解答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 蒋甜甜虽然热爱炒股 但是她的悟性不够 就这一点 足以把很多人挡在门外 很难成长起来 我看了一眼时间 甜甜 你已经炒股四年了 基础的东西 早已经掌握了 并且经历了无数次的交易 可以说 你已经具备很深的经验了 我给你三个建议 也许对你有用 叶宇哥 你说 我想了想说到 第一个建议 你必须形成自己的交易模式 与思维逻辑 你已经过了大量 吸收知识的阶段 不要对每个人的观点 都感兴趣 要知道 分辨哪些是无用的 最好是指向 最好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学习 形成自己 的交易模式 与选股条件 别人说什么 都不要听 自己错了 反复修正自己 不要听取别人的观点 因为你们的逻辑不同 第二个建议 这个世界是把不同的人 划分出不同等级的 每个群体都有独立的圈子 股市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做得好 就不能在韭菜地里埋着 你要跳出这个圈子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与强者为伍 你要做到不恐高 但是恐弱才能改变你的心态 和强势混 何与弱势混所产生的结果 这个世界已经清晰给了你答案 你在现实中 也许没机会走上更高的阶层 但是在股市中 是有这样机会的 如果依然在杂毛堆里 那谁也怪不了 都是自己 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强者思维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说跟主力吃肉 这个道理浅显易懂 但是却没有几个人 能想明白这里的逻辑 很多人跟强 却成为了强者的接盘侠 因为他们只会用眼睛看 却不用脑袋想 或者根本就想不明白 这里 的核心不是跟 而是想 所有大资金的进出 都是存在计划与逻辑的 那些成功的游资 不是跟着别人混起来的 也不是靠几套模式 与战法打出来的 他们是想明白了主力的逻辑 踏准了主力的节奏 再组合自己的战法 才成功的 蒋田田着急地问道 叶宇哥 可是我也接触不到主力 怎么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我答到 主力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留下痕迹 在你已经具备 足够的经验以后 不要再去看那些 无用的数据 把你的关注点 集中在成交量 日线图 趋势线 分时图 筹码变化 这五个指标上 一定要带着时间的维度 去理解 成交量 带着宽度视角 去理解日线图 明确五日 十日 十五日线的行进趋势 看清楚分时图里 资金的量价关系 明白筹码的稳定情况 这些里面 充分包含着 主力资金的意图 不要站在自己的位置 去理解这些指标 你要站在主力的高度 去思考这些指标 你才会看出很多痕迹 当你捋出一条 资金线索后 再配合板块热度 情绪周期 你就会发现 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这样坚持下去 你的盘感 和节奏会越来越好 夜宇哥 可是MACD KDJ CCI 这些指标很有用啊 你现在觉得有用 是因为你在杂猫堆里 如果你有一天 成为了龙头选手 你可能只去看 成交量和掌停梯队了 大盘跌到多少 你连看都不看 只关心情绪周期 蒋田田想了想问道 夜宇哥 你说的这些 我一时还不好消化 我能去跟着你学吗 田田 我现在精力有限 没时间带涂地 而且炒股这个事情 最终还是靠自己 你想长高 就要多吃东西多运动 我帮不了你 多思考 是让你入门的钥匙 形成自己的逻辑与模式 会让你走上属于自己的路 看得清楚 这个股市 会让你真正成长起来 悟到 是你打破瓶颈的开始 知行合一 才是你最终的利器 这条路开始很简单 却越来越难走 路会越走越窄 但随着你的进步 你会发现路虽然窄了 你却走得高了 你正在登上 那座高山 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叹气声 我笑着说道 田田 就像你找男朋友一样 要找帅的 我希望你选择股票 也有同样的眼光 当你看到杂毛的走势 会恶心的时候 你的身边 就全是帅哥了 我简单和他寒暄了几句 挂断了电话 我对他的帮助 只有这么多了 我达不到钱多多那样 手把手地教我 因为我自己也在成长当中 没精力带别人 这个事情 终究要靠自己 如果不愿意思考 只想和别人抄作业 就不要 踏入股市 入夜后 我回到了卧室 月瑶已经在床上等我 我一把掀开被子 握住他那迷人的脚丫 老婆 你的基础形态 可真漂亮 这样的股票 一旦走出来 至少也有六连板 月瑶咯咯一笑 向上突破 就那么难吗 是不是怕监管呀 我亲了一口他的脚背 老公的资金也有限呀 等我更有钱的 说不定会更厉害 我说着 顺着他的脚丫 向上稳去 引导这只股票 趋势向上 小虫 大美船没缩量太严重了 情绪太一致 我们主动炸板 把骨架砸下来 给我往三个点位置砸 我们自己放量 东城 你们做城街 把骨架扫上去 快 这个动作必须快 否则情绪散了 不行 量还不够 撤风单 做烂板 小虫再上 把骨架稳在八个点以上 好 稳住 差不多了 干 大家一起扫板 上风单 我看着1.2个亿的风单 松了一口气 这个交易量 用这个风单数量够用了 上多了反而不好 我看着自己画出的图形 心里十分满意 强转弱 快速放量弱转强 在今天三进四的时候 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 这个量和这个动作的表态 说明这只股票 还有向上空间 其实我也是 在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以后 在分歧时 我做出同样的动作 只要我向上做出引导 就会有人敢往里冲 我也可以找高点跑 股市一直在不断地模仿 甚至自己模仿自己 这些动作 都是为了让人形成思维惯性 为了找帮手 为了跑路 叶哥 这几天市场情绪不错 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 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小虫转头问道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们团队 已经忙得手忙脚乱 但市场好的时候 这样的机会太难的了 我们同时 做了四个盘子 有三只股票 被拉上了涨停 封板的钱 占用了我大量的资金 我去想想办法 趁市场好的时候 大干一场 我说着 点起一支烟 小虫看着我手里的香烟 叶哥 你这烟 能不能给我们也尝尝 我看着手里的白色烟盒 这是前几天李嘉一送我的 小虫的话 让我想到了他 不知道李嘉一 能不能帮我多搞些资金 我对小虫说道 我办公室还有一条 你拿出来 给大家分了 好嘞 小虫是所有人里 脸皮最厚的 我也被他占了不少便宜 但我不在乎这些 不一会 整个操盘室 就已经烟雾缭绕 我没好气地说道 瞧瞧你们 这一群烟鬼 房间里就没有好空气的时候 这里都成了你们的吸烟室了 赶紧把窗户打开 哥 外面太热了 空调白开了 呛死你们得了 我起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开始琢磨 资金来源的办法 我现在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市场已经出现转暖的迹象了 也许很快就会出现一条真正的主线行情 我必须借这个机会成就自己 一年中真正 有效的赚钱机会并不多 抓住一个 就是很可观的利润 我也希望自己把握住每一次机会 才能有追赶技衡的可能 要说搞钱 我是不会和于瑶开口的 这是我的底线 但我认识的资源太少了 只有一个里加一 再就是找证券公司加杠杆了 一想到证券公司 我又回忆起和钱多多一起的日子 我拍了拍自己的头 逼着自己马上转换念头 它是我心底不敢触碰的情绪 我拿起电话 给证券公司的张经理打了过去 你好张姐 还记得我吧 叶总啊 你现在这么风光 咱们营业部 可是因为你太上榜了 姐还能把你忘了 我和她先简单聊了些闲话 然后问道 张姐 我想做点配资 咱们现在方便吗 方便啊 怎么不方便 你用多少 我这里最多可以做到七倍 但是保证金必须充足 这个是公司的要求 姐帮不上你 没问题 张姐 帮我做两个亿 没问题吧 五倍吧 哎呦 叶老板 现在都这么厉害了 开口就是几个小目标了 我笑着说道 张姐 你别闹 我的席位 还是你给的呢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的交易 张经理在那边咯咯一笑 没问题 这个数字我可以处理 以后 我就养张叶老板赚钱了 对了 你最近和多多有联系吗 我听到这个名字 脑袋嗡的一下 啊 没有 我们 好久不联系了 多多前段时间 又开始交易了 她都两年多没动作了 我还以为她退休了呢 她做得怎么样 我忍不住问道 她现在玩得小了 我看了她的交个单 都是几十万的交易 大的也没超过一百万 但是很稳定 她应该是在找盘干吧 钱多多的席位 不在张姐的营业厅 我已经几年没在龙虎榜上 见过景神的身影了 啊 那还不错 公司散伙后 我就再没见过她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的语气有些低落 张经理说道 我听她以前的交易员说 她已经有小孩了 应该是结婚了吧 什么 我的大脑一声巨响 全身的血液加速上冲 心里一瞬间疼得心如刀割 我尽量压制自己的情绪 有些颤抖地问道 她已经结婚了 是啊 她都多大了 年纪都过三十了吧 也该结婚要个孩子了 一瞬间 我难受的泪水就流了出来 我一只手拿着手机 另一只手 狠狠拉着自己的头发 那挺好的 是啊 多多那姑娘多好啊 终于 张姐 我打断了她的话 张姐 我突然想到 这些钱可能不够 能不能多做点 你用多少 证券公司这边规模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给你找资源 五个亿 七倍 我开始用极端的压力 来冲敌我的情绪 你确定 对 我确定 越快越好 那证券公司的规模不够 我帮你想办法 好 我放下手机 痛苦地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我难以接受她已经嫁给了别人 而且还有了孩子 我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开始疯狂抓着自己的头发 然后颤抖地点起烟 一大口 一大口地吸烟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冷静下来 但是完全不管用 我突然愤怒起来 我站了起来 扔掉手中的烟 拿起桌上的手机 狠狠地摔在墙上 然后是桌上的摆件 桌上的电脑 桌上的一切 把桌上的一切都扔光后 我开始愤怒地拍着桌子 然后把自己的办公桌 掀翻 开始疯狂大叫 小虫打开我的门 叶哥 你这是怎 滚出去 别烦我 然后我跑到墙边 开始疯狂踩踏 被扔到地上的一切 小虫赶紧关上了门 不敢再进来 我又跑到掌柜 把这几年 别人送我的工艺品 一件件砸在地上 砸碎一个又一个 办公室的房门又被打开 我大叫道 我说滚出去 听不到吗 叶宇 你疯了 我赤红着双眼 咬着牙 向那个声音看去 李嘉一 你来干什么 我让你来了吗 滚出去 我想把自己的情绪宣泄 给我看见的每一个人 李嘉一看着一地的狼藉 语气柔和地说道 叶宇 你都多大了 怎么发脾气 还像孩子一样 你到底怎么了 和我说说行吗 滚 我不滚 李嘉一说着 冲我大步走了过来 你能不能处理问题 别这么冲动 如果你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 走开 我烦躁地说道 我不走 李嘉一说着 上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他身体传递给我的柔软 终于逐渐安抚了我心中的狂暴 走开 我坚持说道 我不走 你别赶我走 看到你这样 我会伤心的 来自他身上的香味 就像镇静剂一样 慢慢让我安抚了情绪 过了好一会 我轻轻推开他 扶起被我踢倒的椅子 坐在上面抱着自己的头 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哽咽地说道 多多 他嫁人了 还有了孩子 只有痛苦 才能让男人真正地成长 无论是事业上的痛苦 还是感情上的痛苦 这就像经历一次次天结一样 让男人一次次地蜕变 我也是一样 我的心里开始失去一种很重要的东西 但我却没有办法留住它 那是一种感情 又是一种思念 在我心中的那片空间 渐渐变成灰色 再也发不出光 我的心变得越发的冰亡 李嘉宜温暖的手 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帮我擦去脸上的泪痕 他见我已经停止了哭泣 轻轻说道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应该祝福他 替他高兴才对 你有你的幸福 他也应该有他的幸福 难道你希望他离开你以后 天天 活在痛苦之中吗 他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 甚至曾经也这么想过 但是真的面对这一刻时 却让我难以接受 可是 我一想到 他在别人怀里 心里就会难受 李嘉宜抱住了我的头 让我的头贴在他的小腹上 你现在不也在我怀里了吗 会不会好受险 我感受着他柔软的腹部 还有那迷人的香味 情不自禁 搂住了他的腰 一个美丽的女人 真的是男人最好的安慰剂 过了好一会 我感觉自己的情绪完全被他抚平了 所有的暴躁已经被柔软驱散 随后填充进我体内的 是那迷人的清香 嘉宜 你的腰好细啊 李嘉宜扑子一声被我逗笑了 看看你们男人 我是来宽慰你的 你却想着占我便宜 我尴尬地松开了手 坐直了身体看向他 嘉宜 谢谢你安慰我 刚才我对你太粗暴了 李嘉宜看了看满屋的一片狼藉 正是一会再说吧 我先打扫一下 我让员工来打扫吧 不用 让员工看到老板精神病的样子多不好 还是我来吧 李嘉宜说着 取来了打扫工具 帮我打扫起房间来 我把桌子扶了起来 把原本桌上的东西又摆了回来 但是手机和电脑显示器都坏掉了 我看着摔坏的手机叹了一口气 这里面存满了钱多多的照片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让我彻底断绝对他的思念 我随手把手机放在办公桌里 李嘉宜打扫完后 看了看我身后空空的展示柜 我回头给你拿些好看的再摆上 就恢复如初了 不用了 这些东西对我也没用 那怎么行 办公室要有办公室的样子 我突然感觉 他的这种语气很熟悉 很温暖 仿佛像一个人 好吧 听你的 李嘉宜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李嘉一共拥有 42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所有的信息 我都存在里面了 这两年 李嘉在股市上亏了不少钱 市值已经大幅缩 他们养的那些操盘团队 没有几个 盈利的 对了 我听说 这两年 梁秋负责的项目 亏损也很大 梁哥这个农场主 都亏钱了 他可是专门割韭菜的 我有些意外 散户对他来说是韭菜 但是他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来说也是韭菜 这些股东手里握着的 可都是原始股 谁能杀得过他们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啊 其实股市就是这些企业股东的菜篮子 所有人都是他们的韭菜而已 他们有最低的成本 最好的保护机制 最多的手段 只要想 随时可以大开杀戒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惩罚机制 股市 就是他们的天堂 别人的地狱 李嘉一看着我说道 我还掌握了李嘉的股市计划 我微微皱眉问道 他们又要做空股市了 现在的股市才2000多点 哪有他们做空的空间 他们有想法 把股市拉起来 打出做空的空间 拉股市 他们还有只好心 我怀疑地说道 业余 李嘉一认真的说道 你想不想抓住这次机会 大赚一笔 我一愣 马上说道 我当然想大赚 我已经找人家杠杆了 加上我现有资金规模 可以达到40多个亿 那叫什么大赚 李嘉一不屑地瞟了我一眼 我说的是 抓住这次机会 让你赚几百亿 你 你说什么 我惊讶地看着李嘉一 只要你踏准李嘉的计划 有充足的资金 就可以实现 但是风险同样巨大 你敢不敢试试 我皱眉问道 你知道李嘉的所有计划 当然 我在李嘉安排了好几个眼线 李嘉一的语气有些骄傲 我有些犹豫地问道 你不会是因为要被李嘉赶出来 就怀恨在心吧 反手对付你的亲切 我没有亲切 一个也没有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目的 我只问你敢不敢 我听着他说的话 进入了深深的思考 过了一会我问道 嘉一 你的意思是不仅能帮我搞消息 还能帮我搞钱 对 李嘉一马上回答 那可能会需要上百亿的资金啊 我继续问道 我知道 而且上百亿也没意思 我会发动所有的资源 帮你弄到更多的钱 李嘉一肯定地回答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女人了 我不知道 她想干什么 她的目的是什么 嘉一 如果你帮我 你需要赚多少 李嘉一严肃地说道 我的目的不是赚多少 我的目的是不让李嘉赚这个钱 你和李嘉有仇 李嘉一轻咬着自己的嘴唇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继续问道 如果这样 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我也认真的问道 嘉一 你知道我现在的水平吗 你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如果我把李嘉 每一步的作战计划都告诉你 你还赢不了 那你就是个白痴 而且 除了你 没有让我信任的人了 我微微一笑 骄傲地扬起了头 嘉一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敢 而且我敢赌上自己的一切 我一定会在李嘉获里了解之前 把盘子狠狠地砸下去 李嘉一的眼神中带着些许的激动 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招兵买马了 你的公司需要有过百人的规模了 李嘉一说着 向我微笑着伸出了手 那以后 我们就是战友了 我笑着握住他柔嫩的手 在我看来 我们在战场上 要一起摸爬滚打之后 才算战友 李嘉一眨了眨眼睛问道 你是说 像床一样大的战场 其实 沙发上也行 早例会上 我敲着白板说道 大家记住 情绪流的核心理念是 择食重于一切 正确的时机才能决定预期 很多人都想牛市 来了再大单特感 但我们超短的人不一样 我们不计较这里 是不是牛市 我们只用市场反馈 来确定当前的阶段 以情绪周期 来划分市场强弱的时机 所以一样可以在熊市 抓住机会 现在市场的反馈表明 无序的轮动 已经进入尾声 新一轮的主线行情 即将开启 什么是主线行情 龙头三个板 五个板就结束了 那带不动主线 龙头七个板不断板 意味着主线启动了 龙头都九个板了 那还等什么 干就完了 抓住龙头的属性 无论是干龙头 还是干接力 无论是干手板 还是干板快穿越 这都是机会 我见所有人 用木讷的眼神看着我 我大声说道 这次机会抓住了 我给大家大红包 小虫忍不住问道 叶哥 红包能有多大 我大声说道 这次任务完成 我给大家一人 五十万的红包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然后兴奋地大叫起来 情绪终于被我带动了 我无奈地看了一眼小虫 小虫 冲我眨了一下眼睛 我感觉自己的团队 都被我关坏了 应该是我平时 给他们的激励太多了 想到这一点 我的确不是一个 好的领头人 开完早会 我回到办公室 又开始研究 李嘉一给我的资料 他给我的资料 很全面 李嘉涉及多少上市公司 分别持有多少股票 擦盘团队 在哪里都做了标注 我已经用了一夜的时间 做了明确的分类 我要找出这四百多 支股票的核心 还有能够起到作用的情绪 标语盘演 李嘉一的优盘里 还有他特意拷贝进来的照片 有几张是他近期的 还有几张 是他大学时代的 我能感觉到他浓浓的用意 他想让我看到他 了解他以前 是什么样子 不得不说 李嘉一是个 纯粹的美人披子 虽然大学时代的他 和现在气质不同 但是 同样的美貌 同样的迷人 甚至大学时代的他 穿着很普通的衣服 也遮掩不住 迷人的风采 叶哥 九点一五分了 小虫在外面叫我 我赶紧走出办公室 坐到一台电脑前 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 然后马上切换到 实盘信息 大美传媒 上两千万张停价 看反馈 我马上发布指令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我盯着集合竞价的情况 随着我的风单挂出 很快就出现了抛压 没过两分钟 我的两千万 就被对冲了 叶哥 对手盘都是小单啊 似乎是散户恐高了 再加八百万 我立刻命令 叶哥 我们今天 这个挂单量有些少吧 很多人都坐不住了 估计要跑 再加八百万 我皱眉看了一会 发现对冲量越来越大 在这个四进五的位置 出现了恐慌盘 我之所以不用大单 直接封住 就是为了试探抛压 我首先要弄清楚 空方情绪 叶哥 又被冲没了 已经降到八点六个点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 涨停价再加八百万 随着手下的操作 价格不但没涨 反而到了八点二个点 我最生气的 就是这个问题 很多人的脑子 并不好使 实际上在九点一五分 到九点二零分 散户挂单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一恐慌 就担心自己排到 后面出不去 所以 提前挂单 但却给主力 产生高位分歧的判断 我又看了一眼时间 再加一千万 现在离九点二零 还有一分钟 抛压越来越多 还没到九点二零的 真实挂单时间 我的股价已经被恐慌的 抛压压了下来 七点四 七点二 六点七 六点四 我大声说道 九点十九分五十九秒 全给我撤单 把这些人挂在天上 再来到九点二零分那一刻 几千万的对冲突然消失了 变成了红盘三点一 匹配资金只剩下九百多万 这一下 我把那些散单都挂在高位了 现在已经撤不了单了 但是 结合竞价 是以对冲单最多的位置 做匹配的 说明 高于三点一的买单 一共只有九百多万 拿两百万 向上引导情绪 集合竞价上一下 变成了一千一百万 股价变成了 红盘三点三 再加五百万 股价变成了四点一 然后我发现 集合竞价的人多了 开始主动加入了买盘 再加一千万 向上 股价一下 来到了四点九 随后情绪被带动了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买盘的阵营 再加二百万 我死死盯着时间 随着主力资金的引导 集合竞价的股价 形成一个V字 开始向上 不断地增多 不断地增多 我大声说道 里面的人心不齐 今天必然大分歧 这个四镜 我我们不要了 大家准备 按照竞价这个量 给我合按钮 就在马上完成 集合竞价的时候 我大声说道 咋 再九 二十五分的那一瞬间 我的团队出手了 大家快速地操作 十二个人 充满默契地 连续激发出 中单和大单 用合按钮的方式 强跑了 成交后 为红盘二点一 显示大单净流入 七百五十万 我拿起烟点了 一直说道 一会开盘东城 先带着团队 向上冲一波 拉起来两个点 小虫团队 马上出货 趋势一旦向下 砸三个点就停一下 一定会有人来接盘 发现承接无力了 再砸三个点 等承接 如果没有承接 自己往上带一下 来人了就出货 实在没人就和按钮 别把板汉死 等人来坐替 这个盘子我们的利润 已经可以了 今天出不完的 明天继续和按钮 砸死这帮孔高的 小虫奇怪地问道 哥 你今天的打法 怎么变犀利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 我微微一笑说道 我先拿这点小钱 练练手 过几天 让你们看看 我的真本事 我们现在手里的股票 只有这一只了 所以我安排完工作 这里 就没有我的事了 我要马上给自己 和李嘉一的计划做铺垫 司机小海 把我送到了 曾经待过半年的地方 去证券公司 找张姐办配资手续 我边签字边问道 张姐 咱们六楼租出去了吗 没有 从多多走后 就一直空着呢 你有想法 我想组建一支团队 现在的地方不够大 六楼的大厅 很适合我 你和多多走后 家具都没动过 你要是用 打扫一下就行了 张经理说着 咯咯一笑 看来 我们食堂的伙食 也可以改善了 我笑着问道 怎么 我们走后 食堂的伙食不好了吗 你不知道 当时多多每个月 都给食堂补贴不少钱呢 我们证券公司的员工 可借了不少光呢 我说这个扣门的丫头 怎么天天吃食堂呢 原来 是想把钱吃回来 张姐被我逗笑了 但是我的心 却又紧了一下 我突然又特别想她 拿出兜里的手机 想看她的样子 却发现 我已经换了新的手机 这几天 我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动作 公司搬家 大量的招人 组织培训 不断地签借款协议 李嘉一动用了所有资源 我公司的账户 每天都有几亿 几十亿的借款进账 利息虽然都很高 但李嘉一 能整合到这么多钱 已经 非常厉害了 我本来想把培训的事情 分担给东城和小虫 却发现他们 只适合做工作室的经理 人一多 他们就乱了阵脚 所以我只能亲自上阵 我每天都忙到很晚 却乐在其中 因为我已经很久 没有听到整片的键盘声了 反复地一变 变模拟演练 把新招的三十多人都累坏了 而这个人数 还是远远不够 等员工走后 我又开始梳理资料到深夜 这次的计划 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但我知道 这一步走出去 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我必须全力以赴 晚上十一点 我在办公室中 正在研究李家 所持有的几只核心骨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李嘉一拎着夜宵 走了进来 老板 今天又加班呢 先吃点东西吧 我看着电脑显示器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在单位 我白天听东城说的呀 说你这两天 都睡在办公室里 所以就给你准备了点 吃的送来 我转头看向李嘉一 你现在还没给我当秘书呢 不用给你加班费吧 我这是为了自己做铺垫 省得以后 挨老板的脸色 脸色应该没有 但总会挨点什么 我打开试合 大口吃了起来 自己还真是饿了 我边吃边问道 这么晚过来 给我送吃的 你的目的不单纯吧 是不是想占我便宜 李嘉一 在我身上闻了闻 捏住鼻子说道 你身上都瘦了 这是几天没洗澡了 男人 当然要有男人喂 喜欢吗 李嘉一拉了一把椅子 坐下说道 喜欢 我最喜欢认真工作的味道了 尤其是老板您的 我点了点头 嗯 这还有点秘书的样子 我几口吃光了餐盒里的夜宵 嘉一 你除了给我送吃的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李嘉一翘起二郎腿 故意把脚蹭到我的腿上 怎么 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说道 你不会真是来陪我睡觉的吧 想得美 我想得再美 也没有你长得美 李嘉一哥哥一笑 告诉你吧 李嘉开始大量筹措资金 准备动手了 这么快 我有点担忧地说道 可是我还没准备好 你还有大约十天 这次李嘉筹措的资金量很大 没有那么快 但是 你必须抓紧了 我微微皱眉 然后冲李嘉一摆了白手 干嘛 他奇怪地问道 赶紧回去吧 你在这我没法工作 我看着显示器说道 哼 莫良心 李嘉一说着 起身向外走去 到门口的时候 转头看向我 你也别太累了 知道了 快走吧 我不耐烦地说道 我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 松了一口气 重新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股票上 认真研究起来 我的办公室 是以前钱多多的办公室 我坐的椅子 用的桌子 甚至办公室里的一切 都是钱多多用过的 我自从来到这里 就不愿意离开 这个环境 让我找回了 百分之百的工作状态 随着李嘉一 帮我融资的钱 陆续到账 加上楼下张姐 帮我做的配资 我的资金规模 已经达到了一百七十个亿 而且我用了 上海市制公司的营业手续 因为 梁秋帮我搞到了 机构的牌照 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都是合规的 我的工作室 升级成了正规的 投资机构 楼下的张姐 又帮我找来了三十多个人 现在 不仅我的资金雄厚 而且战力充足 我看着自己 整整齐齐八十多人的队伍 我渴望通过这一战 让自己一步登天 我站在大厅的中央 拿着一份表格大声说道 我手里的表格 你们每人手里 都有一份 一共七十一只股票 涉及各个板块 我要求大家 循环操作 利用五天的时间 创建我们的底仓 所有人 只能用小单操作 因为这七十一 只股票中 全有主力的身影 我们必须谨慎潜伏 才能不被发现 每只股票的建仓资金 从八千万 到五个亿不等 观察员必须时刻统计数据 五天内的建仓资金 不能多也不能少 大家听明白了吗 我见大家 松松散散地回答 我一皱眉大声问道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次大家的声音 变得整齐了 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我的团队有新人 也有老人 跟着我业余的人都知道 我这个人不吝啬 我能赚到钱 一定也会让大家赚到钱 所以你们记住 这次机会不仅是我的 也是你们的 这次任务结束后 如果完成 我们的计划 我会评选出 十名优秀员工 每人奖励一百万 如果你们想得到这笔钱 就拼命干起来 明白吗 明白 这次所有人都来了尽头 调动新老员工 积极性的最快方式 就是激励 就是竞争 就是钱 我看了一眼时间 九点三零分 所有人 潜伏行动 开始 一片的键盘 敲击声 响车在整个交易大厅中 云南 一座美丽的小镇外 一片花海中的小路上 一辆踏板电动车 载着两个人 穿行在大自然赋予的美景中 威风轻浮 暖阳扑面 彩蝶慢舞 草掌鹰飞 天地的中央 那看不完的美景 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 绽放着能与心灵共振的繁华 心之所向 一路艳阳 一群鸭子 被一个农夫赶了过来 悠闲地漫步在鸟语花香中 向那辆电动车走去 鸭子们 快给我让开 我要迟到了 骑着电动车的女人 远远地开始发布命令 龙夫赶紧把鸭裙赶到一边 笑着喊道 多多 我一大早踩了好多野菜 一会给你家送去呀 钱多多骑着电动踏板 转身和农夫打个招呼 张叔 我还要吃上回 你踩的那个菜 给我多踩点 钱多多说着 差点没把吻车伸 踏板车晃了一下 险些摔倒 龙夫张叔吓了一跳 哎呦 多多 你可慢着点 钱多多哈哈一笑 放心吧 我的技术好着呢 说着加速离去 坐在小踏板车后座的女孩 紧紧地搂着钱多多的腰 多多姐 你不用这么着急 我们来得及 小力 你放心吧 就多多解着驾驶技术 全村第一 钱多多说着 向两侧伸长了双腿 就像张开双臂一样 迎风翱翔 小力 看 我们起飞了 小力学着钱多多的样子 也伸出双腿 仿佛他们都张开了自己的翅膀 自由地翱翔在大自然的美景中 一路上 两个人的欢声笑语 也成了这份美景中的又一道风景 天地美景始于心 心中美好应于景 小镇上的一处二层小楼 一楼是一家工艺品店 两个人一人拎着一个保温饭盒 向二楼跑去 多多 你又迟到了 一楼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店主 大声笑道 钱多多边上楼边说 杨沈 中午一起吃饭 我带好吃的了 店主杨沈笑着说道 我也给你带好吃的了 二楼 没有华丽的装修 只是一个通畅的房间 两侧窗户 大厂四开地 欢迎清风涌来 房间内 只有桌椅和两台崭新的电脑 每台电脑都是三个屏幕 钱多多摘下头盔 甩了甩自己的短发 一个充满阳光的面孔 立刻让这个陈旧的房间填满的灿烂 多多姐 你今天准备出手了吗 急什么 看看再说 两个人坐在电脑前 看着屏幕中显示的各种数据 过了好一会 钱多多说道 好像没啥意思 板块 还是这么轮动的厉害 小丽看着钱多多无奈地说道 多多姐 你都快三年没出手了 赶紧出山吧 我都着急了 钱多多扬起漂亮的下巴 让我紧神出手 必须一击必中 自己说完先咯咯地笑了起来 多多姐 那如果今天不动手 你给我讲讲股票的情绪行吗 大的动作 我能明白 但是 我一直弄不明白 在细节上 怎么去推演 那你找一个 近期有涨停的股票 我给你讲讲 钱多多说着 拿出一个苹果 吃了起来 然后问道 小丽 你说我是不是比以前丰满了 说着自己挺了挺胸 小丽扑呲一笑 多多姐 你长大了 大A已经装不下了 钱多多满意地 眨了眨大眼睛 谁能想到 我竟然能喂饱那么个大胖儿子 小丽 你也赶紧嫁人吧 给我家小满身的媳妇 我也能生儿子 小丽不服气地说道 多多姐 你看这只股票行不行 时代万里 随便找的 钱多多拉了一把椅子过来 坐在小丽的旁边 莫问题 就让多多姐给你讲讲情绪的细节推演 钱多多指着六日的第一个涨停说道 你看这只股票 在这个涨停之前 一直表现得非常平淡 可以说毫无波澜 这样的形态属于情绪低谷 莫人会对他感兴趣 直到六日这一天 出现了这段时间的第一个涨停 从这里 开始 他的情绪发生了变化 我们就可以注意他了 可以说 涨停是最好的情绪信号 如果想围绕股票的情绪做文章 那么 他必须是要有涨停的 这个是他的异动 也是他股性改变的开始 但你看他手板的换手率是多少 2.84% 这个成交量虽然已经是前日的倍量 呃 但是 实际上他依然是缩量版 说明里面的人 情绪高度一致 而情绪一致 最直接的动能就是加速 你看他第二个版 换手才4.12% 这是情绪一致再一致 依然是缩量版 这时 会有很多人被他的强势吸引 尤其是一些强中选强的短线选手 这绝对是一只强票 但是 如果站在主力的角度 又会怎么想 小力看着第三根大绿棒说道 所以 主力要洗盘 钱多多微笑着说道 如果想了解股票的情绪 不仅要了解板块的情绪 还要知道主力的情绪 如果你站在主力的角度 就会很容易 想通这个逻辑 大绿棒突然放量换手了 12.74% 如果没看到 下一天的走势 一定 会以为主力在出货了 但是现在知道了后面的走势 就可以帮助我们发现 主力的意图 你先要弄明白 主力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 做出这个动作 第一 前两个涨停都是缩量涨停 情绪过于一致 位置越高则分歧越大 第二 涨停之前 有大量的潜伏资金 这里有同伙也有叛徒 有胆大的也有胆小的 主力 是不可能带着 这样一群人一起做多的 充满了隐患 第三 三板已经打开了获利空间 主力借着洗盘动作 可以做个大替 降低成本 这个洗盘 已经放出了充足的量能 造成了很大的分歧 恐高的人在这一天 基本是不会留下的 而这个成交量 也把这只股票的股性 彻底激活了 走到这里 其实很难看出 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 但是大绿柱的后一天 给了我们 清晰的答案 按照正常来说 这样的放量 次日开盘 至少要下 杀四五个点才合理 这就是预期 但是你看他 开的是平盘 到这里 预期就变成了超预期 他的情绪并没有弱 不弱就是强 其实有一些老手 看到这个明显的超预期 若转强就会考虑建仓了 但是主力的想法 却要更多一层 因为他要把大绿棒里的 套牢盘洗出去 至少要洗掉恐慌盘 所以又来了两天的调整 十四日这天 主力又来了个加速 冲顶 并且是缩量涨停 这个位置就很关键了 缩量代表着情绪一致 缩量代表着主力 可以高度控盘 缩量代表着 那个大绿棒的 恐慌盘洗干净了 但走到这里 主力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如何突破 前方的大绿柱 其实主力可以选择 缩量加速 和放量两种方式 但实际上 只有一种方式 才是安全的 他必须放量突破大绿柱 涨不涨停不是核心 放量才是核心 为什么 小力不解地问道 看日线图 一定要带着宽度视角 你往前看 这只股票前方有10.27元 和更前方 11.99元的两个压力位 再加上大绿棒的10.79元 一共是三个压力位 你再看他这几天的量堆 和前两个量堆比较 是不是 明显已经高了很多 是啊 可是量高了 不是分歧也大了吗 分歧是大了 但是 活跃度更强了 如果他以前是个瘦弱的小伙 现在已经练出肌肉了 他的力量变得更大了 他已经有能力突破前高了 但是 还必须放出量来 这是为什么 为了解放更早的套牢盘 这个放量 有三重意义 第一 下出这两天的获利盘 第二 释放高位筹码 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第三点 主力要画出这个图形来 给市场看 让大家认为 它是安全突破 那样 才能吸引资金来 所以这个 位置必须放量 量不够 就自己放量 砸出量来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说到这 钱多多又吃了 一口苹果 说到 实际上 对情绪的认知 不仅是对市场 个股强弱的判断 对情绪周期的理解 核心 是理解主力的情绪 主力的逻辑 你帮他想出最好的方法 如果他按照你的方法来了 那才 是你和主力之间的思想共振 你的节奏 就会和主力一致 这 就是情绪流的核心 当你去复盘的时候 清晰地看出 之前几天盘面的变化 你就可以顺着这个思路 去推演他明天的想法 符合你的预期 就是出手点 当然 越强势的票 主力的意图越明显 痕迹越多 越好理解 通过反复的思考 你一定 会找到主力的逻辑 这个就是盘感 也是我们说的节奏 多多减 我感觉好复杂呀 钱多多微微一笑说道 这个事情一通百通 你有一天会突然间想明白的 然后就能看懂很多了 但是 你要多研究才行 多多姐 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我打算生个姑娘 嫁给你儿子 这样就省心了 钱多多咯咯咯一笑 这可是你说的啊 不许反悔 钱多多看向电脑屏幕 突然看到了一只股票的走势 他马上说道 小力 准备出击 好嘞 500XX 股价回落到1.7个点买一手 是 钱多多紧紧盯着股票数据 在股价回踩到1.7个点之后 那根K线突然扬了起来 2.3个点 3.2个点 3.9个点 4.5个点 然后开始回落 2.6个点乘接 买一手 是 股价落到2.6个点的时候 果然发生了乘接 股价立刻开始反弹 3.3个点 3.8个点 4.2个点 4.7个点 突破 继续上行 5.2个点 5.7个点 6.1个点 然后上弓无力 开始了震荡 小力 买一手 我们点火 是 L 小力刚买完 突然大单出现 有人点火了 股价瞬间上扬 6.7个点 7.5个点 8.6个点 掌停 小力 一手打板 是 这只股票的风单 随后大量涌来 小力兴奋地大叫 多多姐 你终于出手了 钱多多咬了一大口 手中的苹果 骄傲地扬起了下巴 是啊 我钱多多又回来了 她说完 自己先开心地笑了起来 喜悦的氛围 填满了这个房间 两个人开心地跳了起来 就像久别重逢 就像多年不见 就像一位龟影多年的女侠 又重新仗见 再走江湖 午饭后的钱多多 一个人坐在窗前 把一双微微晒黑的脚丫 放在对面的椅子上 她的一只手 在窗外轻轻划着风 另一只手里 拿着一个工艺品 那是她在苏氏 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一只可爱的招财猫 招财猫拿着一副对联 愿你钱满满 助你钱多多 钱多多看向自己的脚 想着自己的儿子钱小满 还有另一个在饭后 会帮她按脚的男人 办公室的烟缸里 已经插满了烟头 我再次把新的烟头 暗灭在烟缸里 我早上到公司 就赶紧把自己 昨夜思考的计划记录下来 我必须推演出几种可能 以及不同的对策 炒股就是这样 要么不做预判 纯粹地顺势而为 要么 就提前预判出各种可能 制定相应的计划 老板 李嘉一微笑着推门走了进来 我今天可以正式入职吗 怎么 你让苏氏小院给炒了 我边写着笔记边问道 是我主动要求离开的 接我班的人要过几天道 那你急什么 来我这上班也没有工资 我说着 抬起头看向李嘉一 却让我微微一愣 今天的李嘉一 穿了一身灰色的职业装 把那头大波浪长发竖了起来 配上黑色的丝袜和高跟鞋 看起来非常的庄重 让我意外的 是她戴了一副眼睛 看起来像一个专业的女教师 但却透出迷人的韵味 手里还拖着一个小行李箱 我忍不住笑着说道 怎么还玩角色扮演啊 还拖个行李箱 看起来不像是来上班 似乎是按摩院的女技师来上中 去你的 李嘉一打开行李箱 从里面拿出一个百件说道 我把小院的镇院之宝 给你拿来了 招财的 说着 小心翼翼地摆在了 我的办公桌上 嘉一 你也是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些你也信 别瞎说 可灵呢 一定会保佑你发大财的 我看着那个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的石雕 撇了撇嘴说道 好吧 希望她保佑我 一步登天 老板 您看看我第一天上班 给我安排些什么工作呀 一边待着就行 别烦我 对了 你的办公室 给你准备好了 就在我隔壁 那怎么能行 我总要有些事情做啊 我不耐烦地说道 如果实在想找事情做 就去帮我物色两个漂亮女孩 要干净的 夜雨 李嘉一生气了 她走过来 用力推了我一下 你把我当什么了 赶快和我说对不起 我见她真的生气了 我赶紧解释道 嘉一 我们不是关系好吗 我把你当哥们了 口误 你别生气啊 是我不好 我见她轻咬着嘴唇 表情严肃地看着我 我正想再解释两句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一看 是来自上海的电话 你好 哪位 是夜雨先生吗 我这里是证监会办公室 证监会办公室 我一愣 随后马上客气起来 你好 我是夜雨 请问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夜雨先生 京都电视台举办了一次活动 是关于提振股市信心的 邀请了我们领导参加 电视台还希望通过我们 邀请一些知名游资 我查了一下资料 您曾经在石板大赛拿过冠军 目前还是国内有名的游资 所以 想邀请你作为嘉宾出席 可是 我最近有些忙 恐怕时间比较紧张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现场直播很快结束 而且 您在这个圈子里 多接触一些同行 还是有必要的对吧 对方说得很婉转 但是我听得出来 他是在给我安排任务 但我却不能得罪对方 毕竟我是吃这碗饭的 我想了想说到 既然这样 那就听领导安排吧 您看需要我什么时候去 地点在哪 京都电视台 明天上午九点 明天 是的 那夜雨先生 我这边就为你做好记录了 希望你准时到场 那就不打扰 您工作了 再见 我拿着手机 呆呆地愣在那里 我一瞬间就想明白了这里的逻辑 他的领导安排他 找几个游子出场 但是 人家都不愿意去 最后选择了没什么名气的我 让我去充数 否则时间不会安排得这么紧张 我叹了一口气 把手机扔在一边 怎么了 李嘉一问道 京都电视台 举办了一次股市论坛 让我去充数 今天就得出发 我时间这么紧张 不去还不行 去京都 那你可要戴上我 我都好久没去京都了 李嘉一却高兴起来 戴上你 我们一起出差 你就不担心发生点什么 李嘉一走到我面前 把手按在我的肩膀说道 我不知道 上哪给你找干净的女孩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 绝对干净 嘉一 这么聊天可不好 容易影响工作啊 李嘉一咯咯一笑 那就带着我一起 就当你向我道歉了 我看着她 戴着黑矿眼镜的脸 原来的娇妹 被一副眼镜镇压的 只剩下了端庄 我想了想说道 一起去可以 但是我们得分开睡 李嘉一推了一下黑矿眼镜 你不用暗示我 你想得到我可没那么容易 想想就得了 飞往京都的飞机直冲云霄 似乎这个世界上 只有飞机才可以完成一步登天的梦想 但我不知道的是 这次京都之行 将彻底改变我的命运 飞机上 我拿着平板电脑 反复研究股票的走势细节 希望在以往的交易记录中 找到对手的操盘手法 我把记录拉到半年以前 遮挡住后面的走势 我根据自己的逻辑 一遍遍推演着对手的逻辑 然后再向后推一个 看我的逻辑 是否可以与对手的手法吻合 其实就是掌与爹的推演 只是方向性的 但这对我来说 已经十分重要 坐在身边的李嘉一 沉沉地睡着了 好像一直都没有休息好一样 睡得很深沉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已经靠在了我的肩上 从她美丽的嘴唇流出的口水 已经弄湿了我的衣袖 我看着这个脸上挂着七扭八歪的眼镜 却在熟睡时 展露出纯洁面旁的女人 我的一缕情思 正向她慢慢缠绕而去 夜雨 你等等我 李嘉一拉着行李箱 一路小跑地跟了上来 我回头看向她 我们就出门一天 你还带个行李箱 多麻烦 李嘉一一脸责怪地看着我 有些衣服总要一天一换吧 还有洗漱用品 还有睡衣 酒店的东西我又用不惯 这么热的天 睡觉还要穿睡衣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感觉女人真麻烦 还有你的眼镜 又不禁是戴个眼镜干嘛 我不是你的秘书吗 总要显得庄重些吧 这不是为了让你有面子 嘉一 我就是个炒股的 也没有什么商务活动 要什么面子 再说炒股人谁会在乎那些 无聊的东西 李嘉一摘下了眼镜 随后 取掉了束住头发的头绳 一头漂亮的大波浪长发 瞬间扑散开来 现在行了吧 老板 L 我看着他动人的姿态 好像是没刚才装重了呀 李嘉一把行李箱塞进我的手里 挽住了我另一条胳膊 老板 我们现在去哪啊 我想了想说到 开房的事情晚上再说 我要先去见一个朋友 老板 你和我说话 句句带着挑逗 这样可不好吧 我是你的秘书 又不是你的小秘 我看着他挽着我胳膊的手 我以后要向你学啊 用行动 证明自己的态度 我们出了飞机场 上了出租车 向我的目的地驶去 既然来了京都 正好办一件 我计划的事情 去找莫老 让他成为我的助理 莫老的宅子 自从我和于瑶结婚后 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于瑶和如玉的关系很好 虽然如玉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我知道 她的年纪 应该不小了 把于瑶一直当女儿看待 我在四合院前 敲了半天的门 过了好一会 才传来如玉的声音 谁啊 烦不烦 莫人答应 就走呗 还敲起来没完 随后大门被打开 露出如玉那张 裹色般的脸 夜雨 瑶瑶来了吗 如玉瞬间露出了笑容 但她看了一圈 也没看到于瑶 却看到了我身后的李嘉一 如玉看了李嘉一一眼 然后又皱眉看向我 你来这干什么 瑶瑶没来 你还想踏进这个门槛 我笑着说道 如玉姐 我是特意来看 你和莫老的 带着情人来看我们 李嘉一赶紧走过来 微笑着说道 你好如玉姐 我是叶总的秘书李嘉一 也是于瑶的闺蜜 如玉白了李嘉一眼 冷哼一声说道 自古女子多博弈 唯有闺蜜最伤人 她说着转身走了回去 门却没有关 我知道 她这是同意 我们进去了 我们随如玉 走进后花园 莫老正在那摆弄着一个物件 我远远地向她打招呼 莫老 你还是那么精神啊 莫三准转头看向我 哎呦 你小子的变化不小啊 她说着向我走了过来 上下打亮起我来 你现在一身的富贵起 我家瑶瑶 这是给你带来了多大的福报 我无奈地说道 莫老放心吧 我会对瑶瑶好的 那可不一定 如玉抱着胳膊 不懈地扫了我一眼 莫三准一眯眼 又看向我身后的李嘉一 我赶紧介绍道 莫老 这是我朋友李嘉一 您好莫老 很荣幸见到您 李嘉一说着走了过来 莫三准打亮了一下李嘉一 这个丫头倒是不错 只是执念太重了些 然后莫三准又皱眉看向我 我说你小子 怎么身边总有如此的美女 又是瑶瑶 又是多多 现在又来个依依 你这真是 让我老人家羡慕不已啊 我笑着说道 莫老 我这不过是凡事的山河之美 怎比你的洞庭先进啊 莫三准一条眉毛 笑着说道 你小子 现在会唠嗑了 走 喝茶去 莫三准的茶室 弥漫着淡淡的沉香 如意帮忙准备好了 茶具问道 两个小娃娃怎么样 小叶和小鱼都很乖巧 听话懂事 像他们的妈妈 莫三准说道 两个小娃 命里没有大风大浪 生在富贵之家 瑶瑶对孩子又有些溺爱 孩子大些 你们要多让孩子磨练心智 否则 养成温房中的花朵 看则漂亮 实则一交啊 没有风雨的洗礼 是不能茁壮成长的 我点头说道 多谢莫老指点 洗礼个屁 孩子都两岁多了 爷爷奶奶都没来看过 瑶瑶不疼着谁疼 这个浑小子身边 那么多女人 心都在外面呢 瑶瑶当然要把心意 全放在孩子身上 如意说着 又扫了李嘉宜一眼 随后把茶具一推不管了 李嘉宜见如意的话里 带刺也不在意 微笑着开始熟练地 给大家泡起茶来 一提到孩子的爷爷奶奶 我的心中确实愧疚 因为我的父母知道 我离开钱多多以后 就和我发了很大的火 甚至连家都不许我回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等我忙过这段时间 带孩子去看看爷爷奶奶 他们一定会喜欢 这两个孩子的 莫老 请喝茶 李嘉宜漆好茶 端到莫三准面前 又端给如意一杯 如意姐请喝茶 如意想了想 还是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 莫三准看着李嘉宜漆 漆茶的手法 依依丫头 你的茶艺功夫很熟练 这同样的茶 却能泡出不同的味道 有点本事 李嘉宜微微一笑 我以前经营一家会所 这些手艺也是 和茶艺师学的 茶艺师说 茶水的味道 会与泡茶之人的心和 心中所念 就是茶味所限 让莫老健笑了 莫三准微笑着 又喝了一口 嗯 这味道里透着情意绵绵 但也隐藏着恨意缠缠啊 有些事情 可不是一厢情愿 就能有所成的 爱恨也好 情愁也罢 最终还是逃不掉一个运输 顺势所为 才可心念相合呀 李嘉宜微微一愣 看向莫三准问道 请问莫老 如何才算顺势 莫三准放下茶杯说道 人之气韵也分多种 有好有坏 福气常伴爱笑之人 没气爱找劳道之命 愁眉苦脸 只能迎来凄苦 笑口常开 却能招得贵人常在 你想要什么事 就要做什么事 李嘉宜哥哥一笑问道 那如果有人欺负我 我想报复呢 莫三准向李嘉宜的胸口一指 这就是你的执念所在 这道执念之气 已经沉积多年 既无法释怀 想必没能达成所愿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非要去做 那就唯有借势 借他人之事 借兴衰之事 借博弈之事 借杀伐之事 但是能借来多少 就凭个人的本事了 李嘉宜喝了一口茶水 微笑着说道 原来莫老是高人 莫三准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 其实我说这话 早已在你心中 你是个聪明人 问我这些 不过在试探我的本事 但既想人定胜天 又想天随人怨 这个可不是 简单的动动脑子 我见李嘉宜不说话了 我笑着说道 莫老 我这次来 其实有一事相求 不行 莫三准直接回绝了我 我没想到 莫三准回答得这么坚决 我又说道 莫老 如果你愿意帮我 我什么条件 都可以答应你 然后冲他眨了下眼睛 莫三准捋了 捋自己的胡须 看着我不屑地说道 你小子是不是真以为 我莫千秋是个 贪财好色之人 我告诉你 我可从来都是 君子动口不动手 说说罢了 我一听 这一下彻底完了 看来投其所好 也不是那么简单 没想到莫三准 马上问道 你想求我什么事啊 我认真的说道 莫老 您之前给我岳父做过顾问 后来岳父离世后 公司就和您少了联系 我想请您出山 给我当这个顾问如何 莫三准叹了 一口气说道 于鹏有此意见 回天无数破解不了 人活一世 谁也逃离不了命运的宰割 很多事情 一旦走出了那一步 就已经注定了结果 莫三准说完 把茶杯推到李嘉一面前 李嘉一赶紧又给道上 那 莫老 您愿意帮我吗 你一个炒股的 找我帮什么 难不成 让我给你算算哪只股票 是未来的龙头 这个我可算不了 我想了想说道 莫老 我有个很强大的敌人 他们一直在 寄予于油的家产 并且几次 在股市兴风作浪 我现在有一个机会 可以反制他们一下 但是有什么后果 后面怎么应对 我却毫无头绪 我希望您帮我出出主意 如玉突然插话道 你是说 但看了一眼 李嘉一又闭上了嘴 李嘉一说道 没错 是李嘉 而我已经不是李嘉人了 莫三准微微眯眼 看向李嘉一 然后微微点头说道 原来是这样 李嘉一似乎被人看穿了心事 表情随之严肃起来 莫三准说道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也没有纯粹的是与非 恩恩怨怨 追名逐利 把这个世界推向一片混沌 谁也不能在红尘中做到无瑕 每个人的身上 都染着不同的颜色 七情六欲 把人推向巅峰 也把人拉近 地狱 一旦身处凡尘之中 就无法跳脱出种种因果 真真假假的事情 都能被欲望包装得丰满 虚幻的东西 也可以被理解为信念 莫三准叹了 一口气继续说道 这个忙我真不想帮 这会让我形成更多的羁绊 但是 有些事情 我也看不下去 既然道士 已经下山 总要有所 为方不负心中大道 莫老 这么说 您同意帮我了 我兴奋地问道 不帮 莫三准果断回答 然后看着李嘉一 微微一笑说道 一一地忙 我倒可以考虑 施以援手 李嘉一微微皱眉问道 莫老知道 我的所图 莫三准淡淡一笑 你所图颠覆李嘉 为顾去的至亲 化解那口怨气 李嘉一腾一下站了起来 睁大了眼睛 惊讶地看中莫三准 张了张口 却说不出话来 莫三准也站了起来 淡淡说道 别人都说 我莫千秋看人看事 三准七不准 但我认真起来 看得可准 李嘉一轻咬着嘴唇 眼睛逐渐湿润了起来 似乎想起了痛苦的往事 如玉也站了起来说道 李嘉的手段 我听过不少 虽然立场不同 无关对错 但我站在瑶瑶一边 有人想欺负瑶瑶就是不行 我也站了起来 既然这样 我也愿意诸嘉一一臂之力 李嘉既然愿意抢取豪夺 我也要让他们感受一下这种滋味 入夜后的京都 我和李嘉一 坐在酒店的咖啡厅里 他靠在悠行沙发上 想着自己的事情 我拿着平板电脑 在看今天股市的走势 李嘉一抬起头看向我 夜雨 你知道李孟涵的手段 你和他对上 你不怕吗 如果我怕他 就永远也不可能战胜他 我说着关上平板电脑 这几年来 李嘉在我心里 一直是个心结 我没有多多那样的大意 也没有于君那样的胆量 但我知道 从我选择和于瑶在一起 李孟涵就是我必须 面对的敌人 他们一直在暗处 窥视着于家 我是于瑶的丈夫 即便我害怕 也必须去面对 这些年来 朵朵给了我底气 于瑶给了我 面对敌人的勇气 还有那么多人 叫过我那么多的道理 还有你嘉一 你给了我挑战他们 得契机 这些都是我不怕他们的理由 如果我和李孟涵 必有一战 那么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必须一战 就打得他怕我 那 你不会怪我 一直没告诉你我的目的吧 其实 我带着目的来投奔你 也是为了利用你 我淡淡一笑 加一 三年前在车里 你和我说的那些话 那时我就已经猜到你的目的了 只不过没想到 我会成为那颗关键的棋子 我不怪你 因为这对我来说 同样是机会 业余 这次在股市上的较量 你的把握大吗 我想了想说到 在股市 我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基础 多多的情绪流 凉秋的收割流 技衡的龙头流 我都清楚核心的应用 并且我具备前幅 半路 打板 接力 龙头 反包 各式各样的战法 能看清楚大多数股票 的形态 这些都是 我和敌人对决的底气 如果问我有没有把握 我只能说 如果我把大家的本事 施展出来 我就有足够的把握 在股市 我谁也不怕 李嘉一默默地 看了我一会儿 轻轻说道 业余 你真的变了 变得和以前 完全不一样了 我看向李嘉一 淡淡一笑 我变了吗 其实我什么也没变 这才是真实的自己 李嘉一扑次一笑 你没变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你做事情 是有分寸有边界的 而且 你那时对他多赚一啊 乃会招惹花花草草 嘉一 你知道我为什么 是现在这样吗 是因为你跟别人 学了太多东西 不论好的 还是坏的 而你被不断变化的 环境所影响 对不对 嘉一 你和多数人一样 都以为我是被环境 被别人的影响 所改变的 当时 甚至我自己 也是这么理解的 直到我做了 对不起摇摇的事情之后 我才深深地 反思这个问题 其实 没有人改变我 这才是我自己 你想知道 这个逻辑吗 李嘉一被我逗笑了 你们炒股的人真奇怪 想什么都要总结出逻辑 你说说吧 我听着 我想了想说到 现在这个世界 是个物质的世界 几乎世界上的一切 都会和前扯上关系 这是当前时代的一个特征 从宏观上讲 这是一个前本位的世界 我说的没错吧 李嘉一点了点头 事与我继续说下去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可以说 我是这个社会 最底层的一批人 我从小就没有体会过 物质世界是什么样子 但是却通过耳闻木染 知道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 比如 我很小的时候 就会有人和我比玩具 和我比衣服 和我比学校 甚至比放学后 去小卖店买什么东西 长大后 比谁的工作好 比谁先有了车 什么车 谁先有了房 哪里的房 比谁有了女朋友 比女朋友家里是干什么的 这些 基本上构成了 我对物质社会的初步认知 那一刻起 我的理想 也变得物质起来 我要买大房子 住别墅 买跑车 找漂亮女人 这基本上 是那个时代 男青年的普遍共识 我没说错吧 李嘉一的表情认真起来 默默地点了点头 所以 在我的认知里 钱就是一切 没有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能没有钱 没有钱 会让别人瞧不起 瞧不起我的人里 包括我的亲人和朋友 甚至我自己 这样一个物质观 构成了我的底层逻辑 这就是这个时代 赋予我这样的普通人 最基础的价值观 钱 就是一切 从我开始炒股开始 我就被这个物质的世界 深深地打击 女人 朋友纷纷离我而去 也再次验证了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不是我一个人的价值观 至少 在我的圈子里 我的阶层里 这个价值观是统一的 是可以引发 共识的 我说的没错吧 李嘉一又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道 曾经 我和一群酒肉朋友 在一起玩的时候 有的人开始吹嘘 说得到了 怎样一个漂亮女孩 又有谁 给她送了什么东西 当时的我 也是很瞧不起 这样朋友的 因为我一直以为 自己有品格 我有底线 这样 的事情 让我看不起 后来 我想明白了 人的品格 是有双重边界的 一个是道德边界 一个是金钱边界 曾经的我误以为 自己是个有道德边界的人 直到有一天 我的金钱边界松绑之后 我有了钱以后 我才发现 从小的价值观根本 就没有培养出 我的道德边界 之前所谓的品格 只不过是被约束 在金钱边界里 纯粹是因为穷而已 因为穷 所以才有了边界 有了所谓的道德 后来 我认识了多多 她把我管得很严 甚至吃饭的时候 也要踩着我的脚 她没收了我的股票账户 没收了我那个时候 赚到的钱 后来我炒股 都是你借给我的钱 因为 钱不是自己的 所以我同样被约束 在金钱的边界里 再后来 多多离开了我 我用你的钱 赚了很多的钱 我真正的财务自由了 当我完全打开 金钱边界之后 我才发现 我的欲望有多大 那是来自一个 最底层的普通人 突然极度膨胀的欲望 曾经的那些想法 一瞬间 就填满了我的大脑 我什么都想要 豪车 豪载 美女 而这 其实是我同类人的共识 欲望需要被满足 而我住上了豪载 拥有了豪车 那你说我这样一个普通人 还需要满足什么 女人 漂亮的女人 这一点 我还要感谢多多 因为 她提升了我的审美 最起码 帮我建立了审美边界 不是美女 我不要 这就是我 一个普通人 在物质世界中的逻辑 而且 我可以告诉你 越是普通人 对这个世界的欲望越大 因为 她们从来都没拥有过 却每天被大量的视频 新闻刺激着 这个世界 到处都是裸露的大腿 到处都是纸醉精迷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被熏陶大的 你让我有品格 可以 让我穷一辈子 只要把我从贫困的牢笼里放出来 我就会饥饿地去蚕食 我能得到的一切 嘉一 也包括你 李嘉一静静地看着我 没有说话 我淡淡一笑 我热爱炒股 炒股重新塑造了我的价值观 现在 我只喜欢龙头 多多是龙头 瑶瑶是龙头 你 也是龙头 以后龙头以外的 白给我都不要 所以 嘉一 我想得到你 李嘉一不服气地说道 叶宇 我觉得 还是因为你把更多的爱给了多多吧 所以才对瑶瑶 没有那么多的负罪感 而且 你是不是胆子 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这么粗鲁地对我 听到多多的名字 我的心 瞬间疼了一下 然后我立即想用身边的女人 驱除掉那份痛苦 想上龙头的男人 胆子小 行吗 我说着一把 抓住他的胳膊 把他拉了过来 在他发出惊呼之前 已经深深地 吻在了他的唇上 阳光明媚的下午 景色宜人的云南小镇 在一栋崭新的六层建筑里 六层的大厅中 传来一片欢呼声 十多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年轻人 纷纷离开了自己的电脑 在通道上 开心地跳起了民族舞蹈 一群人 再歌再舞地连起一条长龙 欢笑着 像站在最前面的女人 走去 他们把女人围在中间 用自己民族的方式 表达着胜利的喜悦 为自己的姐姐送上祝福 钱多多 站在人群的中央 一只手 托着自己微微圆润的下巴 笑眯眯地 看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他的眼角 已经有了淡淡的皱纹 这不是岁月的痕迹 是他常年的笑容 刻在眼角的幸福 钱多多拍了拍手说道 好了 各就各位 都回到座位去 不就是 赚了个掌停板吗 瞧给你们开心的 多多姐 我没想到我一个种茶叶的 也能炒股票 是啊 多多姐 阿妈说 我也就能养个鸡鸭鹅 这下我可要让阿妈 刮目相看了 多多姐 我阿哥说了 如果你的爱人 再不回来 他就要来追求你了 这个人说完 大家都笑了起来 钱多多笑着说道 一边去 我比你阿哥大六七岁呢 再说 我儿子的爸爸 可有本事了 现在 可是有名的游子呢 多多姐 那让我妹妹 给你当儿媳妇咋样 钱多多哥哥地笑了起来 你们小丽姐 正在家给我生儿媳妇呢 我们早就定好了 所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都想和钱多多拉近关系 想把这个阳光般的姐姐 变成自己的亲人 钱多多多看了一眼时间 好了 趁现在有时间 我再给你们讲一套战法 一个带着头饰的遗族女孩 赶紧跑到墙边 把一个小黑板拉了过来 钱多多拿起一支粉笔 在小黑板上 写下了龙回头三个字 今天 我给大家讲讲龙回头战法 钱多多见 下面十多双清澈的眼睛 都在认真地看着自己 他微微一笑说道 我先讲讲对龙回头的理解 首先 我们要明确龙回头 指的是什么龙 在古市中有很多龙 比如鲜鱼龙 仙风龙 情绪龙 补掌龙 跟风龙 周期 龙 市场总龙等等 花样繁多 但这里指的龙回头 讲的是高标的市场总龙 或者说身位越高的龙 龙回头战法越有效 首先我们要理解龙回头 为什么会产生 一支市场总龙的形成 需要市场合力 不断地情绪催发 这里凝聚着大量的人气 但最核心的 是这里面有一支 强大的主力团队 在不断推动上涨 当这支主力资金 面临出货的时候 身位越高出货越难 最好的出货方式 就是边调整边出货 这就形成了 向下在向上的波幅空间 而这里 就是龙回头的所在 在运用龙回头战法时 切记 吃的是龙头反抽的肉 不要一想龙头 试走二波 即便走出来了 也不要去拼这种概率 一支总龙的形成 往往低位看不出来 等走到三四板以后了 市场的搏杀 又变得激烈 很多人开始 恐高 又有人 对这个情绪判断不准 所以 玩这套战法的人 都是在等总龙断板后 形成调整 这才是明确信号 我再来说说 龙回头战法的核心技术 这里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 指跌 第二 锁量 第三 形成筹码平台 这也构成了 龙回头战法的全部要点 第一 指跌 龙头走出高位后 一旦断板大概率宣布 龙头走势的结束 这时 是获立盘大量出逃的时机 所以 必然会形成下跌 当盘面 出现指跌信号后 我们就要开始关注它了 第二 缩量 在总龙下跌之后 也许是两天 也许是三天 成交量较前日 明显缩小后 这是第二个关键信号 记住 缩量的前提是 已经指跌 第三 筹码 当龙头形成缩量以后 这时 一定要去看筹码形态 在指跌位置 以及缩量位置的价格范围内 筹码风 呈现出窄幅的尖角 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 已经沉淀到这个位置 构筑好了进攻平台 当这三个指标 依次出现以后 尤其是筹码风 形成尖角以后 去观察它的缩量特征 如果特征明显 且在之前已经出现了 指跌信号 那么当筹码风 形成尖角平台的日子 就是非常好的入场点 因为主力 要发起反抽了 为后续 得出货做准备 到这里 就是龙回头的核心要点 钱多多说完 喝了一口水 一个遗族女孩问道 多多姐 这个龙回头 我们一听就懂了 这个战法 就这么简单吗 钱多多微微一笑 其实 炒股的每一套战法 都不复杂 技术面的东西 越简单越实用 而且之所以 这套龙回头战法 会有效 是因为市场上 专门有一批人做这个 真龙必回头 回头必有肉 吃多少的问题 虽然没有追龙 赚得多 但是确定性更大 更好分辨 上车的难度也很小 所以 难的不是技术 是对技术的理解 多多姐 这三点核心的是 组合去看吗 钱多多想了想说到 纸爹是信号 缩量和筹码搭建 可以组合去看 一般来说 纸爹后的缩量 就是为了搭建这个平台 下午四点 大厅里 只剩下钱多多一个人 他收拾完东西 拿起自己的小头盔 和保温饭盒 向楼下走去 他要去菜市场买菜了 给爸爸妈妈 还有儿子做好吃的东西 他现在做菜的手艺 已经非常好了 甚至还学会了坐鸡坐鱼 钱多多来到楼下 捋了捋自己的短发 戴上小头盔 把保温饭盒 放进电动踏板的后备箱里 他抬起头 看见一辆黑色的 阿尔法大面包车 停在旁边 他的心中 又泛起短暂的回忆 那是五年前 他坐在同样的车里 畅想着和自己 的爱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钱多多幸福地笑了笑 每每想起这些 他的心里 总会出现甜蜜 他拿出车钥匙 启动电动小踏板 小电瓶车 却发出了滴 滴的声音 糟了 昨天忘记充电了 这可怎么办 菜还没买呢 钱多多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推着电动车 向菜市场走去 看来今天回家 又要走好远的路了 那辆黑色的大面包 驾驶围的车门被打来 一个男人走下了车 他的双手 微微颤抖 紧张地紧紧握着拳头 他看着钱多多 正要离去的背影 鼓足勇气说道 老板 我送你回家吧 钱多多听到这个声音 一下愣在原地 那颗本 已经平静多年的心 又掀起了波澜 但他却不敢回头看去 龙头选手 一定是获得 最高享受的那批人 无论是古事之中 还是古事之外 和龙头一起熬战 才能体现出 龙头选手的价值 并且 收获巨大的满足 清晨的阳光 洒进酒店的房间 照在李嘉一 洁白无瑕的身体上 一头漂亮的大波浪长发 现在已经凌乱地 散在他的脸上 露出他朦胧的面孔 这让他看起来更加迷人 我欣赏了一会这副无瑕 他的身段 是唯一一个可以 和鱼瑶比肩的 从头到脚的美 我看了一眼时间 应该去参加古事论坛了 我刚要起身 一条雪白的胳膊 搂住了我 别走 再陪我一会 加一 我再不出发 就迟到了 你在酒店等我回来 不要 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会议 再陪我一会行吗 怎么 这一夜 你还没被折磨够啊 坏蛋 李嘉一说着 就抬起脚丫踢我的腿 然后自己去哀忧了一声 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小腹 李嘉一的动作 似乎引起了疼痛 他称怪地说道 都怪你 一点也不温柔 我起身向浴室走去 谁知道你 这么缺少战斗经验 坏蛋 得了便宜还卖乖 李嘉一说着 拉起被子 紧紧地裹住了自己的身体 我用最快的速度 把自己打理完毕 出门前 我看到李嘉一 还躲在被子里 只露出两只眼睛 偷偷地看着我 这个秘书不错 试用期已过 可以正式上档了 快滚蛋 李嘉一把一个枕头 向我扔了过来 我按照时间 提前到了 京都电视台的七号演播厅 在验证我的身份后 工作人员 把我带到了观众席的第二排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我这次来 就是充数的 随着大厅里的人 越来越多 我竟然看到了梁秋的身影 他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 我小声叫道 梁哥 梁秋回头看到了我 意外地说道 老爹 你怎么也来了 我笑着问道 梁哥也是被请来充数的 不是 我这次来 是给老板捧场的 老板 我一愣 瞬间明白过来 梁哥 你说李孟涵 梁秋点了点头 这时主持人开始了进场 让所有人坐好 说论坛马上要开始了 这次是互联网直播 请大家保持安静 我微微皱眉 我不明白李孟涵来这里做什么 他为什么开始直接露面了 而不是待在幕后 音乐响起 主持人开始了精彩的开场白 无论股市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的感觉都是欣欣向荣 我听着主持人富有渲染力的说辞 看向周围的人 却发现我认识的人 只有梁秋一个 我见过的游资 一个也没有现身 下面有秦自一间会副主席杨波先生 亚太金融商会会长李孟涵女士上台 主持人开始宣布 主要嘉宾 我微微皱眉 看向舞台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一脸和谐地走到台前 又非常绅士地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女士优先 李孟涵微笑着点了点头 一身白衣白裤的她 看起来永远都是那样的出尘 三年的时间 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丝毫的变化 她来到台上 向观众们轻师一礼 然后带杨波坐下后 自己也落落大方地坐在了那里 我不得不说 李孟涵在公众的视野里 表现得非常完美 端庄大气 随和有礼 主持人说道 这次由京都电视台与亚太金融商会 联合举办的股市论坛正式开始 我们先请杨主席给我们讲两句怎么样 主持人笑着看向杨波 这事我才突然明白 原来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是亚太金融商会 原来是李孟涵牵头做的这个活动 CE监会的领导也不过是嘉宾 杨波笑着接过话筒 首先感谢受邀来到这次论坛 能够在这里见到这么多金融界的名人 股票界的朋友 我很开心 在这里先预祝大家有满意的收获 我今天来到这里 也是想接这个平台和大家多聊聊 为了我们 股市更好的明天 一起出谋划策 主持人问道 杨主席 你对现在的股市怎么看呢 杨波说道 首先 我对股市有信心 虽然这两年来 股市一直处于震荡摩底阶段 但这是为了走得更坚定 走得更安全 我们需要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环境 目前 国内的经济持续走高 各行各业均面临着巨大的机会 这些 都是股市的底气 我坚信 随着优质企业的能量不断地传导进股市 在未来的日子里 股市一定会走出健康发展的步伐 蒸蒸日上 伴随着大家的掌声 主持人说道 谢谢杨主席的发言 李会长 也请你说说 对股市的展望 李孟涵拿起话筒 微笑着说道 这些年一路走来 我能获得现在的成绩 离不开温阳 我的这片土地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如今的股市波澜不断 股市反复地震荡 已经 让很多股民失去了信心 这个时候 我必须站出来 用自己的力量 做出贡献 股市 是国家的经济脸面 它映照着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 现在国外的股市 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走势 而我们的股市 却并不能作为一张经济 名片展示给世界 所以 我联合了很多优秀企业 国内外的银行和投资机构 决心为中国股市贡献力量 股市需要资金活力 我们就努力增加活力 股市需要输血 我们就给股市输血 我们不敢说 将要打造一个牛市 但是 我们正在这条路上不断地努力 我希望通过亚太金融商会的运作 为股市锦上添花 祝愿股市春暖花开 一路向阳 李孟涵的谈吐非常优雅 再加上人涨的漂亮 很自然地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支持 伴随着大家的掌声 主持人又问道 李会长 你能说说 商会打算投入股市多少钱吗 李孟涵微微一笑 初步计划 我们商会对股市的投入 不会低于3000亿 台下一片惊呼声 随后奉献了热烈的掌声 这个女人才是干实事啊 到这一刻 我彻底明白李孟涵的用意了 她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给自己的资金 做宣传打广告 为自己的资金投入壮大声势 吸引更多的跟风资金 按照李嘉一给我提供的信息 李嘉这两年 在股市上亏了不少钱 他们想利用这次机会 先让自己减少亏损 然后 在适当的时机 再去做空股市 有拉有打 赚两次钱 随着李孟涵发言的结束 这次论坛也正式展开 主持人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纷纷请台上和台下的嘉宾回答 这个活动定的调子很清晰 为了股市更好的未来 参与回答的嘉宾 也都立足这个基础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 所有人说的 都是常年说的车咕噜话 老生常谈而已 毫无新意 在我看来 这些回答问题的人 都是安排好的 我一脸不屑地看着这些人 感觉自己这次来得毫无意义 我回头看向台上 却发现 李孟涵已经发现了我 正在面带微笑地凝视着我的方向 当我的目光 和李孟涵交汇时 我的心底 不自觉地产生了愤怒 这个女人 曾经要毁掉于瑶的脸 而且 她还曾经要伤害钱多多 我微微眯起双眼 也开始凝视她 李孟涵已经成为了 我最大的仇人 随着台下一个嘉宾发言的结束 主持人说道 感谢这位游子的发言 我们也希望股市更好的发展 让更多的人 分享到股市的红利 下面还有谁有建议 请举手示意我 又有一群人举起手来 这时台上的李孟涵 拿起麦克 微笑着说道 我想听听这位游子先生 对股市有什么见解 第二排 右鼠第三位 他说着 直接伸出手指 指向了我 一个工作人员 拿着麦克向我走来 我知道今天所有人来到这里 都是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但我看着李孟涵那一脸的笑容 让我感到恶心 我把他的举动 视作一种挑衅 我接过麦克站了起来 快速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 有一句话 越近千番归来仍是少年 我认为 用这句话来形容 我们的大A再贴切不过了 无论经历多少风雨 多少年的历练 我们的大A 仍然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他又像个女人 即便已经给了他全部的热情 但他的胸仆子 却丝毫也丰满不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股市 伴随着台下一些人的笑声 我继续说道 但其实不是他不想成长 也不是他不想变得丰满 而是在他需要营养的时候 有些人无情地剥夺了 他们手中的食物 他也想成为男人 他也想成为诱人的姑娘 但有人一直在抽他们 得血 喝他们的血 让股市无法成长 全场已经鸦雀无声 大家都在听我说下去 我继续说道 如今的股市 充满了霸道和野蛮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在这里只有相互间的杀戮 表面上看是资金的对决 但实际上 是不公平屠戮着公平 是企业拿着自己 得武器 伤害手无寸铁的股民 当下 我们的股市已经面目全非 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投资市场 而是少数人的提款机 几个人的菜篮子 是全体股民的韭菜地 我说完这些话 已经听到一些人的惊叹声 我犯了大忌 我不该把背地里的悄悄话 堂而皇之地搬上大雅之堂 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我不在乎 我看着李孟涵继续说道 在股市的世界里 疯狂的强盗变得更加疯狂 嚣张的狂徒变得更加嚣张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里 没有滋生风貌的庄稼 却滋生了一个个恶毒的庄稼 他们肆无忌惮地 收割着股民的血肉 甚至 连一幅幅白骨都不愿给他们留下 相互间的绞杀已经成为常态 完全脱离了投资市场的意义 这是屠宰场 更是一群狂人的天堂 站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紧张地说道 这位先生 我们在讨论对股市的建议 请您注意您的说辞 没关系 让他继续说下去 杨博严肃地看着我说道 工作人员又回头看了李孟涵一眼 李孟涵微皱眉 看向我没有说话 我微微咬牙看着李孟涵说道 不论我在股市中是什么身份 但我就是一个股民 作为一个股民 我有资格说这些话 李孟涵淡淡一笑 请这位先生继续说下去 我轻蔑地看了李孟涵一眼 继续说道 在国外的股市 一路长红高歌猛进的时候 为什么唯独我们的股市 一直飞奔在大草原上 因为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缺少种子 曾经一批批的种子来到这里 在它们还没有成长的时候 就被人收割了 割得连根都不剩 有多少股民对股市失去了希望 不 应该是绝望 有的选择了销户 甚至有个别的选择了销户 它们无法面对 没有生存机会的世界 这让它们对这个市场 完全失去了信心 当这个市场失去种子的时候 怎么可能茁壮成长 这位先生请你不要说了 那个工作人员上来 抢我手中的麦克 被我一把推开 我大声说道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政策 也不需要所谓的抄底资金 甚至 我们不需要这个市场 给我们公平 我们只需要让那些 猖狂的人不敢猖狂 让那些嚣张的人不敢嚣张 收紧对企业的宽容度 加大他们的吸血 成本 用严格的规章制度告诉他们 股市不是提款界 不要以为公司上市了 就一步登天 不要以为勾结外部势力 就可以做空股市 这里不是他们的天堂 要用强硬的手段 告诉所有人 谁敢肆意妄为 这里就是谁的地狱 全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我 那个工作人员 又过来抢我手中的麦克 被我一下推倒 我怒视着李孟涵的笑脸 大声说道 李孟涵 我告诉你 没有人敢来做空股市的市场 企业不敢肆意喝血的市场 让两一股 民看到生路的市场 才会春暖花开 一路向阳 我说完 一把将手中的麦克 扔在那个工作人员的身上 大步走出第二排 转身向门外走去 我一刻也不想待在 李孟涵组织的局里 这位先生 台上的杨波这时说道 很高兴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回去会认真讨论的 我停下脚步 这是我今天在这场活动里 听到最舒心的一句话 我输了一口气 冲台上的杨波点了点头 这时主持人问道 这位先生 请问你代表哪家企业或机构 叫什么名字 我不代表任何机构 我转头看向主持人说道 今天的我代表两亿股名 我叫叶宇 股市中的巨狼叶宇 叶宇 我刚走出京都电视台 就有人叫住了我 我转头一看 脱口而出 大舅哥 你怎么在这 去你大爷的 谁是你大舅哥 一脸怒气的前程 向我走了过来 啊 前哥 我们又见面了 此时见到前程 让我十分尴尬 他知道自己的妹妹 对我有多好 而我和多多 却没能走到一起 前程走过来 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气愤地说道 你个混账东西 当时看到你对我妹妹 有嘴滑舌的 就知道 你不是个好东西 你把我妹妹害得那么惨 现在有家都不回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前家没人了 我听到前程的话 默默地低下了头 哥 是我不好 你打我一顿吧 就当给多多出气了 打你 放了我的手 前程说着 一把推开了我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道 刚才你在大厅里说的话 我就在你后面坐着 我都听到了 算你还说几句实话 哥 你也是被请来做嘉宾的吗 不是 那个李梦涵在我公司融为一笔钱 我过来看看 我一论问道 李梦涵找你借钱 借多少 二百个 不是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这可是商业机密 我想了想问道 那在你的圈子里 你知道还有谁借他钱吗 前程皱着眉瞪了我一眼 很多投资机构都借了 李梦涵手里有很多固定资产 他这样的属于我们 这个行业的优质客户 据我了解 他的融资规模 已经超过一千二百个了 钱哥 虽然我和多多分开了 但是论关系 我要比那个李梦涵和你近些吧 少跟我在这套近乎 你想说什么 哥 我猜测 这个李梦涵有可能会做空股市 前程瞥了我一眼 这是我早就知道了 我国外的同事和我说过 而且 这次他们做得非常大 在国外也融了不少钱 有很多公司和李梦涵合作 我美国公司的股东也参与进来了 我无奈地说道 你明知道他要祸害股市 你还借钱给他 你这一点和多多比 可差远了 去你大爷的 美国总部特批的 我能不借吗 我看着气呼呼的前程 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 那你能借我点钱吗 给我做个配资 五倍就行 前程恶狠狠地看了我一回 我说 你小子这脸皮得有多厚啊 你那么对我妹妹 还好意思找我开口配资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是不想让李梦涵的计划得逞 就凭你 前程被我逗笑了 叶宇 你这吹牛的本事见长啊 你知道 人家为了这次做空 单单在国外 就组织了多少钱吗 那是几千亿 你想想 这么大的投入 国内会有多大的动作 凭你 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但我总要试试吧 至少我可以通过他们的 做多赚些钱吧 前程想了想问道 你想赔多少个 五百个 前程一脸 惊讶地看着我问道 你能拿出来一百个亿的保证金 我点了点头 不行 太多了 我信不过你 最多给你做三倍 我又点了点头 前程又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道 你小子是故意说五倍的 实际上就是想和我接三倍 我微笑着说道 哥 那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有保证金 L 我回到酒店 李嘉宜已经起来了 正在那用电吹风 给自己做大波浪的发型 嘉宜 订机票吧 我们马上回去 李嘉宜放下电吹风 用梳子梳了梳头发说道 今天是周六 那么着急干什么 要不 我们再住一天 我看着换了一身黄色长裙的他 鲜艳的裙色 把他的肤色显得更加漂亮 皮肤白腻地泛着荧光 我淡淡说道 我刚才在论坛上看到李孟涵了 李嘉宜转头看向我 过了几秒他问道 你是说 这次论坛是李孟涵搞的 和聪明人聊天 真的很省事 我点头说道 对 他要把进入股市的事情宣传出去 引来跟风资金 这么说 李孟涵没弄到足够的钱 所以想借力打力 我随口说道 在股市 想做四两拨千斤的事情 可没那么简单 他又不是钱多多 我说完这句话 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 我又想起了 多多在和李孟涵 股战时的场景 那个风采绝伦的女人 李嘉宜见我突然不说话了 她走过来 坐到我的腿上 双手搂住我的脖子说道 你又想她了 现在有我了 还不能填满你的心吗 我对她认真地说道 嘉宜 她在我心里 谁都比不了 以后这样的话 不要再说了 那 在你的心里 有我的地方吗 暂时没有 我的心一大半是多多的 剩下都是摇摇的 夜雨 你 李嘉宜轻咬着自己的红唇 眼神中充满了忧怨 嘉宜 我希望你清楚 我从来没想过 和你谈感情 李嘉宜气地 从我身上站了起来 我一把搂住她纤细的腰 把她又按在我的腿上 我微笑着说道 但我非常喜欢你 你的美丽 已经彻底征服了我 甚至和你在一起 让我前所未有的舒服 那你心里 为什么不能有我 我不想再纠缠这个话题 去 赶紧订机票 我一刻也不想和李孟涵 待在同一座城市 她会让我恶心 李嘉宜乖乖地 去拿手机订机票了 我看着这个身材妖娆的美人 想着昨夜发生的一切 到现在还让我如痴如醉 她确实是个万中无一的女人 世间最好的游物 李嘉宜订完机票 绝着小嘴 又轻易地坐到我的腿上 脱掉鞋子 把整个人都缩进了我的怀里 她依偎在我的身上说道 老板 你再宠宠我吧 回去就没机会了 面对这样撒娇的她 没有男人抵御得了 她的姿态娇艳得 就像一朵美丽的花苞 让人情不自禁 想打开一片片花瓣 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样子 我握住一只柔嫩的脚丫 笑着说道 怎么没机会 你以为我还舍得放过你 你马上就要开战了 哪有精力管我 她看了看 被我握在手里的脚 笑着说道 你闻闻 可香呢 我抓起一只亲了一口 奇怪地问道 怎么这么香 李嘉宜微红着脸说道 我知道你喜欢他俩 特意做了香薰呢 以后每天都是香香的 香薰 不会吃多了中毒吧 李嘉宜哥哥笑着说道 大郎 该吃药了 那是吃药吗 分明是人间美味 我正要打开他的花瓣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断了我的热情 我一看手机号 是京都的一个座机号码 想了想 还是接了起来 你好 哪位 请问 是叶宇先生吧 是我 什么事 我这里是 GU院秘书室 有人要见你 请你马上下楼 我们的车牌号码是 没等他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神经病 现在骗子这么嚣张吗 冒充GU院的 李嘉宜轻轻抚摸着我的胸口 这说明我的老板越来越厉害了 层次越来越高了 他说着也笑了起来 我看着怀里的美人 正打算打磨一下他的战斗技巧时 房门被敲响了 我叹了一口气 把怀里的他搬到床上 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一男一女 两个穿着蓝色西装的人站在门口 是叶宇先生吧 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 有人要见你 那个男人说着 从怀里掏出了工作证 封面有个巨大的国灰 我一愣 上下打量起两个人 两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挺拔的身姿透着浓浓的坚硬 最让我注意的是在他们蓝色西装的领口 带着一个小小的国灰 我接过那个男人的工作证 仔细看了起来 我惊讶地问道 你们是GU院办公室的 找我有什么事 那个女士看向我微笑着说道 叶先生 我们的时间很紧张 请你配合我们 具体什么事情 你到了就知道了 请你放心 你是安全的 这时李嘉一也走了过来 认真地打量着两个人 我能和叶宇一起去吗 对不起 女士 不方便 那个男人说着 向我做了个请客手势 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和他们下了楼 楼下停着两辆红旗轿车 另外有两三个人 穿着一样的着装 站在车旁 我被安排进第二辆车里 那个男人坐到了我的身旁 我们这是去哪 我不是犯了什么罪吧 我有些紧张地问道 坐在前面副驾驶的女人 微笑着转过头来说道 叶先生放心吧 我们调查过你 到目前为止 你是清白的 我们带你去治愈院 有人要见你 其他的事情 你就别问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有些提心吊胆地坐在车里 只能寄来之则安之了 我打量着这辆车的内饰 还别说 现在国产的红旗车还真不错 既舒适 又豪华 我们的车直接开进了 去治愈院的地下停车厂 来到一个特殊通道 我下车后 被安保人员重重检查 取走了我的手机和钥匙 放在一个铁盒子里 又进行了各种扫描 我被两个人带着乘坐电梯 到了一处大厅 那里已经有一个 五十多岁的男人在等我 我身边的人 说到我们把叶宇带来了 然后转身离去 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微笑着说道 你好叶先生 我是领导的秘书 请您稍等一下 领导正在会见客人 啊 好 我已经完全梦了 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 更不知道 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那个人又走了过来 亲切地说道 请您和我来吧 我随他穿过几个办公室 来到一个对开门前 秘书打开大门 请我进去 我走入办公室 这里很庄重 一张办公桌后 竖着国旗 而在办公桌旁坐着 一个男人 一个我只在电视上 见过的男人 那个男人微笑着 走了过来 你好业余 说着向我伸出了手 我已经紧张地满手是汗 赶紧在裤子上擦了擦 激动地双手 捂住对方的手 您好领导 我 我没想到 有机会能见到你 领导微笑着说道 请坐吧 我找你来 是因为我关注到 上午的股市论坛 我听到一些话 让我有些感触 我紧张地坐在沙发上 双手紧握着 放在腿上 领导 我在论坛上 有些唐突了 说的话有些鲁莽 这时 那个秘书给我递来一杯茶水 微笑着说道 别紧张 我们领导很随和 领导温和地说道 叶宇 你说的那些话 虽然带着冲动 但是我听得出来 这些话 同样发自你的内心 我们的股市 这么多年来 一直走得坎坷 国家队和外围做空势力 打了一次又一次的保卫战 但始终没有扑灭空头 力量的火种 就是因为 打得他们还不够疼 不够怕 我们还没有 把空头打到绝望 这次找你来 我就是想听听 来自一个股民的想法 我搓了搓手 又把手心的汗水 擦在裤子上 我想了想说道 领导 我相信 每一位股民 都希望股市好起来 健康的股市 可以激发更多人的投资热情 但一次次的做空事件 显然不是外部势力 可以单独操作的 股市中沉淀 了大量的协同资金 一旦发动 破坏力不仅在股市 还在人心 资金一旦恐慌 就会发生股牌效应 因为我们的股市 对于资金来说 更重视的是情绪 这也是空头有勇气 反复挑战我们的原因 因为他们可以以小博大 我见领导微笑看着我 我继续说道 我经历过两次 与空头力量的博弈 其实毛定豪股市的情绪点 同样可以以小博大 与国内的做空势力 形成博弈 但归根结底 国内空方的资金撤出 反而增加了灵活性 他们可以 寻找低位再进来 为下一次的搏杀打基础 我认为 想让敌人疼 就要打他的要害 既然外部势力 在国外做这些交易 我们也应该有一支队伍 去钳制他们 他们想让我们崩盘 我们就让他们爆仓 只有这样 才能让敌人 不敢轻易地招惹我们 领导点了点头 我们的股市 生长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我们在经济面上 要赋予资本自由 只要在法律法规的边界之内 这个自由是 需要被维护的 也恰恰是因为这样 使一些人钻了空子 每一次互盘 只能用同样 得资金方式去化解 资金间的冲撞非常巨大 这实际上 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所以 我也想通过一场战斗 打得敌人心服口服 领导微笑着说道 业余 我相信我们的股市 也有很多的英雄 他们在关键的时刻 敢于出手 敢于正面迎接挑战 是的 这让我想起了 钱多多的那一战 一线油资 纷纷加入战斗 我坚定地说道 领导 您需要我做什么 领导微笑着摆了摆手 我让你来 并不是要安排你做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 中国股市会越来越好 不要失去信心 你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必将会诞生一个强大的股市 业余 既然你说 代表两亿股民 那我就告诉你这个 代表 中国股市必将雄起 我呆呆地望着这个男人 心中已经升起了激动 这一刻我决定相信他 因为我的祖国 一直在不断地强大 秘书这时 看了看手表说道 领导 时间差不多了 您还要见一位客人 好 领导站了起来 微笑着说道 很高兴能见到一位股民 股市是国家的 也是人民的 更是股民的 我希望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成长的不再是韭菜 而是一片繁茂的森林 一片苍天大树 我激动地握住领导的手 这次手心里不再有汗水 而是满满的热情 领导 我作为一名股民 也会为了我的祖国尽力的 领导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在我即将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 领导又叫住了我 叶宇 你记住 你的身后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而且我们的国家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 我郑重地看着这个男人 大声说道 是 我随秘书来到他的办公室 我一看时间已经中午十二点多了 我忍不住问道 都中午了 领导还这么忙啊 秘书看着我微微一笑 领导的日程都是提前制定好的 今天见你 是取消了午餐的时间 我的心里又是一阵感动 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秘书打开办公桌的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的手机 他看着我笑着说道 巨狼夜宇是吧 这个名字不错 希望你也能成为守护股市的一匹巨狼 他说着 把那部手机交到我的手里 继续说道 国家机器很庞大 一旦开启需要很多步骤 我们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但工作都很重要 所以有些时候 这台机器的启动会稍微慢一点 这部手机可以直接联系到我的秘书处 会有人24小时待机 如果你发现外围力量有什么动作 第一时间告诉我 争取我们通过一次战斗 让对方受到深刻的教训 我拿着这部黑色的手机 我知道 自己在面对空头力量的时候 我多了一件锋利的武器 那是国家战略 我又被接我来的两个人送回了酒店 这次行程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梦一样 但是再次回到酒店时 我的心中已经充满了勇气 那是一种可以搏杀空头的决心 我回到房间 李嘉一正一脸担忧地等着我 我一下躺在床上 感觉整个人因为刚才的紧张 已经耗光了力气 嘉一 把机票改明天吧 我要好好想想我的计划 李嘉一爬到我的身边 好奇地问道 老板 你刚才去哪了 见了什么人 能告诉我吗 那可不行 这是我的秘密 我笑着答道 李嘉一想了想 把头枕在我的身上 那一定是好大的关吧 啊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进入了自己的沉思 我不能再做潜伏 然后抢先出货的事情了 我要顶住李孟涵的抛压 为国家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并且我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战友 我的计划 要重新设计 李嘉一确实是个完美的情人 他不仅能照服我的工作和身体 还能帮我出谋划策 我把我的想法一遍遍推演出来 他帮我一遍遍地修正 弥补里面的漏洞 当我把整个计划融会贯通以后 已经是深夜一点了 然后他又提出了新的计划 我们两人反复推敲 这一次由我来帮他弥补漏洞 两天后 我的操盘大厅 两只五进六拳给我顶住 我们要封住这个掌听板 我大声发布命令 叶哥 抛压太大了 里面有主力觉醒跑了 小虫大声反馈 我咬了咬牙 正要发布命令的时候 我的观察员突然说道 叶哥 总龙炸板了 什么 封单减少钱 怎么不说 信息量那么多 我 我也是当看到的 观察员小声便捡 我气得拍了一下桌子 通过这两天的团队作战 我越来越发现这个队伍能力 太有限了 问题太多了 所有中未飙 撤单 出货 快 所有跟随总龙上来的跟风龙 总龙炸板 意味着这些跟风 一个也活不了 叶哥 有人和按钮了 他大爷的 我们也和 快 跑慢一步 明天又是个跌停 随着市场总龙的倒台 一众的跟风龙 尤其是离总龙身位最近的最危险 这种力量 就像传染病一样 会迅速逐急向下蔓延 直至蔓延到三板 甚至有时到二板 小虫 东城 你们带队发掘 首板不涨 今天是高低切窗口 相关属性的板块 一个个给我拉 争取我们自己 干出一个不涨龙来 直到这一天的收盘 市场上的高标从九板 一下被压制到三板 空间板全部被打光 一下就回到了情绪冰点 可恶的轮动市场 又要开始了 所有的资金 都开始疯狂地试探 首板开始群魔乱舞 都想争夺这个不涨龙的身位 但是资金越分化 越难形成气候 首板的炸板又开始了 然后再崛起一批 再炸掉 真正存活下来的 没有几个 随着下午三点的到来 大盘收拾了 我拍着手 引起大家注意 然后大声说道 今天 我发现大家 存在太多的问题 尤其对市场情绪的理解 这严重影响了 我们的反应速度 现在正好有时间 我再给大家说说 我的秘书李嘉一 先给我递来一瓶水 然后自己也拿个小本 准备记录 我对情绪的理解 我喝了一口水说道 大家都知道情绪周期 并且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情绪周期的说法 被越说越多 越说越复杂 明目花样种类繁多 这对你们的进步 没有丝毫的用处 只会增加复盘的难度 因为越细化的理论 越需要精准的匹配 但是我们的市场 拥有无穷的变化 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 轮动周期 和主线周期的理论 但是现在仍有人分不清楚 那么 我今天就再给你们提供一种方案 用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周期 瞬间明白 我们处在什么周期 我看了看 大家都在认真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道 大家都知道 童话软件有个连班天梯 我的理论 就是围绕这个为基础制定的 所以我管它叫做 天梯法则 用一套最简单的标准 去理解周期变化 情绪变化 情绪周期代表着赚钱效应 情绪周期代表着 龙头选手的核心锚定点 我要说的天梯法则 就是把复杂的情绪周期理论 优化到最简单 让初学者 也可以一看就明白 我在这里 给你们这个标准以后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烦 低级错误 我说完这些 看了观察员一眼 其实 我要说的这些 主要是给他听的 记住我说的以下标准 第一 连班天梯中 连班高度被压制在三班以内时 一律可以认为 是情绪冰点 这个阶段 以板块轮动为主 因为主力资金 没有做多预期 基本上都是为了连班套利 这个阶段 板块内没有资金 的持续流入 资金没有更高的预期 所以天梯中 高度只有三班的市场 是个残酷的市场 我们要知道这是情绪冰点 市场没有主线 第二 天梯中 出现三进四成功 这个阶段 大家一定要关注四班的龙头 它自身的属性中 发酵了多少 它的哪个属性 最被人认可 它的四班 高度激活了那个属性 属性板块中 有没有形成首板战队 如果出现了首板 战队 带动了板块效应 那么 这个时间点 是轮动 向主线切换的开始 记住 是风格切换的开始 不是已经形成了 主线效应 而且这个开始 一定是四板 带动了自身属性中的 某个板块 发生了共振 否则 依然是轮动 第三 出现了四进五 并且激活的板块中 出现了梯队相应 比如521梯队 甚至5321梯队 梯队越完整 意味着这个板块 被资金认可度越高 这说明板块 形成了红锡效应 外围资金 在持续进入 这个板块 被更多的资金 认可 安全度开始增加 但是这个时候 仅仅是主线行情 发出了萌芽 不要疯狂地认为 主线来了 因为到这里 主力资金的渗透度 并不深 依然能够在 两天内跑干净 只是主线行情 有形成的预期 记住是预期 第四 天梯中出现六板 这是个关键的节点 这个高度的奠定 意味着资金的大门 开始敞开 这个板块 被多数资金认可 主力有信心做多 并且要从龙头的梯队 可以明显看出完整性 比如已经出现了 二板三板甚至 四板的助攻龙 板块内 每天都有新的手板出现 到了这个环节 是主线凝聚出了大事 资金开始逐步深入 但成熟的主线周期 并没有真正的呈现 只是大量的资金 开始埋伏而已 在情绪周期中 随着六板的出现 这里 可以定义为主线激活 第五 六进七成功 连板天梯中出现了七板 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七板的形成 代表着市场的态度 资金的态度 龙头的板块梯队 彻底形成 这是主线真的来了 这也是预期主线 向真正主线的过渡 主线行情进入 为婴儿状态 记住 是婴儿状态 并不是成熟状态 第六 七板一旦打破了八板 甚至九板的稚骨 记住 这个时候是主线行情 真正到来的时间节点 主线开启了 这个龙头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即便它断板 只要它不跌停 先锋龙 捕掌龙 甚至穿越龙都会出现 而老龙 则是整个主线的周期龙 只要它不跌停 记住是不跌停 这个主线行情 就一直存在 这才是真正的主线时代 只要周期龙不到 捕掌龙受到空间压制 再换新的捕掌龙 在主线行情内的轮动发生 但板块属性 一定在接断龙头的属性之内 我们可以有清晰的方向 让人能摸清头绪的 就是主线 我总结一下 我的天梯法则是 三板内 板块轮动 四板 轮动向主线切换 五板 主线资金开始进入 六板 引发市场热度 七板 基本确认主线形成 八板以上 围绕主线猛干 龙头断板不跌停 找不掌龙 然后 围绕捕掌龙猛干 捕掌龙倒了 再找新的捕掌龙 直到最早的老龙跌停为止 这就是完整的主线周期 情绪周期 用联邦高度去判断 大家清楚了吗 这时 坐在我身后的李嘉一问道 那我们在这个周期内 主要买什么 我转头看向李嘉一 看着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写着很多的字 我微笑着说道 有龙头买龙头 有不掌龙就买不掌龙 记住 要么买高 要么买低 中间的最危险 因为中间的都是龙头的跟班小弟 大哥站不住了 小弟 先躺下 如果有不到的小弟 说明他要当大哥 我又看向观察员说道 以后 按照这套逻辑严格地记下来 你在观察盘面的同时 一定要先有准确的判断 你要知道 每个关键的节点 对于情绪来说 是多么重要 今天总龙断板 由于你的汇报不及时 我们明显 跑慢了一步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 以后不要再发生 明白了吗 观察员向我紧张地点了点头 我却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他还是不明白 一个好的观察员 对我来说 太重要了 我回到办公室烦躁地抽着烟 无论手里有多少钱 在大事面前都会不堪一击 我融资加配资的那些钱 一天就亏掉了三个亿 虽然比例不高 但是 我的资金规模太大了 走的每一步 都让我感觉如履薄冰 李嘉一给我端来咖啡问道 今天市场波动这么厉害 李嘉的股票 我们是不是要多潜伏一些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个李孟涵口口声声说几千亿 到现在 我都没见到他的动作 我现在 每投一些底仓 就会造成新的亏损 如果他不动 就这行情 我们的股票甩卖 都没人要 别忘了我们的钱 全是带腿来的 每天 都有巨额的利息 李嘉一想了想说道 但我觉得 他快要动手了 他应该再等市场冰点 我看了看李嘉一 还别说 这聪明人学什么都快 这么快就会炒股了 那是 虽然你不叫 但我会偷偷地学啊 他说着向我走了过来 站在我的身后 把我按起肩膀来 老板 我也想学炒股 你有时间就多教教我呗 就今天晚上怎么样 不行 我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我还要回去看孩子呢 我真羡慕瑶瑶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 如果我也有一个就好了 李嘉一轻轻说道 但是我的心里 却是一紧 嘉一 现在的事情这么多 你可别想没用的事情 李嘉一打了一下 我的肩膀 哼 我又没说给你声 想得美 他说着头也不回地 走出了办公室 看来是不高兴了 我又点起一支烟 发现了一个问题 龙头虽然是最美的 但是龙头也是最强势的 我们两个确立关系之后 他的战友欲明显表露出来了 他有点想和鱼摇争风的意思 他不会想打出穿越 去争作那个市场总龙吧 我暗暗 摇头 看来我必须打压他的想法才行 晚饭后 我在儿童活动室里 陪孩子玩 我坐在地上把手里的小球扔出去 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地去争抢这个小球 然后再还给我 孩子真的很容易满足 这种斗宠物的方式 也能给他们无比的快乐 单纯可真好 让人背负 而沉重的 是欲望 鱼摇也坐在地上 满脸幸福地看着我们玩耍 我把小球一下扔到鱼摇的怀里 孩子们又笑着向妈妈跑去 被鱼摇轻腻地搂在怀里 我看着三个天使般的面孔 心里充满了温暖 感觉无比的满足 老婆 你可真好 知道我好 就要每天按时回家哟 要不然 你的好老婆会想你的 我拍了拍手说道 来 老婆 让老公抱抱 鱼摇把怀里的小球扔到一边 引得孩子们又去争抢了 她听话地来到我的怀里 一瞬间满怀地柔软 我紧紧地搂住她 轻轻说道 老婆 你可真会生啊 一次就给我生了两个 这么可爱的孩子 鱼摇温柔地说道 等孩子大一些 如果你还想要 我再给你生 我知道女人 如果愿意为男人生孩子 那一定是绝对的爱 尤其是已经经历过 生育的痛苦之后 我怎么舍得 让你再遭一次罪 我们儿女双全 很完美了 我已经知足了 我亲了她脸颊 一口继续说道 再说 现在你的身材 已经很完美了 不需要再发育了 我看着你 总能想起一首歌 什么歌啊 大帝 鱼摇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是大帝 我把手放在大帝上 因为你是大帝啊 鱼摇用头 拱着我的脖子 坏蛋老公 手机提示音 打断了我的下一步动作 我拿出一看 是李嘉一发来的信息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打开去看 因为我相信 李嘉一 不会做那么傻的事情 果然 她的信息 是一句话 李孟涵明天开始行动 鱼摇看着信息说道 老公 如果你需要资金 可以和我说的 这两年公司的分红很多的 暂时不用 我的小富婆 虽然有钱 但都是股票市值 你的那些钱 留着家用吧 我有办法 鱼摇想了想问道 老公 嘉一在你那工作的怎么样 她应该很有能力吧 啊 基本上不用我操心 鱼摇看着我微笑着说道 老公 要不 让她给你做小老婆吧 我看她挺好的 正好我在家照顾你 她在单位照顾你 这样我也放心 她竟然用这种玩笑的方式试探我 看来 她是对李嘉一有想法了 我赶紧说道 老婆 别闹 我们就是短期合作 等李孟涵的事情结束了 她就会离开了 鱼摇把她的长发笼 道尔后说道 如果你舍得 我深圳的酒店 倒是需要个总经理 那有什么不舍得 如果她愿意去 我也替她开心 这回鱼摇开心地笑了 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老公 我爱你 我试探着问道 老婆 李嘉一在我身边工作 你不会有想法吧 她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只要老公知道 家里的老婆 才是最好的 我就不怕 男人在外面总不会吃亏 对吧 就算天上的仙女下凡 也没有我老婆好 你在哪 我的心就在哪 面对于尤的智慧 让我特别舒服 知青众的女人 真的太少了 吵吵闹闹的事情 只有缺少智慧的人 才会用 无论男女 一大早 我就来到了公司 看到李嘉一 正在她的办公室里 摆弄着花草 我一进去 就闻到了满屋的花香 嘉一 你知道 李孟涵的详细计划吗 知道 老板打算怎么奖励我 李嘉一边给花草松土边说道 我看着他迷人的背影 对面是个龙头选手 我正好和他切磋一下 看看谁对密集理解的深度 更多些 李嘉一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大侠 那我就看你的精彩表现了 我笑着说道 看着吧 绝对不比晚上的表现差 早会上 我对今天的工作 进行了详细的布置 所有交易员分成两队 东城的小队 针对李孟涵的股票 继续吸货 小虫的队伍 听我随时调动 并且把自己找出的三只股票 交代给他们 9点20分 来到了集合竞价的后半程 我盯着各个板块的走势 以及前期高标的反馈 整个市场一片低迷 情绪仍在退潮 市场正在向冰点靠近 5000多只股票 红盘才900多家 小虫问道 叶哥 我们昨天没出去的那些活 怎么办 人家都喝按钮了 我们还不动手 今天是市场冰点 当冰点达到极致的时候 不是卖点 是买点 我们那些票先不动 静观其变 那你给我们这三只票 什么时候动手 我这我没说到 等我命令 急什么 现在市场的绝对冰点 还没到呢 市场的绝对冰点 这个怎么看 我答到 在市场没有恶意 做空的环境下 大约只剩下600家左右的红盘 就是市场绝对冰点信号 什么事情到了极致 都会物极必反 到了这个关键时间 我们要抓住一个 关键变盘节点 你是说 冰点后的指数拉升 板块共振 我紧紧盯着大屏幕说道 龙头战法的第一条龙 叫做先锋龙 这条龙诞生的最佳时机 是随着市场情绪 跌到谷底后 当大盘指数拉升的那一刻 与之产生共振效应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先锋龙启动信号 这个时间节点 诞生的先锋龙 会被市场高看一眼 共振起来的先锋龙 属于和指数正相关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 属于情绪标 对板块的作用更大 随着9.25分的到来 观察员汇报道 叶哥 大盘指数低开 负0.37% 目前市场红盘 793只 延续昨天的低迷 市场资金较昨日 少了2.7亿 涨停三只 市场最高标二版 暗风单来看会炸板 嗯 知道了 我现在需要做的是等 等那个关键节点的出现 9.30分 大盘开启了 首先引来的 就是一波出货的浪潮 大多数人 都被这个低迷的情绪吓到了 选择了回避 但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候 才是机会 选强的机会 这个时机 也是龙头战法中的第一条龙 先锋龙的最佳出场时机 在一片弱势当中 一个强势票的身份 太关键了 那是对资金的吸引 甚至杂毛可以逆天改命的机会 叶哥 大盘下跌至-0.42 红盘721加 大盘下跌至-0.47 红盘664加 大盘下跌至-0.52 红盘639加 这一刻 我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大盘的K线上 它在一点点的下降 偶尔抬起一点 然后又下来 叶哥 大盘下跌至-0.5 红盘594加 大盘微微上扬了一点 但是下跌的加数却在增多 这说明 有权重骨向上动了一下 我几乎都忘记了呼吸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K线 大盘的K线突然仰起了一下头 我刚要发布进攻命令 却发现一点量也没有 我又忍了下去 叶哥 大盘下跌至-0.54 红盘583加 怎么还没到 我开始焦躁起来 如果对面那三支票有动作 哪怕有一个超过50万的买单 也赶紧告诉我 是 观察员今天突然变得让我满意起来 看来他回去认真做功课了 叶哥 大盘下跌回调至-0.51 红盘594加 我微微皱眉 怎么供着还不来 大盘开始温和地反转 就在我刚放松一点的时候 大盘突然出现一个下沙 叶哥 大盘下跌至-0.59 红盘603加 就在这时 我又看到 大盘的成交量中 出现了一个明显高一些的成交量 随后 K线就仰起了头 紧接着 又出现了一根更高一些的成交量 大盘一下便回了-0.52 就在我压着心里的躁动 打算再等一个确实点时 观察员大声说道 叶哥 对手盘动了 我再也不能犹豫 大声说道 小虫 干 三支票全给我掌停 抢这个先锋龙身位 大厅中的键盘声 一下沸腾起来 我安排的三支股票 同时火箭发射了 一根笔直的白线向上冲去 我又看向大盘 大盘的K线也在不断上扬 没错 我抓住共振了 下一步就是看谁快 谁先涨停 就是谁强 叶哥 同盘共振的股票 有163支 都在迅速拉升 他大爷的 先锋龙的争夺开始了 小虫 快 全用大单往上扫 这个节点是杂毛的狂欢日 都在利用这个机会 少数是为了争夺先锋龙的身位 多数是利用同盘共振拉升又多 为了出货 已经再用大单了 但是有两个票 出现了大量抛压 那就用超大单 给我抢 先锋龙必须强势 我紧紧握着拳头 伴随着连绵不绝的键盘声 我看着三支票的走势 虽然都是笔直的上冲 但是有两支明显慢了一些 那是由于抛压造成的 我在悬谷上出了问题 这两支票的前方有压力位 我本以为靠我的资金实力 能够轻易地打通 但是我错了 我低过了解套资金的跑路决心 叶哥 已经有涨停了 我咬了咬牙 看着自己的股票没有说话 小虫叫道 叶哥 我们涨停一支 又过了几秒钟 小虫又说道 三支全涨停了 L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给我看看 我们排地结 观察员迅速切换页面 然后回答道 按照涨停时间排序 我们排在第四 比第一名慢了九秒 另外两支排在第七和第八 与大盘共振的涨停股 一共十一支 前三位就是我们的对手盘 但我们的三支涨停 也引发了板块的共振效应 已经有跟风出现了 九秒 我的对手很强大 我还是高估自己了 九秒 是巨大的差距 这说明我的反应 速度太慢了 我想了想问道 看看大盘那根带量反转 是哪引发的 观察员迅速调动信息 去寻找那个成交量的引爆点 过了一会 他和我说了几支全中股的名字 我一听 知道自己败在哪了 那几支股票 全是李梦寒吃股的 对方是先拉了自己的全中股 改变了大盘K线的方向 然后 发动的先锋龙共振 这是一套打法 但是 我却没有想到 在我和另外一个龙头选手 对决的时候 我知道这一战 我败了 败在自己没有拳局观 以及反应速度上 我看着大家说的 今天大家表现得不错 接下来的时间 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我安排的那些股票 继续吸货 跟着板块的走势来 别让对方发现 我说完 向我的办公室走去 坐在一旁的李嘉一 紧紧跟了上来 老板 我们到底赢没赢啊 就算没输吧 那和晚上比 哪个表现得更好些 我停下脚步 无奈地说道 我比对手的时间更长些 你说呢 李嘉一哥哥一笑 这么说 还是你表现得好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不是因为身旁熟睡的女人 而是因为 我的那个对手 那个想用龙头战法 帮助李孟涵的人 我把自己理解的战法 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想着对手 在什么时间窗口 可能使用的方法 我在这个阶段 唯一可以 想到的答案 就是对手要造龙 L 按照市场的节奏 去推断 昨天是冰点转暖 市场成交总量 微微突破前日 这说明资金 没有大量进场 而是在试探 在这个成交总量 才不过 七千多亿的市场里 想让市场整体回暖 是不可能的 如果今天市场 成交量不达到 九千亿以上 一旦指数向上 就形成了背离 很容易引发 昨日获利盘的兑现 这样的环境 造龙的压力很大 但只要成功 市场热度 一定会被放大 我相信对手 也会这么想 所以我今天 要和他比龙头的强动 窗外的阳光 照进了房间 睡在身旁的鱼瑶 从蒙隆中醒来 他揉了揉眼睛 懒洋洋地 爬进了我的怀里 老公早啊 我一会儿 给你做早餐去 今天怎么想 亲自做早餐了 最近老公太辛苦了 我给你熬些汤补一补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老婆给你做 我轻轻搂着 他光滑的身子 说到天下最好吃的 已经在我怀里了 和你这道盛宴比起来 人间美食 不过是小菜而已 月瑶有些害羞地说道 老公 昨天你的龙头 又创新高了 七连板 我笑着说道 还不是因为龙头的股性好 三五分钟就能涨停 股性不好可做不到 我说完这句话 一下想到了 自己打算造龙的 那三只股票 股性并不好 我微微皱眉 开始察觉自己的方式 有问题了 打造一只市场高标 需要主力 有深度的潜伏资金 找到准确的时间窗口 发起进攻 能够引发板块共振 与市场上的油资形成合力 只要龙头的气势在 油资走一批 又换一批 一样可以把板位推上去 这一点核心在主力 我的三只票 虽然都有埋伏 但是里面是有老庄的 李孟涵有完整的团队 在运作他们 我想借李孟涵 做多的想法 和老庄形成共识 但是 这种合作能走多远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方就会出来绞杀我 我看向怀里美丽的妻子 微笑着说道 老婆 我总有一天 会让龙头十连板的 月妖的腰 不受控制地扭动了一下 老公 你别把自己累坏了 我现在就给你熬汤去 9点15分 在我的操盘大厅 观察员第一时间汇报 叶哥 我们对手的三只股票 全是大单直接封一字 市场情绪有转暖迹象 资金开始向 对手盘的板块流入 目前 从先锋龙的强度 尚未已经比不过对手了 我对小虫团队说道 我们的三只票 分别上一千万顶一字 看抛压 莫过三秒钟 小虫大声说道 叶哥 我们的一千万瞬间 被抵消了 从拆单上看 全是超大单 里面有大资金要出来 我咬了咬牙说道 他们不是要出来 是想把我们赶走 分别再上两千万 看对方态度 又被匹配了 全是大单 我想了想问道 不算我们的潜伏资金 昨天上板 分别用了多少钱 一个用了九千多万 那两个一点二亿左右 我叹了一口气 撤单吧 对方名牌 要赶人了 今天把昨天进的资金 慢慢出来 百分之七十 不用砸盘 我又进入了思考 我想不明白 对方这么做的目的 我在帮他们造龙 现在等于是他们的战友 而他们不仅要赶我走 还要再不是自己的股票 造先锋龙 这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随着大盘正式开启 由于昨日 共振先锋龙的出现 相关板块 开始了资金持续流入 而我打造的三只先锋龙 由于我放弃了抵抗 全都在红盘 一两个点震荡 并且出现了明显的成接 我知道能接住 这么多钱的 一定是李孟涵的团队 小虫问道 叶哥 今天市场情绪挺好的 我们不出手吗 会不会浪费了时机 我看着对手的三个一字本 始终想不明白 这里的用意 先等等吧 等我想明白 再动手不迟 临近上午收盘之前 股市一片喜悦 脱离了冰点的痛苦 情绪逐渐升温 红盘数量 已经接近了三千二百家 这时小虫说道 叶哥 对方承接得很凶啊 我们扔多少 他们吃多少 这算不算弱转强啊 弱转强 一个二板都没上去的票 都没真正强过 何来的弱转强 要有真正的强 才能看出真正的弱 那个弱转强 才是真的转强 我笑着说完 却忽然感觉 小虫说的话里 有我需要的答案 叶哥 昨天进的资金 按照你的要求 出来了百分之七十 对方全给肉了 丝毫不吝啬 我们安全离场 我听着小虫的话 眼睛却没有离开 墙上的大屏幕 因为我发现了变化 对手的三只股票 那几个亿的风单 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大资金突然撤单了 现在是十一点 二十九分五十九秒 随着十一点三零分的到来 我一下站了起来 我想明白了一切 不是一伙的 可这个形态分离 有什么用 我吃了一口饭说道 形态分离最大的作用 就是强调 自己脱离了跟龙团队 龙一的掌跌 与自己无关 可对手的三只票那么强 早盘为什么要打压我们 不让我们跟上队伍呢 我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对手下午一点整 就会开启大动作 由强转弱 而我们早盘被压制的三只票 会由弱转强 对手选择这三只票的原因在于 昨天已经有手板了 已经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直接拉伸会更有效果 可对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了想说到 昨天是市场冰点 今天他们再造一次情绪冰点 这样历劫之后 仍能走出来的 才是真龙 毕竟现在市场的环境不好 没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龙头 是不会让市场信任的 午饭后 我给几横打了个电话 请他帮忙约一些国内知名的游资 我要组织一次见面 关于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危险 几横答应得很痛快 他说也想借这次机会 和大家聚聚 这次要弄 就弄得声势大点 人多点 我们大致确定了时间 电话结束前 我叮嘱他 小心隆一的动作 几横说已经关注了 放下电话 我来到操盘大厅 距离下午一点 还有三分钟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我们下午要开始大量建仓了 敌人即将发起进攻 在这之前 我们要尽量多地 拿到低价筹码 随着时间的变化 马上下午一点整 我紧紧盯着对手盘的三只股票 在度过中午的最后一秒后 那三只股票 同时发起了动作 本来紧紧贴在天花板上的白线 突然像失去了粘性一样 被大地的引力 瞬间拉了下来 龙一龙二到龙三 三只股票 齐齐开始下杀 这三只票 代表着市场上的最强票 这个动作 足以经到所有人 开始了 大家做好准备 我大声说道 如果说 有一种战法 是可以搅动股市风云的 那一定是龙头战法 因为龙头战法 玩的是情绪 它能引发市场的情绪 跟着走高 同样可以引导市场情绪 发生恐慌 三只股票的白线 齐头并进 就像是三头强壮无比的雄狮 齐齐从高牙跳了下来 速度之快 快得惊人 我眼睁睁看着三只股票的点数 从涨停位的十个点 一瞬间就变成了 6.22.7 -1.9-3.2 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支撑 但是匹夫之勇 怎可汗天 就在不到一秒的支撑 过后 瞬间激起的小土包 就被洪流冲散 -3.6个点 -6.1个点 -8.3个点 -10个点 跌停 随后立刻扑上了 三个亿的鸭单 龙一龙二和龙三 同时从涨停到跌停 发出了最强的情绪信号 同时天地板 快汇报涨停队伍的情况 观察员马上说道 今天涨停 31只股票 开始全线瓦解 已经有11家榨板了 19家 26家 31家 全炸了 情绪还在快速扩散 已经开始向 未涨停的股票扩散了 三只 龙头的板块资金 快速流出 不 飞速流出 大盘发生共振 指数快速下跌 市场上 已经出现了8只跌停 不 现在是11只 这就是龙头战法 可以引发的情绪力量 一点待面 星火燎原 三只龙头 就像扩散病毒一样 快速传递着悲观情绪 大量的恐慌出现了 昨天跟着龙头进场的资金 开始疯狂跑路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时候 跑 是第一个 选择 这就是资金敏感性 如论是投资或投机市场 资金安全 永远在第一位 大盘开始快速下跌 情绪蔓延得太快了 跌停已经达到了37甲 李孟涵找的人 确实是个龙头高手 他竟然用三只票 造出了这样的声势 他利用昨天的市场冰点 通过大盘共振 造了三只最强的先锋龙 今天又用市场上的 三只最强票 引发了情绪海啸 他的目的是在市场冰点之后 打造情绪冰点 我忍不住大声说道 他娘的 他是要在市场与情绪双冰点之后 打造破橘龙 突破冰封的龙上龙 牛逼 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对手 他把龙头的情绪拿捏得太好了 叶哥 现在跌停已经到了67甲 所有涨停全面 大盘下跌-0.57 市场只有1200甲红盘 又到市场冰点了 不 这不是市场冰点 这是情绪冰点 市场会反应过来的 大盘马上就会向上的 我的话音刚落 大盘指数开始拉升 我再次看向自己上午卖出的那三支票 对方一定是要拉他们 所以才会挡我走 对方担心我会捣乱 毕竟我有先手 那三支股票真的动了 再次踩着与大盘共振的节奏开始动了 齐齐开始火箭发射 双共振 三龙齐飞 破局龙来破局了 破这个市场冰点之局 快 所有人 围绕着三支龙头的板块 我们潜伏好的股票 开始大量买进 短短几秒钟之后 上午 把我赶走的三支股票 齐齐上板 一进二成功 这个一进二的影响 非常巨大 它是顶着情绪冰点干上来的 在所有涨停度炸板之后 最强先锋龙被打倒之后 顶着巨大的市场压力 一进二成功 那是什么 行为 是强大的行为 这就是对龙头强弱的理解 不能仅仅从时间的维度去看 最重要的是从情绪的维度 叶哥 大盘回调了 形成V字反攻 从其他板块流出的资金 全向三支二板龙头的板块涌来 我确实佩服对手 他的时间点 找得太准了 不仅让自己的破局龙 成功卡位先锋龙成功 还把板块资金 全引了过来 到这一步 应该是进入 李孟涵的第一步计划了 因为这三个板块 他的股票持有量最多 三支破局龙也全是 他的持有票 从这一刻开始 李孟涵掌握了 市场的大势 得总龙者得天下 小虫说道 叶哥 我们吃不到货了 用不用顺时 拉几只掌停出来 不用 既然对方 已经把大势造出来了 我们更要隐藏好自己 我们顺时而为即可 三支破局龙最后 只会留下一只总龙 毕竟现在市场资金有限 支撑不了三个板块 对方也要看市场资金的 选择顺时而为 但时候我们 再大干 但是这三支破局龙 一定要锚定好 当总龙倒下后 一定是破局龙先有动作 引导板块切换 下午三点整 随着大盘闭幕 从今天最低的负0.61 直接被拉升到了0.74 成交量比昨天增加了1800亿 这说明这波拉升 被资金认可了 后续将会诞生一条主线 新的主线行情要开启了 随着这个时间的到来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一看市里加一 加一 你这是刚炒完股票吗 这么准时 老板 我把房间打扫得可好看了 你过来坐坐 帮我瞧瞧 你是想让我瞧瞧你吧 去可以 但是我晚上要回家 李加一哥哥一笑 就怕你来了就不想走呢 公寓的套房 我又来到那个门牌666的房间 我曾经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今天 这间公寓在闲置三年多以后 终于迎来了新的主人 李加一 套房的客厅中 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整理箱 全是李加一这些年满的东西 套房的卧室 被他变成了公主房 大量五彩缤纷的装饰 还有大量的玩偶 看起来充满了温馨 李加一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 穿了一件粉色的吊带短裙 把他的曼妙与美丽展现得一览无余 那双透明的高跟鞋 把他本以修长的大腿 显得更加修长 满目以你的风景 一瞬间就可以抓住男人的心 我看着眼前的美人说道 加一 我承认自己好色 也不用视觉冲击力这么强吧 李加一走过来 将一条雪白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 男人不好色 还叫什么男人 我就喜欢你色眯眯看我的样子 我笑着说道 你叫我来 不就是帮你看看房间的布置吗 你可没说还需要我做别的吧 李加一温柔地用双手挽住我的脖子 亲切地说道 老公 我想你了 我听着第一次从他嘴里说出的那两个字 淡淡说道 加一 只要你不是想坐上于摇的位置 你叫我什么都行 如果你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我们就立刻分开 你明白吗 李加一撅了撅嘴 讨厌 人家是爱你吗 你却那么冷漠 我笑了笑说道 你说的那个字 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而是靠行动做出来的 李加一哥哥一笑 在用行动表达我的爱之前 我先和你说个正事吧 我知道 李蒙涵找的高手是谁了 就是那个 用龙头战法的人 是谁 我马上问道 你听过一个教育龙真君记恒的人吗 什么 是记恒 我惊讶地说道 怎么 你认识他 我叹了一口气 坐在了床上 记恒是游子老大 龙头战法的一哥 还是我的启蒙人之一 难怪 我会败在他的手里 无论是情绪的把控 时间节点的拿捏 全盘的思路 我都不是对手 可他怎么会去帮李蒙涵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既然认识他 可以直接去问他啊 我进入了思考 我当然可以去问记恒 因为我们的关系 要比李蒙涵进多了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嘉一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现在我可以完全明确对手的打法了 因为我对记恒了解 李嘉一开心地笑了笑 你能教我龙头战法吗 我作为你的秘书 怎么也要会炒股吧 我抬头看着这个 万中无一的美女 你真的想学炒股 我确实只愿意 叫美女徒弟 李嘉一 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一个笔记本 坐在我的身边问道 我这些天一直在学习股票知识 看了大量的信息 在我整理的龙头战法中 有个龙空龙 是什么意思啊 我微笑着说道 你这么聪明 会想不到 李嘉一试探着说道 比如你来陪我几天 然后 让我独守空房几天 然后再来陪我几天 我点了点头说道 所谓的龙空龙 实际上讲的是一种交易节奏 这里面包含大小两个层面 大的层面 我们要从市场的情绪周期上去理解 我说过 市场存在两个周期 主线周期和轮动周期 龙头战法的应用 场景在主线周期 轮动周期使用这套战法 会面临巨大的亏钱效应 因为主线才有龙 轮动全是从 换言之 主线 到轮动 再到主线 这就构成了大层面的龙空龙 要根据市场的运行规律 去使用相应的战法 这里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空仓 而是龙头战法 非龙头战法 再到龙头战法的切换 这是一种节奏 小的层面 在市场形成主线阶段 一个完整的主线行情 不可能是通过一个龙头完成的 随着概念属性的转换 不同的板块 会有不同的龙头 但是 所有的新龙 与老龙一定存在着 必然的属性关联 随着总龙的更替 属性 逐层向外延展 但是 始终有一条线连着它们 老龙成为主线行情的周期龙 新龙成为板块龙 这里的龙空龙 指的是 龙头间的更替 老龙退位 但活着 新龙登基又带动新一批的皇亲大臣 在改朝换代之间 会有一个 模糊窗口 这个节点是皇子们在博弈 争作新皇 这个时候很难判定谁会上位 所以这个过程是老龙退朝 皇子争龙 再明确新龙 这样一个节奏 这里的龙空龙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选择在模糊窗口 空舱等待时机 做到知行合一 就这个龙空龙的节奏 就是避免资金回撤的关键 李嘉宜认真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录下我的答案 然后 他又说道 我昨天去开了个股票账户 我打算明天上班 也开始操作 现在这样的环境 适合出手吗 我特别喜欢爱炒股的女人 我看着她笑着说道 如果你想用龙头战法 记住两个核心 第一 要清楚市场的情绪 第二 从哪里开始 李嘉宜轻易地说道 老公你教教我吧 当我再次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感觉 完全不一样了 我伸手把她搂在怀里说道 第一 关于市场情绪的判断 这里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去看连班天梯 龙头的身位越高 龙头下面的连班梯队越完整 说明市场的情绪 越好 天梯的高度 就是情绪的高度 但是 记住一点 不懈地教导感到满足 当我知道 我的对手是几横后 我的心也踏实下来 我知道后续的打法了 跟随 而不是对抗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也终于睡了个好觉 一大早 我神清气爽地来到单位 小虫和张东城 也早早地过来了 这两个唯一没有抛弃我的员工 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自己的朋友 李嘉一去快餐店 给我们买来早餐 我们几个人 围着我的办公桌 吃了起来 东城边吃边问 叶哥 今天大盘会借着 昨天的势头起来吗 我吃了一口肉包说道 不一定 我们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主线 大盘与我们无关 即便主线来了 也不一定会拉动大盘 但是会有赚钱效应 如果看着大盘去炒股 不被吓死也会被吓跑 天天研究大盘走势的人 是赚不到 钱的 我们只研究赚钱效应 只要有赚钱效应在 大盘1800点我们也不怕 如果没有赚钱效应 大盘5000点又有什么用 有很多人都盼着大盘回暖 就好像大盘回暖了 就都能赚到钱一样 记住 如果大盘真的 回暖了 我们这些人才是得利最多的 因为我们在大盘不好的时候 摸清了赚钱的法则 市场好了 对我们来说 赚钱会变得更容易 小虫问道 叶哥 我们今天有什么计划 李嘉一不高兴地说道 能不能让我老板 好好吃口饭 我看着李嘉一笑了笑 然后向小虫说道 昨天龙头一进二 今天二进三 三只龙头前两个版 都是放量版 等于分歧再分歧 从节奏上看 今天应该缩量加速 形成一致 但这不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小虫问道 昨天市场情绪回暖 形成了一种事 这种情绪冰点反转产生的事 与市场冰点反转产生的事 不一样 市场冰点产生的事 是被大量抄底资金搭建起来的 很容易在次日形成兑现 但是情绪冰点产生的事 是由于资金 形成了合力 这样的事会有延续性 所以 借着这样一个事 选择二进三缩量 强中强的方法并不聪明 因为这样太明牌了 走出了完全的一致 如果情绪一旦反转 对龙头的影响会加大 不如借势走分歧 用势拖住 自己的股票情绪强度 再分歧一次 小虫想了想问道 你是说 市场情绪弱 走强势缩量一致 树立自己的强势身位 市场情绪强 借势走分歧 充分地洗盘 你说对了一半 这个分歧不是为了洗盘 当然 不排除会有很多人 因为分歧而下车 但是主力的真正意图 不是洗盘 而是让主力资金 有机会进来 一直能走远的龙头 一定是有厂外 主力资金用户的 比如各路游资 机构 等 龙头走得远不远 关键要让大家都吃到肉 不能自己吃毒食 这就是一辆列车 每个站点 都有不同的人上车和下车 列车才会稳定地运行 如果一路加速上去 连续地移制 意味着一旦分歧就是大分歧 很容易A杀 我想了想继续说道 龙头一般在三板或者四板 是它的最佳分歧点 换血是重点 这个血是同心同德 心面一致的血 这样才有冲高的合力 张东成咽下嘴里的肉包子问道 叶哥 那我们今天就要找这个机会上车 李嘉宜不耐烦地说道 好了 让叶宇先吃饭吧 你知道你们老板多累啊 我笑着说道 大家先吃饭 然后慢慢聊 看来李嘉宜心疼我了 知道我连夜干活辛苦 9点15分 操盘大厅里 我看着大屏幕中 那三只已经二进三的龙头 微微皱眉 全都加速了 而且分别发动了各自板块的热度 板块情绪转暖一致在一致 强中强 龙头开始直接缩量加速 我感觉自己还是错了 我本以为自己预判了季恒的思路 但是还是不对 至少现在是错的 但错在哪呢 随着9点30分的到来 交易开始了 龙头板块开始动了 大量的资金开始进场 这一批入场的资金 既可以说是埋伏资金 也可以说是试错资金 资金在板块开始发酵后 大胆地开始试错了 观察员开始汇报 叶哥 大盘红开0.19 维持昨天热度 尤其是龙头板块 资金开始入场建仓 目前龙头板块 已经出现根蜂龙 三个板块出现11只涨停 情绪高涨 其他个股试图冲击涨停 在争抢第一梯队身位 小虫着急地说道 叶哥 我们的埋伏盘 已经有三只被拉涨停了 用不用做出动作 不用 再等等 叶哥 大盘持续上涨 三个龙头板块 出现26加涨停了 资金还在流入 观察员继续说道 叶哥 龙头板块涨停33加 全都出现了 跟风梯队 叶哥 龙头板块涨停48加 仍有个股 在冲击涨停 大盘上涨0.62 快给我看看 哪个板块 对大盘的拉动最好 涨停最多 目前 是新能源汽车板块 带动涨停14加 流入资金 占比最大 对指数影响最大 我又进入了深思 难道又要去拉这个板块 可这个板块的 套牢盘很多啊 想到这里 我突然发现自己错了 李孟寒 是要做什么 他就是要先盘活自己 而他的股票 大多数 在汽车行业里 当然是要围绕 这个方向打 叶哥 新能源汽车板块 涨停21加了 我赶紧看向那个 新能源汽车板块的龙头 6亿的风单 对于一个小盘来说 不大不小 就在这时 那个风单动了 我也突然想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他想引导资金 形成一致 先锁定资金 然后在强度板块上 踩着强度 做分歧放量 这才是安全的 才有资金赶上 我的话音刚落 新能源汽车板块的 三板龙头炸板了 出现了一根 极具破坏力的下杀动作 一根白线 笔直地扎了下来 分歧来了 大家给我上中单接货 顶住这个抛压 打出市场合力 这个板风筑 主线就来了 一片键盘敲击声 密密麻麻地响了起来 大家终于开始战斗了 所有人都拿出了 全部的热情 冲了上去 我有七十名交易员 全部出手 去打这个阻击站 叶哥 接不到货 叶哥 接不到货 叶哥 接不到货 这是有人 和我想到一起了 而且比我快了一步 我大声说道 全上大单 向上扫 直接拉掌停 比刚才更加密集的键盘 敲击声出现了 我一下被包围在键盘的声浪里 庞佛有狂风暴雨般的子弹 在我身旁掠过 我死死盯着 那只股票的走势 3.2个点 5.7个点 7.2个点 6.9个点 8.1个点 9.3个点 10个点 掌停 给我上10个亿的风单 我们要开启这条主线 我刚说完 我眼前的那只股票的风单 已经到了57个亿 这个风单数字 已经可以吃下 这个上市公司了 龙头在短短十几秒内 完成了三板放量 强转弱 弱转强 强更强 主线开启 新的龙头战法时代来了 大家把这个板块 我们的潜伏盘 全给我拉掌停 我的话音刚落 更加激烈的键盘 敲击声 再次响起 把我沐浴在一片键盘 敲击声的海洋里 在这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巨量的财富 正在向我大步走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是这个时期最好的时光 主线被开启 赚钱效应又回来了 无论是追龙 中卫接力 还是手板半路 风险大大降低 比如中卫接力 无论二进三 还是三进四 甚至四进五 只要出现次日 集合竞价不低开的情况 给昨日入场的人利润空间 这就说明市场情绪 完全转暖了 如果接力出现 次日低开 则是相反的信号 当正向信号充分时 就是 大胆入场的机会 这个阶段的复盘 尤为关键 主要去关注 负面信号 比如什么板块的接力 没有溢价了 哪个板块 出现跌停股票了 只要没有 大胆去做 市场好的时候 不能只盯着人家涨多少 别人赚多少 要盯着随时可能出现的 亏钱效应在哪里 涨得越高越谨慎 市场不好的时候 不要盯着大盘跌多少 谁又被合按钮了 哪路游资 被关里面了 而要去发掘 赚钱的是哪些 跌得越多越贪婪 当行程 与大势的逆向思维后 往往这里面充满生机 因为股市的绝路 往往摆在那90%人的面前 而他们 却被眼前的表象所蒙蔽 和股市一样 热火朝天 充满干劲的 还有我的团队 因为我的员工 知道我这波大转了 每个人都用最好的表现 试图争夺我当初承诺的 十个一百万奖励 老板越有钱 员工越忠诚 即便这些钱 和他们无关 这对我来说 当然是好事 至少我的奖励 没有白话 早上 李嘉一拿着一条烟 走了进来 老板 你猜我去给你买烟 超市的老板娘说什么 不会是羡慕你 有个好老板吧 李嘉一哥哥一笑 超市的老板娘说 也开了个股票账户 这两天开始炒股了 还赚了钱呢 她已经组织一群姐妹 要杀入股市了 听到这样的话 我微微皱眉 这说明股市的情绪 已经发散到股市之外了 当每个人 都重新谈论起炒股的时候 股市又迎来新韭菜的时候 说明危险要来了 物极必衰 我认真地问道 嘉一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啊 李孟涵那边 暂时没有做空的打算 毕竟他刚回本 怎么也要赚一些再出手吧 我想了想说到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告诉我的消息 都是李孟涵 故意让人放给你的 目的是让我帮他 一起做多 不会的 我的人都培养好几年了 我皱眉说道 嘉一 你最近越来越不敏感了 是不是把精力 全都放在我身上了 是不是我给你的温暖太多了 你别忘了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也别忘了 你在我身边的价值是什么 李嘉一轻咬着嘴唇 低下了头 一下 从一个快乐的女孩 又便回了那个 满腹心事的女人 我看着不说话的她 摆了摆手说道 你先出去 我要打个电话 李嘉一乖乖地 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关上了门 女人就是这样 如论她曾经是多么威风的人物 又或是足智多谋的老板娘 只要她深深地爱你 她的潜意识里 就是听你的话 心甘情愿地任你摆布 只要你能横下心来摆布她 她会进入一种轻跌来了 都没用的状态 我拿起电话 给季恒拨了过去 你好季哥 你好业余 最近收获不小吧 我笑着说道 季哥 这还要托你的福啊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 当初主线启动时 那三只龙头票 是你做的吧 我看空盘的手法 有你的风格 嗯 是我参与的 只是当时涉及的事情太多 我就没和你说 季哥 我听说 那三只股票 全和李嘉有关 你现在 是在帮他们做事吗 季恒叹了一口气说道 叶宇 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轻易是不会帮别人出手的 这次李嘉 找了很多大人物给我带话 想请我帮忙 做一个周期的主生 碍于一些关系 我也只能出手 但是现在我已经退出来了 我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你退出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前天 我这次出手 是看在做主生的情面上 后续李嘉想做什么 也与我无关了 季哥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比如李嘉下一步 是不是做空 季恒想了想 还是说道 他们有这个打算 而且会很凶狠 这次他们动用了 很大的力量 在外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据我了解 华尔街有几个大佬 也参与进来了 季哥 你说我们有没有机会 反抗一下 总不能眼看着他们 在股市中肆意妄为吧 这潭水太深了 我虽然能集合 国内一些 有实力的游资 但是我们这些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 资金体量相差太多了 甚至连机会都没有 季哥 你的龙头战法 那么厉害 就不能靠情绪 去拉一拉 季恒犹豫了一下说道 业语 在大事面前 四两拨千金是不现实的 你知道的 只是一个李家 其实这次有很多事例 一起参与了 绝不是李家 那几百只股票 那么简单 到现在为止 指数已经拉出了 足够他们做空的空间 这次会非常凶狠 不是我们这些人 可以抵抗的 可我们总要试试吧 业语 炒股是我们的工作 是我们的生路 这不是打仗 就算你我愿意 其他人不一定 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会尽力找一些同路人 但是不要认为 这就可以阻止他们 人都有求生本能的 这个本能 会让人 首先去做的是避险 与风浪搏击 需要的不仅是勇气 更多是信念 季恒见我不说话 他继续说道 看来没时间组织 游子碰面了 我会建一个群 风浪来时 看大家的选择吧 我叹了一口气 好吧 季哥 这次又麻烦你了 我放下电话 开始思考季恒的话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的资金已经快要翻倍了 这是一笔庞大的资金 当我的钱突破一个量级以后 我已经完全麻木了 现在钱对我来说变成了 带着很多个零的数字 我真的有必要 为了维护股市 把自己再变回去吗 人是有求生本能的 危险来临前 需要考虑的是避险 明知道巨浪来临了 还有勇气站在那里的人 是要有足够信念的 我真的有这样的信念吗 这是一种大意 奋不顾身的大意 我有吗 钱多都有 但是我呢 这一刻我的信念开始摇摆 我不过是个普通的股民而已 不过是赚了一些钱而已 我真的有这个义务吗 我为什么不抽身而退 等到股市大跌之后去抄底呢 那样 我将一举超过季恒的财富 直接完成我的人生目标 从此 自己站在股市的最高峰 实现我成为巨狼的野心 我动摇了 我的信念逐渐消失 我的责任与担当逐渐消失 我凭什么做股市的守护者 我业余又算得了什么 手机铃声打破了我的沉思 我一看竟然是前程 你好钱哥 你是又想借我钱吗 我是告诉你个消息 省得 你把借我的钱亏光了 我哈哈一笑 钱哥请指示 华尔街那边传来消息 有人专门设了个盘口 做空的盘口 已经有很多人参与了 你知道有多少钱吗 我对多少钱不感兴趣 但是我对他的消息来源感兴趣 我问道 钱哥 你的消息准确吗 从哪知道的 当然准确 我爸都带着一批商人去美国了 我意外地问道 怎么 钱叔叔也去参与做空了 放屁 我爸是带人去做多 你把我钱家当什么人 我笑着说道 钱哥 你的态度可不像是大中华去的CEO啊 谈吐太粗俗 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前程 做了口深呼吸说道 也就是对你 我和别人可不这样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是要提醒你 和敌人战斗的时候谨慎点 和敌人战斗 我什么时候说 要打这场仗了 叶宇 你他大爷的说什么 虔诚气愤地说道 你怎么这么没用 我妹妹当时是怎么看上你的 他一提到钱多多 让我有些愧疚 钱哥 巨大的风浪要来了 难道我不应该选择避险吗 况且 我手里的钱有一半都是借来的 那可是几百个亿 我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险吗 虔诚气愤地说道 巨大的风浪算什么 发大水那年 我爸爸还是一名解放军军官 不是一样 跳到波涛汹涌的洪流中 和战士们用血肉之躯 筑起长城 和大自然殊死搏斗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 在保卫人民 保卫自己的亲人 用自己的生命 捍卫一个个需要保护的家庭 现在有敌人要向股市 发起进攻了 难道你就不能做个男人 你大爷的赚得多钱 我也瞧不起你 钱诚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叹了一口气 把电话又给他拨了过去 过了半想他才接起来 我赶紧说道 钱哥 你能先和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吗 钱诚依然带着情绪说道 你不是要当逃兵吗 问这些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道 我不想当逃兵 总要知道更多的信息 才能和敌人作战吧 钱诚说道 华尔街针对大A单独开了个盘口 有很多国际大佬都参与了 现在空头的资金已经堆到了3000亿 而且资金还在不断增多 从这次资金规模上看 对方做了充分的准备 拿出了必胜的态度 想利用 这次机会大赚一笔 那钱叔叔他们呢 打算怎么抵抗 什么叫抵抗 我们是去打败对手 我们也拿出3000亿 参与进去了 这是一场生死局 要么我们爆仓 要么他们爆仓 反正必须决出胜负 钱叔叔他们有这么多钱 我惊讶地问道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敌人强大 我们更强大 这已经不是一场 简单的做空事件了 这是一次金融战 双方的子弹都准备好了 就等开战了 什么时候开始 我马上问道 那就不知道了 第一枪一定是敌人发出来的 但既然盘口都开出来了 应该快了 如果你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要谨慎了 我就知道这么多 嗯 钱哥 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多谢了 要不是 虔诚的话 说了一半 又说道 好吧 好吧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们挂断电话 我又想到了钱多多 原来 他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 所以 他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才会义无反顾 想到他 又让我重新坚定了信心 我要在这次股战中 拿出自己的力量 既然要打仗 我还需要能力强的手下 想到这里 我给几年不见的小力 发起一个信息 你好小力 这几天会发生一次 重要的股战 我的人手不够 希望你能来帮我几天 拜托了 夜雨 我拿着手机 一直到临近开盘 小力也没有回我的信息 我叹了口气 向操盘大厅走去 大厅里 我的七十多名员工 正在三五成群的聊天 最近股市的火热 让他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我看向坐在一台电脑前的李嘉一问道 我们还有多少现金 李嘉一马上回答道 可用现金还有97亿 剩下都是股票 我叹了口气 这点钱在风浪面前一点用也没有 转头又向小虫和张东成说道 今天我们在不砸盘的前提下 开始置换现金出来 能出多少出多少 好嘞 现在每天成交额都在万亿以上 出货轻轻松松 小虫兴奋地回复 他还以为我们要获利了结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 大声说道 时间要到了 大家各就各位 所有人快速回到自己的位置 随着9点15分的到来 我身边的观察员说道 连班梯队保持完整 集合竞价盘口大幅高开 主线板块依然保持强劲 板块内已经出现21家涨停 市场涨停数量112家 跌停无 延续 昨日的情绪高潮 9点25分 竞价结束 大盘高开0.47 实际涨停92家 龙头梯队阵型完整 今日此时 资金较昨日又多出7.9亿 预期今日成交量会大于昨天 持续放量上涨 这时小虫问道 叶哥 今天市场情绪这么好 我们用不用再观察一天 下周一再出货 按照我的命令来 我严肃地说道 小虫吐了吐舌头 不敢再问了 随着大盘的开启 大量的资金一窝蜂地冲了进来 龙头相关属性的板块 成为了大家追捧的热点 就像慢一点 就会错失巨大机会一样 资金正在拼命往里冲 我叹了一口气 如果股市能天天这样多好 无论会不会炒股的人都能赚钱 一个真正的牛市 才是吸引资金的动力 有太多新手在牛市入市 一赚到钱 就以为炒股是多么简单 以为自己有多大的天赋 一次浪潮拍来 就会把这些 人打得体无完肤 可怕的是 这些人会固执地以为 自己已经很行了 相信自己能把钱赚回来 甚至赚得更多 所以开始无谓地加仓 又被套 又加仓 似乎很多新手 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直到有一天 被股市打付为止 但是 无论他们怎么告诉股市 我服了 股市也不会把钱还给他们 还给他们的 只有无尽的折磨 这就是花钱买来的教训 真正度过这个阶段的人 也就才是刚刚起步而已 这就是股市的残酷 叶哥 指数继续走强 股市狂欢了 指数大涨1.36 同比昨日资金 已经多流入了370个亿 北向资金 已经净流入230亿 大牛要来了 观察员兴奋地大叫 我顶着所有人 巨大的兴奋大声说道 继续出货 这一天 对我来说很煎熬 我的思路告诉我 我错失了巨大的盈利机会 但是 我先告诉我 我面对敌人 不能没有子盘 收盘前 我看着股市的一片沸腾 指数已经好多年 少有的大涨了2.36 400多只涨停股 似乎真的迎来了大牛时代 相信到这里 已经有人敢变卖家产 去追这次大牛了 因为这在太多人的眼里 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 但就在这个狂欢的星期五 临近下午3点 收盘前的最后一秒 我眼睁睁看着市场总龙 那头涨势 最凶的龙衣 本来10个亿的风单 在尾盘集合竞价的最后一刻 突然消失 在下午3点整的时候 本来涨停的10% 突然 变成了5.4% 一个十多亿巨量规模的 分石亮柱出现在那里 有人在最后一秒 直接砸出来了十多个亿 我的瞳孔 剧烈收缩了一下 敌人动手了 他们要打造 黑色星期一 永远把目光 看向山顶的人 终将站上山顶 眼里只有龙头的人 终将抓住龙头 真正的龙头选手 宁可在强势谷上碰得头破血流 也不会低下高贵的头 在弱势谷上流下 哪怕一滴汗水 龙头选手的洁匹 就是让自己成为 那万分之一枭雄的底气 野心 是多少人怀揣的信念 欲望 又是多少人激情的源泉 但是无情的生活 与无情的股市 又让多少人 能在不断的消磨下 依然守住那份本心 我要一年十倍 我要一年一百倍 这些个豪言壮语 又有多少人 在股市打拼了几年后 仍然可以发自 本心坦坦荡荡地说出来 但如果连豪言壮语 都不敢说了 那不代表 你已经成熟 而是在股市的宏大威压下 低下了高贵的头 心中的那团火正在熄灭 只要自己的命运 已经和股市牢牢拴在一起 就不要低下高贵的头 股市从来不同情可怜人 哪怕已经亏掉了 几乎一切 哪怕已经濒临绝望 向死而生 才能大扯大悟 绝对的逆境与压力 才能让人像弹簧一样 拔地而起 一飞冲天 既然我们已经在生活中 活得那么平庸 为什么不在股市中 这个可以重新塑造 自己命运的世界里 卸下多余的面具 露出獠牙 像野兽一样 雷厉风行杀伐果断 野心 既然会被疲软的股票 慢慢消磨 那就不碰弱票 既然有花枝招展的 美女股票在那里 为什么要等待一个幼女 慢慢成长 欲望 既然会被套牢 与凶狠地下沙 变成盼望 那为什么没有勇气 在第一时间止损 何必把自己的胸怀大致 变成忐忑万分 想要野蛮生长 就要让自己 活在对应的土壤里 想要捞鱼 就去鱼多的地方 一潭死水 乃来的鱼米满仓 残酷的市场环境下 依然存在它赚钱的效应 哪怕市场跌破5000亿 哪怕在5000只股票中 只剩下一只红票 红就有红的道理 多分析那些强势股的量能 趋势 支撑位 爆发日的板块变化 以及它们共有的特征 然后去逆向拆解 一旦看透 你就会发现 每个阶段的盈利模式 无非也就那寥寥几点因素而已 这个世界上没有大神 别人成为大神 是因为他们快人一步 发现了符合市场变化的盈利模式 发现了别人 没有发现的寥寥几点 而大多数人 还在看着手中的股票 想着什么时候回本 还在不断给自己编织着幻想 却不把精力 放在如何去研究 新的盈利模式上 被强大的股市打倒不可怕 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尘土 然后露出自己凶狠的獠牙 去实现最初踏入股市的梦想 野心不改 欲望不灭 胸中的那团火必将重燃 切尔熊熊燃烧 我爱炒股 炒股就是我的生命 我将终生坚守热爱的事业 哪怕我会失去一切 但我相信 我也会拥有一切 天堂或者地狱 都可以是我的归宿 但平庸不是 我依然会带着最初的梦想 在这条股市的大道上 砥砺前行 一路狂奔 送给坚定信念的谷友们 这个周末 大多数股民 依然沉浸在喜悦当中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憧憬 自己的钱可以翻几倍 自己可以改变怎样的生活 有钱以后 要先买什么 但是对于龙头选手来说 市场总龙的最后一下 却变成了身旁 只有突然刺来的一把刀 来得太突然 不仅躲不开 甚至不知道 是因为什么 但却知道这是一种态度 我当然知道 这一刀意味着什么 我命令小虫 利用这个周末 把我的操盘大厅扩大 把一面墙打通 整体将自己的操盘大厅 扩建一倍 又请楼下的张姐 帮我借成熟的交易员 我希望大战来临时 能有足够多的人手 几横创建了一个群僚 一共只有十几个人 都是他最好的朋友 是那种可以共进退的人 我也在这个群僚里 群僚刚建好 稻草人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周五尾盘内下 是谁干的 怎么那么操蛋 随后发了个痛哭的表情 又打字说到我还在里面 我看大家都在回复 不是我 我也懒得回复这么无聊的问题 没想到稻草人先发了个愤怒的表情 然后打字 业宇 又是你干的 你又砸我 你看龙虎榜知道我进场了是吧 我马上回复 我虽然有底仓 但不是我干的 这十几横打字说到 不是我们这些人 应该是里面的主力动手了 那么大的金额 龙虎榜没有显示 一定是多账号同时操作的 尾盘这一杀 很有威力 周一会出问题 我也在里面 会有什么问题 稻哥你的意思是周一很危险 稻哥你就直说吧 需要我们做什么 门主发话就行 我们都是跟风的 你只拿我们打 说完又打了个笑脸 我看着他们的聊天记录 看来做空的事情 他们并不知道 应该只有几横心里有数 果然 几横打字说到 我估计周一会有大浪 有人要做空 这下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因为这段时间市场火爆 大家都是大仓位干的 一旦出现危机 风险巨大 过了一会 有个人打字 既然这样 我们还是避险吧 早盘集合竞价就跑出来 这一个月下来 我刚要回本 我打字 几个 还是说说你的意思吧 过了一会 几横打字 这次会很危险 我在国外的朋友 给了我一些消息 恐怕是大动作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几个 我们这些人 离你的实力最大 就算我们所有人 都加在一起 能有多大的力量 也就能把小盘古 撑住几只而已 对指数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这些钱 甚至翻不起一朵浪花 这个人说完 我们都沉默了 他说的没错 如果大事一旦产生 有多少钱 都是接盘侠 情绪的摧毁力 大到可怕 我打字说到 即便我们能力有限 但是一旦到了情绪点 我们也要以小博大 争取起些作用 如果我们形成合力 我同意 但是分散就没法打 几个说 打哪个 我赶上 下面一排排的负荷 大家都同意这么做 因为这种方式 是最安全的 几横打字到 旁边看吧 如果有机会点 我给大家信号 哪怕只有一只 我们也要拿出态度 结束了这次 意义不大的群聊 我看向窗外的天空 已经乌云密布 似乎要来一场暴雨 天空中正在凝聚 一股巨大的力量 那是可以引起 山红海啸的气势 我来到院子里 看到几个保姆 正在和孩子玩耍 我把两个孩子 抱回房间里 避险 是人的本能 老公 我给你做了好几个菜呢 来吃饭吧 月瑶把身上的围裙 交给一个保姆说道 老婆 家里有厨师 你还这么辛苦 那不一样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月瑶说着 从我怀里接过一个孩子 我们两个人 向餐厅走去 老公 刚才我做菜时听新闻 好像听到李孟涵的名字了 李孟涵 我从兜里拿出手机 马上开始 翻找今天的新闻 却一下看到好几个大消息 新闻一 美国多家投资机构 联合给中国股市降低评级 评论并不适合投资 新闻二 华尔街金融大亨宣布 会逐步减少 对中国股市的投入 新闻三 亚太金融商会会长李孟涵 宣布辞去会长身份 我赶紧搜索了一下原因 又看到一个李孟涵的个人专访 大致意思是 他要投资中国股市 但是其他股东 持反对意见 最终由于意见不能统一 李孟涵愤然退出 我当然明白他的用意 他是想树立自己的爱国形象 再去做祸国的勾当 新闻四 亚太金融商会 决定撤出A股的全部投入 资金额度大于1800亿人民币 新闻五 大量上市公司股东 宣布减持计划 新闻六 知名大V股评人 评价近期股市存在投资风险 紧接着大量的独立媒体人 大量的股评分析师出现 清一色地畅衰股市 提醒股民谨慎投资 乌云密布的天空中 响起一道炸雷 一场倾盆大雨宣泄而下 瞬间浇灭了股民心中的热情 浇灭了股民心中的希望 本来的一片欢天喜地 被这场大雨变成了悲天敏地 无数的幻想与激情 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乌有 我看着窗外的倾盆大雨 心乱如麻 敌人动了 一动就是一整套组合拳 打的人猝不及防 不给对手一点喘息的机会 老公 你没事吧 如果需要用钱我这有 雨摇担心地走到我的身旁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说道 老婆放心吧 我没事 我现在有的是钱 雨摇担心地摸着我的脸 可我知道 你不开心了 嗯 有人要做空股市了 我有些心烦 一会儿就好了 做空股市 雨摇惊讶地说道 然后低下头轻轻说道 如果他在就好了 我的脑海中 也一下出现了 那个站在人群中央 指挥交易员作战的英姿 我轻轻说道 是啊 如果他在就好了 窗外的雨下个不停 原本湛蓝的天空 被漫天的乌云遮盖 灿烂的阳光 被厚厚的云层阻挡 无法给大地带来温暖 大自然本想用雨水 冲刷这个世界的污垢 却不小心洗走了人们 挂在脸上的笑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把烟火暗灭在烟缸里 我又看了一眼窗外的人群 想找一个和他相似的背影 从中发掘出 自己需要的力量 可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塔 我转身看向自己那七十名员工 大声说道 准备战斗 七十人严阵以待 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将面临什么 而对于他们来说 古站 是第一次 我希望古市的大幕晚些开启 但是 它却必然开启 随着最后几秒的结束 电子时钟的数字 清晰地显示出了9.15分 操盘大厅满墙的大屏幕 一下出现了满满的绿色 仿佛在这大幕拉开之际 一群群绿色的妖怪 跳了出来 开场就像我们 送来了疯狂的嘲笑 我叹了口气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我旁边的观察员 小声说道 叶哥 市场总龙 直接合按钮 封单十七亿 嗯 知道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兄弟 战争要开始了 你是我们部队的侦察员 要时刻保持警惕 是 观察员 重新振作精神 我转头看向李嘉宜问道 我们的现金 有多少钱 加上昨天出货的资金 可用现金 一共173亿 这是一笔庞大的数字 但是 在市场大事面前 它可能是星火 也可能只是 汪洋中的一滴水 这点钱 也许什么用也没有 我看着满墙大屏幕中 显示的绿色 我突然发现自己 毫无对策 在大事的威压下 我变得越来越渺小 如果他在就好了 我想了钱多多 尽量用他给自己打气 我闭上了眼睛 在睁开时 眼睛里 已经出现了坚定 我转身看向交易员们 大声说道 我业语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没有那么大的家国情怀 更没有什么狭心一胆 我从没有想过 做古事中的英雄 但是 改变我命运的那个人 他传递给我一种信念 他要守护的 是每一位古明星中 即将熄灭的火种 是炒古 人即将失去的希望 他为了这些 可以勇敢地跳入洪流之中 也可以冲进一片火海 他也救过我的命 我今天决心 要和敌人一战 就是要证明 我这条命 他救的有价值 我的话音刚落 操盘大厅的大门 被人一把推开 一个穿着少数民族 花裙子的女人 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小丽 我兴奋地 快步向小丽走去 小丽 你来帮我了 小丽先看了一眼时间 又看了看我的大厅里 坐得满满的七十个人 夜雨 你这也不缺人手啊 怎么不缺 东城 快去把帘子拉开 张东城冲小丽 笑着跑到了 原本是一面墙的位置 拉开了一面 巨大的隔帘 露出了这个周末 赶工布置的 一百套 崭新的桌椅电脑 我笑着说道 小丽 这一百台电脑 都是你的 随便用 张东城 也走到小丽的身边 笑着说道 小丽姐 小丽登了张东城一眼 小叛徒 然后哥哥一笑 继续说道 既然这样 那大家就进来吧 我正在想小丽说的 这个大家是什么意思 我的操盘大厅的 对开门再次被推开 门后已经满满灯灯 挤满了人 你们 我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身体不自觉地将在原地 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带着微笑走了进来 叶哥 你好叶哥 叶哥好 从门外走进来十个人 十八个人 二十五个人 没有结束 三十六个人 四十二个人 五十七个人 还没有结束 从门外陆续走入 熟悉的面孔 六十三个人 六十九个人 七十五个人 他们是钱多多以前的 所有员工 小丽微笑着 看向我惊讶的面孔 怎么样 多多战队前来助战 欢迎吗 我已经激动地 开始浑身颤抖 欢迎 欢迎 兄弟们 我太欢迎了 我的心中 感动得一阵狂喜 小丽骄傲地站在我面前 向前多多一样 仰起了下巴 多多姐说了 多多战队 谁也不怕 天不怕 地不怕 敌人赶来 就让他们来 我看着面前的七十多人 他们阳光般的笑脸 仿佛在这乌云密布的天象之下 在人间大地 升起了一轮新阳 我的雄心瞬间被点燃 我的战役瞬间被激发 我大声说道 没错 我们什么也不怕 敌人赶来 大不了一战 七十多人同时拿出了雄天般的气势 琪琪大声说道 战 回首往事 可还记得心中那个美丽的姑娘 是什么 让你们擦身而过 可还记得自己遇到的那些机遇 是什么 让你最终没有抓住 在这个本该活出真我的古事里 又是什么 让你成为一个旁观者 看着龙头步步登天 古事无情 古海无涯 美丽的姑娘不会等你 生活中的机遇不会等你 龙头自然也不会等你 当你犹犹豫豫 还在等待着那个买入点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错过了一切 突破前犹豫了 突破中犹豫了 突破后还是犹豫了 等到它已经涨上天的时候 你却收获了恐高的忐忑和追悔莫及 在宏大的股票世界里 态度 决定了你的高度 态度 决定了你的力度 在股市中 虚度几年光阴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股市中 虚度一生 不要做着与龙共舞的美梦 醒来后 却依然搂着几只杂毛 从现在开始 改变自己的态度 不要循序渐进 要一步踏向整个市场的情绪巅峰 逼迫自己成为骄傲的龙头选手 强行和龙头 发生一次关系 哪怕只有一手 用小资金去放大你的勇气 用输赢后的畅快 拉升你的审美 当龙头的真操 被你装进账户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向龙头选手 发生了转变 你的第一次 成败都可以 成功了 不要沾沾自写 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整理你的盘感与节奏 这会给你的第二次提供底气 失败了 不要 灰心丧气 因为这是你验证龙头战法 修正自己技术的机会 当这种态度的养成 你会慢慢形成龙头选手的洁品 绝不会再看杂毛一眼 因为你已经知道 即便是死 也要死在龙头身上 龙头选手宁可坠于悬崖之巅 也不会像杂毛选手 掉进臭水沟里 这 就是即便失败 龙头 选手也可以保持得尊严 我既展目向天 就绝不低谋一眼 当无情的岁月 继续流转 偶尔三五谷友 相聚的时候 他们还在指着天边的 那只真龙 摇头叹息 当初为何没有勇气上车的时候 你却可以看着 那只真龙淡淡一笑 轻松说到他 我玩过 荣耀 是给龙头选手 最高的褒奖 不论成败 这一片随手文 是笔者阶段性 对自己的鞭策 也同时送给大家 让自己保持交易态度 保持审美 保持洁撇 这要比前行一种战法 更加关键 因为前者是根基 他会让自己保持知行合一 股票交易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他对常人来说 不是奖励 而是魔力 一旦走上了这条路 会发现 自己已经无路可走 因为炒股 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不用跪舔别人 不用看别人脸色的行业 如果不是为了改变命运 就不要踏入股市 因为这里 不仅有天堂 也有地狱 这个行业最大的魅力在于 它给了普通人一次 打破阶层 实现跃迁的机会 但这只属于那些 有信念的人 打磨自己 不是为了锋利 而是为了坚韧 历练自己 不是为了强硬 而是为了坚定 操盘大厅里 我看了看左边 整整齐齐的 75人站队 又看了看右边 整整齐齐的 70人站队 我的底气来了 来自给我信念的人 来自钱多多 小丽坐在了 我的观察员旁边 打开电脑 插入了自己的硬盘 启动自己的看盘程序 我见我的观察员 已经有些不知所措 走过去拍了拍 她的肩膀说道 别多想 小丽是你的前辈 你和她好好学学 对你的成长 有好处 我的观察员 答应了一声 随后 认真看着小丽的操作 9点30分 古市的大幕 正式开启 随着大盘指数的迅速变化 小丽的手指 在键盘上快速飞舞 一阵绵密的键盘 敲击声 从她灵巧的指尖传出 手速快的 已经出现了残影 她的屏幕上 快速切换着画面 平均停留时间 不到半秒 小丽大声汇报 指数低开0.76 北向资金 快速流出 红盘817家 指数 有加速下跌趋势 龙头梯队 迅速瓦解 市场龙二龙三 开始和按钮 带动市场情绪向下 连班高标由上 自下启动跌停动作 引发全盘跟风效仿 初步判断 今日将迎来 市场与情绪双兵点 发现回声 立刻告诉我 我们去找共振 是 小丽大声回应 整座大厅里 只有小丽一个人的键盘敲击声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等待着我的第一道指令 大盘持续走低 指数黄白线开始分离 黄线加速下沙 悲观情绪被放大 市场出现严重亏钱效应 目前跌停76家 市场无涨停 大盘下跌开始加速 白线开始向下 空头开始杀全中骨了 空头力量先杀龙头 再杀涨停梯队 然后是小盘股 现在是全中骨 这说明空头计划的 非常周密 力量在不断加强 和之前的做空比较 这次明显注重了打击 层次 逐级低界 迫使市场难以出现反转信号 指数加速下跌 -2.31 -2.52 -2.71 -2.92 全板块资金开始加速出头 但是没有成减 迫使下跌速度加快 现在已经负3.32了 市场跌停超过400家 我看着大屏幕中的一片惨绿 大脑开始飞速运转 如果市场不给拐点怎么办 没有共振的股票 是带不起声势的 我的脑海中 快速翻越着龙头战法 在各种情绪节点中的应用 我口袋里的手机铃声 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拿出一看 是前程 我看了一眼大盘 还是接了起来 钱哥 我正忙着呢 我知道你忙 但我必须告诉你个消息 华尔街那边开始狂欢了 金融圈的人正在看着大A的直播 开酒会呢 这算什么消息 我气愤地说道 我是要告诉你 空头资金已经累加到5700亿了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金融站彻底打响了 现在不仅是华尔街 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的股市呢 甚至欧洲也传来消息 也开出盘口了 甚至还有大量的赌装 你要加油 啊 就这些 我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我做了几口深呼吸 想着前程说的那5700亿 如果庞大的资金对赌 说明对手有十足的把握 他们可能还有强大的底盘 我的耳边又传来小利的声音 指数加速下跌中 目前负4.79 市场红盘仅剩276家 跌停数量超过700家 冰点持续中 丝毫没有反弹迹象 权重骨均未出现 护盘动作 大盘处于缩量下跌中 初步判断属于 下跌中介 我气愤地说道 我们不能再这样等着了 必须出击 小利马上说道 可是现在下跌惯性太强了 不是切入点 那就自己造个切入点 我已经有了初步想法 按照龙头战法划分 一条主线的诞生 到总龙的退场 会出现新的分支 然后再演化出新的市场总龙 这个节奏会反复更迭 直到彻底消失为止 只要没彻底消失 那么这个轮换的龙头 实际上 是在一条 有脉络的线连接而成 综合情绪周期去理解 这些更替 是被涵盖在一个大的周期里 今天 随着总龙的倒下 如果没有衔接 就意味着这个大周期 彻底结束了 在这个时候 如果想证明大周期 没有结束 最好的方法 就是干那条周期龙 周期龙 相当于一个朝代的太上皇 新军没了 却又没有指定 谁来接班 那么下一个新军 就由太上皇来指定 但是 首先这个周期龙 要证明自己 依然具有这个强势的 统治地位才行 我大声说道 周期龙 捷天技术 我们来告诉市场 这个大周期 还没有结束 全体准备 145人的交易员团队 瞬间爆发出了 一片键盘敲击声 两秒后 全都调出了这只股票 齐齐等待 我发布命令 我看着大屏幕中 出现的这只股票 -8.6个点 已经急剧缩量 说明到这个位置 买卖双方 都不打算动手了 所有人 中弹 干 炸裂般的键盘敲击声 一瞬间 笼罩了整个操盘大厅 我被包裹在 前所未有的键盘声浪里 在一片市场哀嚎声中 敌人的千古杀局之下 捷天技术 突然拔地而起 周期龙 没死 那么这个大周期 就没死 冲 给我冲 我大声发布命令 那只沉睡已久的老龙 高居在皇朝巅峰的太上皇 猛地睁开双眼 瞬间爆发出帝王之气 赫然站起 捷天的分式白线 犹如被加持了 隆隆天威 逆势而上 绝地飞升 在一片键盘阴浪的沙声中 资金狂流的凭沙下 这只老龙是要登天 -7.2个点 -5.4个点 -3.1个点 -1.6个点 一举突破灵轴 0.7个点 2.3个点 巨大的抛压出现 天空中庞大的云浪 开始翻滚 庞佛烈焰狂涛 隆隆天罚之力 在那巨大的云海漩涡之中 凝聚出毁天灭地的天雷 一道劫雷轻现下 小丽大声汇报 不好 里面有大资金埋伏 他们在等我们动手 索用人 大丹 继续干 我疯狂地发布命令 一瞬间 上千万 几千万的资金 冲撞开始了 分石粮柱 在以惊人的速度 快速成长 双方资金的博弈 在红盘2.7个点的位置 全面展开 天空中那位一身龙袍的身影 在不断的天雷之中 顶着狂暴的天法 屹立不到 龙危大胜 敌人的抛压加大了 全是大资金 对方潜伏的资金太多了 小力大叫 所有人超大胆 向上扫货 我已经变得更加疯狂 在暴雨般密集的键盘声中 天空中那一袭龙袍 袍袖古荡 脚踏风雷 这位帝王怒然拔出长剑 带着不可一世的帝王之威 朗生说道 朕 要开天 一瞬间云雷破碎 天地同伴 气冲消汗的龙气磅礴 而出 截天大地 这只周七龙 一飞冲天 激昂万里 掌停 截天技术 在历经漫漫大周气的 沉长岁月之后 再次重归巅峰王座 周七龙不死 大周七不亡 说明主线依然存在 只要有主线 就不是情绪冰点 小力 快看看 有没有跟风 我焦急地问道 小力上下翻飞的手指 在键盘上飞速地跳动 一个个画面 在快速地切换 几秒钟后 小力看向我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咬牙说道 再干 再干周七龙的老跟风 把这些老臣 也扶起来 我看向李嘉一 大声问道 我们还有多少钱 还有142亿 够用了 我们一支支拉 拉到满庭朝城 都站起来为止 我要把老周七 变成新周七 这时 小力的手机响了起来 小力一看号码 赶紧接了起来 小声说道 多多姐 我听到这个名字 心中五味杂陈 我多希望这个电话是打给我的 哪怕只能听到 她说一个字也好 小力结束了简短的通讯 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道 多多姐说 你的打法 只做对了一半 如果想拉动情绪效应 要老龙新龙一起拉 这样才能盘活一个完整 大周七里的情绪 给市场明确的方向 你是说 今天一字跌停的市场总龙 小力点了点头 可是 据我的情报了解 这支市场总龙里 全是对手主力的资金 我们根本吃不光的 我的资金恐怕不够 我明白钱多多的用意 但是我却做不到 如果我现在 出手拉总龙 我将完完全全 成为接盘侠 永远被挂在山顶上 业余 小力认真地说道 你应该知道 我们团队今天能来 是多多姐的意思吧 她是想帮你 嗯 我知道 我说着 心中充满了温暖 小力继续说道 那你认为多多姐帮你 就是叫些人过来吗 她帮别人都能全力以赴 何况是对你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大脑突然一片混乱 小力仰起了下巴 学着钱多多的样子说道 多多姐给你拿出了全部身家 还加了杠杆 今天 不仅多多战队来了 多多姐的钱也来了 她给你带来了三百个亿 什么 我瞬间激动地双手颤抖 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小力看着我的样子 骄傲地一笑 她大声说道 刚才多多姐说了 做事情一定要有决心 今天这只市场 总龙必须涨停 大不了 把这家上市公司买下来 我的心中一阵狂震 我和多多差的 就是这种气魄 这也是她能激励所有人的原因 我的底气瞬间暴涨 一下我的豪情 全部归来 我带着豪气 大声说道 好 大不了 把这家上市公司买下来 今天 必须涨停 小力看着我的样子 咯咯一笑 转身对多多团队 大声说道 多多站队 切换我们自己的账户 75人 快速拿出 移动硬盘链接上电脑 重新登陆系统 加在和钱多多 并兼战斗过的账户 大约30秒后 所有人整装待发 我的心中已经气势滔天 我现在什么也不怕 因为我的身后 不仅有多多站队 还有钱多多 我大声说道 切换市场总龙 不到两秒 所以 人再次整装待发 我大声问道 战士们 准备好了吗 145人 整整齐齐地回答 准备好了 那一刻 我仿佛拥有千军万马 百万雄兵 我骄傲地大声宣布 今天 我们把这家上市公司 买下来 开火 一头大如山岳般的巨狼 猛地张开血喷大口 露出无比尖利的獠牙 带着惊天动地的凶威 向那只270亿市值的市场总龙 黄奔而去 巨狼的背上 站着一位面带微笑的女子 她骄傲地仰起了下巴 伸出她纤细的手指 朝前方轻轻一指 口中轻吐一字 杀 巨狼猛然抱起 火力全开 带着狼神的嚎叫 战神般的杀意 喷洒天地 270亿算什么 我要吞天 杀 不惜打光 我们所有的子弹 杀 疯狂的咆哮声 从我的口中不断响起 我的145名战士 在这一刻全都化身为战神 用他们的手指 敲出了汉天尾殿 气踏长空 原本在市场总龙跌停板上的17亿风单 瞬间消失 被这头凶猛的巨狼一口吞掉 但没有结束 巨狼一脚崩碎了大地 腾空而起 张开血盆大口 要吞没整片苍穹 敌人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反应 巨大的抛单倾斜而下 犹如数十颗城市般大小的彗星 从宇宙万里之处 向着苍茫人间 疯狂地砸来 他们 要毁灭一切 一瞬间几千万 几个异规模的资金对轰开始了 敌我双方的资金狂流 已经变成了资金狂潮 他们用可以撼动这个世界的资金汪洋 齐齐地拍了下来 镇压 冲 所有人 超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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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炸链 山河崩碎 整片大陆的板块开始迁移 在昏天暗地的漫天狂尘中 一头巨狼 带着音报 急事而出 小力大声汇报 大盘指甸 资金回流 板块共振 我兴奋地看到了希望 我们就要成功了 我们引发板块共振了 这就是我们扭转趋势的关键 就在我要亢奋地大喊大叫时 操盘大厅的大门 被人一把推开 十多个身穿制服的人 快速冲了进来 后面还跟着满脸慌张的张姐 来人站在大厅里 大喝道 所有人 停止交易 停止交易 他见我们没有说话 继续大声喝道 拔掉他们的网线 十多个人一起动手 有人去 找到了网线总台 瞬间拔掉 有人去店员总台 切断了所有的店员 我暴怒地拿起烟灰缸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你们他妈的要干什么 然后跑过去抓住那个人的衣领 抬起拳头就要狠狠地揍他 被他身边的几个人紧紧拉住 夜雨 冷静点 楼下的张姐跑过来 赶紧把我推到了一边 此时的我 已经满眼通红 愤怒到了极点 我们离市场转机 就差一点点 我愤怒地大声质问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知道 我们正在保护股市吗 我说完这句话 委屈的泪水 已经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李嘉一快速跑到我的身边 气愤地看着面对的十几个人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这么做 十几个人中 走出来一个人 看了看我们的场地和所有人 最后把目光放在我的身上 他正色说道 你好 夜雨先生 我们是苏氏资议监局的工作人员 我是副局长万琳 我们接到上级指示 命令我们阻止 你们的操作 你说什么 我擦掉眼里的泪水 气愤地说道 你们知道 我们在保护股市吗 难道和空头作战 我们错了吗 万琳严肃地说道 夜雨先生 我们到场的每一个人 都很支持你的行为 为你的付出感到骄傲 甚至在苏氏有这样一种力量 而感到自豪 但这是上级的命令 我们必须服从 你的上级是谁 难道你的上级 就要眼睁睁看着别人 霍乱股市吗 你上级的一句话 就要我们所有人 看着空头为所欲为吗 万琳轻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 夜雨先生 这个问题我 无法回答你 你回答不了 有人能回答得了 我说着大步 跑回我的办公室 打开我的抽屉 拿出了那个黑色的手机 在双方作战 最关键的时刻 我被打断 我已经被气到了极点 我要举报 他说的这个上级 我做了几口深呼吸 尽量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得好一些 然后按下了 那个手机的拨出键 大约听到了七八声 盲音之后 一个温和的声音 传进了我的耳朵 你好啊 巨狼 这个声音 是那个领导的秘书 领导 今天空头力量 全面启动了 我这边 也已经形成了应对的方法 正在和敌人战斗的时候 我被人打断了 是苏式Z监局的人 他们说 接到上级指示 领导 我要举报这个上级 他在卫虎作娼 听到我的这番说辞 接听电话的秘书 被逗得笑了起来 他笑着说道 叶宇啊 我交给你这个电话 可不是让你 用来举报的 而且 你怎么不想想 在这么严肃的问题上 哪个上级 有胆量帮助外人 你呀 太年轻了 告诉 你吧 这个命令 是从我这里发不出去的 什么 我震惊地问道 领导 为什么这么做 空头在外围 拿出了 五千七百亿座空文 难道我们就眼看着 他们的阴谋得逞 秘书温和地说道 你的消息 已经过时了 现在已经达到 六千三百个亿了 你想一下 这些钱 能够让敌人疼吗 如果疼的话 能疼多久 下次还敢不敢来 我想了想问道 领导 您的意思是 让他们继续加大赌注 然后再出手 没错 我们这次要打一场包围战 让全部的敌人 先进来 再打一场歼灭战 让我们的敌人彻底疼 疼到他们畏惧 不敢再轻易地招惹我们 我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 我无奈地说道 领导 我确实是太年轻了 没考虑到这么多 可惜 我已经扔到股市里 一百多个亿了 却没配合好 领导的意图 你呀 秘书笑着说道 我这里有清晰的数据 你具体投了多少 我这边都清楚 这样吧 当我们的对手 下了中注以后 作为对你的奖励 给你一次发动 国家机器的机会 让你感受一下 国家战力的强大 中注是什么标准 战力怎么发动 我急切地问道 想让敌人彻底长记性 怎么也要接近万亿吧 然后我们直接打爆他们 至于发动攻击 你可以给我一个单号 我们发现 单号时发起总攻 我的心情 从刚才的失落 突然变得兴奋无比 因为我有机会 发动一次国家战力 我想了想说到 三百二十八 五百二十 这两组单号反复发 一直发 你小子 你不会是想借这个机会 向某位姑娘 表达爱一把 好 我成全你 给你这个机会 你发这组单号 国家队动手 挂断电话时 我的手已经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 是我的手机密码 自从三年前前多多 把我的手机 设成这个密码 我就从来没换过 因为这里面有她的生日 走进办公室 和走出办公室的我 完全是两种心情 有国家队 作为我的底牌 我彻底什么也不怕了 而且从能否胜利的态度 变成了必将胜利的信念 我的祖国 远比我想象的 还要强大 空头 屁都不是 我回到操盘大厅 我的一百多名战士 正在怒气冲冲地 看着那十多个人 似乎有心把他们吃了 我走到万灵的身边说道 你好万局长 刚才不好意思 是我冲动了 你也是完成 上级交代的任务 我能理解 万灵点了点头说道 叶先生 虽然这个任务 我们必须完成 但我们希望 你保持维护股市的态度 也希望国家多出一些 你这样的人 敌人来了 我们的股市 才更有力量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 万灵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起电话 认真地听着内容 然后挂断电话 松了一口气 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他看着自己的部下说道 好了 我们的任务完成 把网线给他们接上 我的操盘大厅里 所有的灯 又亮了起来 一台台电脑 又重新启动 互联网 又重新联通 万灵微笑着伸出手来说道 叶先生 祝你成功 我握住万灵的手说道 我一定会成功 我看着这些人离去 又看向自己的团队 大声说道 所有人回到战斗状态 我们今天 闭射 中午 由于我停止了进攻 市场总龙又回到了跌停 市场情绪再度崩塌 在上午收盘前 大盘已经下跌到 -7.1个点 市场一片哀鸣 我给前程打去电话 让他时刻发信息 告诉我华尔街的动向 他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认真地答应下来 并告诉我 现在空头资金 已经堆到了6900个亿 并且有新的金融大佬入场 资金还会增加 我在季恒的群里 发了一条消息 兄弟们 等我消息 时间到了 我告诉大家一组单号 大家一起疯狂地发 发的人越多越好 会有大资金入场 在这之前 谁也别动 季恒第一个带头回复 收到 随后到草人发道 你压的 现在说不行吗 我微笑着没有理会他 拿起玉瑶 让酒店 给我们准备的午餐 在操盘大厅 和大家一起吃了起来 下午一点 古市的大幕 再次开启 在巨母拉开的那一刻 映入眼帘的是 一片片的山河破碎 残垣断壁 仿佛这个世界 已经失去了生机 整个世界 到处弥漫着硝烟 偶尔一小群 抵抗的战士 瞬间被敌人的铁迹 涂灭 敌人正在嚣张地 肆意杀戮这个世界 仅存的生机 大盘持续下跌中 目前负7.6 空头的动能 依然存在 市场跌停 超过1200家 北向流出 超过800亿 市场没有一家红盘 多头力量完全消失 多头资金 彻底失去反抗 小利的毒盘 让每个人的心里 都压着一座山 但这就是现实 残酷的现实 当资金在逐利的时候 会不顾一切地 展开杀戮 小利转头看向我 似乎有些气愤地问道 业余 我们什么也不做吗 等 还不到时候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 前程正在不断地 给我发着华尔街的信息 空头资金 累加到7300亿 空头资金 累加到7800亿 空头资金 累加到8400亿 空头资金 累加到8900亿 你大爷的 让我发这些干什么 你在看热闹吗 现在我们股市的大跌 已经成了全球资本的狂欢 你怎么什么也不做 我回信息 全世界都不睡觉吗 去你大爷的 这是金融战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通过这一战 一夜暴富 这次盘口 和以前不一样 如果我们跌了10% 多头就爆仓了 别废话 给我看好了 这个对我非常重要 我回复 又过了一会 前程又发到 空头资金 累加到9100亿 我坐在操盘大厅的窗口抽烟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1点42分了 大盘已经下跌到-8.6 随着时间临近收盘 我也紧张起来 如果在收盘前没有动作 明天开盘一瞬间 就有可能被杀到累加10%以上 随着我的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 我赶紧打开 果然是前程发来的 他的信息写道 空头资金累加到1030亿 我一下站了起来 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 狠狠地踩面 我很辣地说道 我们股市的大店 是西方世界的狂欢吗 好 我特麻 要把你们的狂欢业 变成哀嚎业 张东城 在 市场总龙 328 520 单号反复发 持续发 一直发 是 所有人 大家整整齐齐地说到在 一人一只股票 328 520 单号反复发 持续发 一直发 是 我又把信息告诉季恒 然后看向所有人 大声说道 我们的反攻 要开始了 让敌人看看 我们国家的强大 开始发 一瞬间 我又被淹没在键盘上的浪潮里 我满墙的大屏幕 瞬间出现了一排排滚动的数字 328 520 整个股市 同时在100多家股票的交易栏里 反复出现了 328 520 一遍一遍 反反复复 紧接着 通过季恒迅速扩散的消息 犹如浪潮般向整个股市蔓延 大量的股票加入进来 200家 400家 800家 1200家 几乎整个股市都发出了这个信号 小丽 快看看 有没有大资金入场 小丽快速地翻动着屏幕 暂时没发现 但是发现越来越多的股票 发出了328520 然后小丽激动地看向我问道 业余 这是多多姐的生日吗 当然 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 我听着所有人密集的键盘敲击声 看着满墙大屏幕迅速滚动的单号 我咬牙说道 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 你在哪 来了 小丽大声说道 从哪开始的 我激动地问道 天哪 天哪 国家队动手了 出手 就是万一大盘 宁德大帝 是宁德大帝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问道 为什么是创业版 小丽兴奋地大声说道 因为是20厘米 这是国家队最强表态 在荒天谷地中 一位拥有庞大身躯的荒谷巨人 缓缓站了起来 但是天空与大地的距离太近了 荒谷巨人把整座天 扛在了肩上 他脚踏大地 一点点撑起一座天 又来了 又来了 全是万一大盘 天哪 这次同时动了十个 贵州 工商 移动 人寿 石游 一位为荒谷巨人同时 崩碎了已经在身上 化作山川的巨石 在折伏了亘古岁月之后 他们都犹如盘古巨神般 缓缓站了起来 随着大地疯狂地震动 一位为巨人 纷纷扛起天空 用自己的全部神威 开天辟地 壮阔乾坤 大盘疯了 大盘疯了 指数疯狂暴涨 -7.6 -6.3 -5.2 -4.7 天哪 天哪 我从来没见过大盘涨这么快 此时的小力 已经和大盘一起疯了 我大声命令道 所有人 我们把市场总龙干起来 我的团队刚动手 市场总龙跌停上的风单 一瞬间就消失了 怎么会这么快 我惊讶地问道 这是我的观察员 终于有机会帮到我了 因为小力 已经兴奋地手舞足蹈了 叶哥 盘面监控显示 大量游资的资金疯狂杀来 我们有助攻了 一方有难八方来源 股市中的各路英雄好汉 纷纷登场 游资们的想法 全都集合到了总龙的身上 漂亮 一鼓作气 涨停 市场总龙 被疯狂的资金 洪流唤醒 他晃了晃巨大的龙头 不要以为龙盘浅滩 就可以遭瞎戏 我一遇风雨 变化龙 化真龙 市场总龙 带着磅礴的龙威 拔地而起 一飞冲天 直上就消 空头那近百亿的疯狂抛压 在几十位 上百位的游资 团攻之下 突然变得不堪一击 空头的筹码 在短短十几秒后 被催枯拉小的资金 狂潮淹没 我看着涨停的总龙 毫不犹豫地大声说道 继续拉 我们要总龙 助攻龙 捕掌龙 新风龙 穿越龙 破局龙 不管什么龙 能拉出什么龙就拉什么龙 我们要取龙其废 随着资金的狂流 向四面八方奔流而去 本来的一片蛮荒大地 瞬间江河流淌 四海汪洋 在一处处海平面中 一条条巨龙腾空而起 这个中华文明的最强图腾 龙 开始疯狂涌现 叶哥 大量跌停撬板 现在还有八百六十四家 不 六百二十三家 现在还剩二百零六家 全都在同一时间开始撬板了 小盘古全活了 情绪飞速转暖 这一刻 我被沐浴在所有人的喜悦之中 我看着每一个人的笑脸 看着每一个人激动的样子 我多希望炒股人 每天都有这样的表情 如果我们的股市 能够天天这样该有多好 我知道这一战必胜 我拿起一支烟 站到窗口点燃 看向窗外的风景 此时天空中的云层 已经裂开了一个口子 一道明媚的阳光 洒向大地 在那道光木的背后 又出现了一道彩虹 波云渐日 股市长虹 我吐了一口烟 又想到了它 不知道 我送它的礼物 它看没看到 也不知道 我今天的表现 能否让它夸上几句 股市在一片沸腾声中 完美落幕 大盘 从最低的负八点六个点 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十分钟的时间 就一路飙升到 正七点九 五千只股票全部红盘 涨停股超过一千价 这一天 成了股民的狂欢日 也成了空头力量的悲情日 因为离空头的爆仓点 只有百分之二点一个点 如果明天冲破这个数字 你有信心吗 我想了想说到 领导 我认为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就是中国股民 秘书的语气 又变得温和 哦 为什么这么说 领导 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生存的股市之一 就是我们的股市 它拥有地狱级的参与难度 就在这样一种环境里 我们的股民 依然没有放弃坚守 哪怕被残酷地收割 哪怕被深深地套牢 在股民的心中 对股市又爱又恨 但却仍然 带着激情与梦想 顽强地坚持着 股民是最坚强的一批人 也是伟大的一批人 在我心中 每一位股民都是英雄 我相信 伟大的股民 拥有伟大的力量 秘书沉默了一会说道 叶宇 我听到你的话 很有感触 我也会把你的话 转达给领导的 他想了想又说道 我这次给你来电话的含义 你清楚吧 我清楚 我会把这个消息 扩散出去的 我相信 人民有力量 股民有力量 有国家 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 空头算什么 我们一定可以一锤定一 嗯 叶宇 我们结束这次通话以后 我会切断这条线路 在这之前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了想笑着说道 领导 我想和空头决战到底 但是现在没有子弹了 秘书笑着说道 你小子倒是很会把握机会 祖国会善待 每一位为国效力的战士 对你也是一样 你的弹药 我来想想办法 争取让你在战场上 可以发挥强大的战力 秘书沉默了几秒 郑瑟说道 叶宇 你记住 做法律边界之内的事 作为祖国的强盛尽力的事 作为社会的繁荣效力的事 作为人民的幸福努力的事 这样 你才能够成为巨狼业语 是 我挺直了腰杆 大声说道 我放下黑色电话 看着电话小屏幕中 原本的信号连接 变成了信号中断 我知道这台电话 从此以后 就成为纪念品了 它将失去通讯的作用 李嘉宜推门走了进来 老板 你不会怪我吧 你是说 没有及时 给我李孟涵做空的消息 李嘉宜轻轻点了点头 我说道 你想不想要个 将功不过的机会 你是说 让我晚上好好伺候你 想啥呢 那分明是奖励 我想了想说道 既然你有渠道获得消息 那就一定有渠道发布消息吧 我见李嘉宜点头 我继续说道 嘉宜 从此以后 我交给你一个新工作 帮我笼络一大批喉舌 我业语说一句话 一个小时以内 要全国都听见的那种传播力量 你能做到吗 李嘉宜自信地说道 在互联网上 这种力量 只需要花点钱而已 一点也不难 很多自由媒体人 是缺少立场的 你想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 取决于你给的分量够不够 好 你帮我发一个 铺天盖地的小道消息 我的话还没说完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一看是个陌生号码 想了想 还是接了起来 李嘉一泽走过来 帮我揉捏肩膀 你好 是叶宇先生吧 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你好 我是叶宇 您是哪位 你好 叶宇先生 我是苏氏银行的行长 我姓高叫高兴 我笑着说道 你好高兴长 我听到您的名字就高兴 对方认真地说道 叶先生 我听说 你想做一笔贷款 我想知道 大约是多大规模 我想了想说道 五百个吧 对方显然松了一口气 语气轻松了许多 五百万 没问题 我马上就可以安排 我说的是五百个亿 什么 高兴被惊得半天 没说出话来 叶先生 我能知道 这五百个亿 是用来做什么吗 炒股 炒股 高兴又被惊得 半天没说出话来 叶先生 您说的这个数字太庞大了 恐怕仅靠苏氏的能力办不到啊 高兴长 这笔钱对我很重要 你能帮帮忙吗 高兴有些为难地说道 叶先生 我这边需要些时间 这么大的一笔现金 恐怕需要省里的支持 您能告诉我用多久吗 我想了想说道 三个月 连本代利还给你 高兴想了想说道 叶先生 我希望您知道 我们甚至连面都没见过 我去处理这个事情 万一出现闪失 那我以后就高兴不起来了 放心吧 我说三个月就三个月 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高兴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吧 我尽力试试 但我不敢打包票 我们挂断电话 本来以为自己接得少了 却没想到 给对方这么大的压力 看来银行的钱 也需要精打细算啊 一条小道消息 明目张胆地出现在各大网站上 军牌在热搜前三 许多的知名大V几乎同一时刻发出了声音 更有无数的自由媒体人 古评人 专业写手 纷纷加入传播 甚至那些为了蹭热度的网红也来助阵 小道消息 已经被赋予了好多个主题 中国股民 决战华尔街空头 股市命悬一线 股侠们绝地反击 为了股市美好明天 两亿股民不惜一战 打爆空头 我们只需再挺进2.1% 让空头爆仓 一万个亿灰飞烟灭 我靠在李嘉一的床头上 快速翻阅着这些信息 我对李嘉一的工作很满意 甚至出乎我的意料 李嘉一还在客厅里不断打着电话 一个人就搅动了巨大的风雨 他没挂断电话 就跑到卧室 老公 有人在大量删帖 似乎投了很多钱 钱算个屁 我再投10个亿 不行就50个亿 今夜一定要把股民的热情调动起来 我要把捍卫股市的情怀 铺满整片神舟大地 李嘉一的小脸已经兴奋地通红 他痴迷地看着我说道 老公 你真男人 真大气 随着我资金力量的加强 敌人再也无法扑灭我的小道消息了 短短半个小时之内 甚至我的朋友圈里 都能看到大量的消息 我知道 当消息已经传达到末端时 敌人已经无法阻止了 这场宣传战 我赢了 我随便打开一个网站 就看到了一条被置顶的消息 喂 国尔站 你来吗 我点开进入一看 已经出现十多万条回复了 我随便翻了翻 当然来 妈的 现在能开户吗 谁借我个账户 我要为国而战 说多了没意义 我连夜挂掌停 全仓干 空头算个毛线 兄弟们 明天谁出手 谁就是我祖宗 当然 我也干 妈的 房子不买了 婚不结了 老婆不要了 全部钱都押上 是要打败空头 还我股市青天 老夫尚有一口气在 就是这口音雄气 明天棺材本全押上 你们都小点声 空头还没爆仓 就让你们吓死了 我们的股市 不容外人践踏 站着来 躺着走 我看着如潮水般的热情 我的心也跟着激动起来 忍不住自己 也发了好几条评论 又看到有一个 投票支持率 点开一看 支持者百分之一百 中华儿女有力量 这一夜 我兴奋无比 看着忙得有些疲惫的李嘉一 我笑着问道 作为对你的奖励 我来伺候你吧 你想从哪开始呢 李嘉一拢了一下自己的大波浪长发 缓缓靠在床头 冲我抬起一只雪白的脚丫 迷人地说道 那就从脚趾头开始吧 今天 艳阳高照 一片晴空 湛蓝的天穷之上 飘着朵朵祥云 仿佛这个世界 正在用最美好的方式 欢迎一座辉煌的古市 隆重登场 我站在操盘大厅里 放下手中的电话 心中又多了一层底气 刚才的电话 是苏氏银行高兴打来的 他说一群领导忙了整整一夜 帮我把这笔紧急贷款落实了 五百个亿 十分钟后到账 楼下的张姐 笑呵呵地走进了我的大厅 她看着我说道 叶老板 我们营业部这下可出名了 我笑着问道张姐 这是怎么说 张姐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胳膊 巨狼的名号 昨天一下 出现在上百家股票的龙虎榜上 我们营业部可沾了好大光呢 一早上就有很多人打电话 来要在这里开户 说这里是谷侠根据地 我们的接线员都忙不过来了 嗯 今天会上榜更多的 张姐已经喜不自胜 开心地说道 叶老板 您先忙 我也要下楼帮忙接电话去了 我看着张姐的背影 想着自己的称谓 从最初的小叶 变成叶经理 然后到叶总 再到现在的叶老板 看来 我的地位真的提升了 巨大的财富 正在把我推上人生巅峰 我暗暗压住心中的喜悦 我知道自己越是有钱 越要让自己稳重 这样才能得财配位 随着到账的五百个亿 再次给大家分配完毕 我看着墙上的垫子中 心情再度紧张起来 倒计时开始了 十九八七六五 搜 三二一 开启 股市的大幕准时华丽绽放 一片的红盘带着无比的笑脸 最大限度地向整个世界 发出了最强硬 我的观察员快速汇报业格 市场全部红盘 涨停718家 资金情绪高涨 涨停加速 持续增多 我激动地说道 稳住 现在还是在可撤单的交易时间 注意观察 是 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 心中默默祈祷 股民们 坚持住 千万别撤单 千万别撤单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度过 我已经紧张地 开始双手发抖 我紧紧握着拳头 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人气越来越强的大盘 我忍不住大声说道 还有最后十秒 稳住 兄弟们 稳住 我开始小声默念倒计时 十九 我的观察员兴奋地大叫起来 八七六 这时大厅里的所有人开始一起高呼 五四三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 和所有人一起狂呼 二 一 九点二零分整 全场一片欢呼 整个市场无人撤单 每一位股民都贡献了自己强大的力量 我激动地大声说道 所有人 在 今天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打出去 所有人开始寻找低位低价股票 今天我们要把整座股市推向巅峰 是 随着巨浪般的键盘敲击声响起 资金的狂潮向整座股市洗脚去 滔滔避浪 弯弯清流 无尽的财富力量 推动着整个神舟隆隆向前 在九点二五分到来的那一刻 整个华夏都发出了亢奋的高歌 大盘的黄白线产生了巨大的分离 白线轻轻扬起 黄线一飞冲天 群众鼓稳定江山 飞拳重狂歌好舞 这代表巨大的赚钱效应来临 大屏幕上的大盘指数 稳稳地 跳空高看 3.28% 空头力量瞬间被爆头 中国股民一锤定音 我们所有人都风味一样跳了起来 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喜悦 我们用疯狂的大喊大叫 去释放心中装不下的激动 宣泄这种激动的 不仅有声音 还有泪水 我擦了一把激动的泪水 大声说道 中国股市 一夜春回大地 中国股市 一夜百花盛开 在这片世界里 股民心中有大意 股民都是真英雄 我疯狂地大声喊道 中国股市必将雄起 所有人和我一起大声喊道 中国股市必将雄起 在东方大地上 一头沉睡的雄狮 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威额的身躯 缓缓站了起来 他一步步走上巅峰 面向整个世界 发出了那声 最强嘶吼 临近中午收盘 我看着气势如虹的股市 虽然心中的激动 已经平静下来 但是心中的希望 却冉冉生气 我看到了股民的力量 那是波澜壮阔的未来 我回到办公室 打算梳理一下 进一步的计划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你好 哪位 手机厅筒里 传来一个 我不想听见的声音 我是李孟涵 我微微皱眉 套在椅子上说道 李孟涵 这不是爱国女侠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夜雨 我知道你是这波拉声的 主要发起人 中午我们聊聊吧 李孟涵 我对你不感兴趣 也不想和你有任何交集 如果你找我就是这个事 抱歉 我没时间 李孟涵想了想说道 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 是你第一个发出来的吧 我严肃地说道 李孟涵 你想干什么 我在苏市某某饭店 八百八十八包房等你 李孟涵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 进入了思考 他怎么会在苏市 难道要拿我来卸饭 他刻意说的单好 是不是在拿多多威胁我 想到钱多多 即便有再大的风险 我也要去看一看 我很快 来到李孟涵说的地点 在饭店楼下 却并没有发现他的人 来到他说的包房门前 在门口 也没看到他的保镖 我看着那扇门 知道里面 一定是一场鸿门宴 我做了一口深呼吸 一下把门推开 大步走了进去 我在房间四处打量 却只看到李孟涵一个人 他正坐在沙发上淡淡看着我 今天的他穿着一件衬衫 配了一条短裙和高跟鞋 仍是一如既往的白色 他对我淡淡说道 不用找了 就我一个人 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李孟涵 他的美貌与高贵的气质 极少有人可以比肩 但在我心里 沙发上却坐着可怕的敌人 李家大千金 当代化石人 未来李家的家主 出门不带几个保镖 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李孟涵向餐桌一摊手 请坐吧 这顿饭是我为你庆功 恭喜你赢得了胜利 他从沙发站了起来 走到餐桌的主位坐下 我这有没说到 你什么意思 你一个空头会恭喜我 李孟涵淡淡一笑 怎么 我带着保镖 你都不怕我 我一个人反而让你害怕了 我走到他的正对面 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李孟涵 你找我什么事 现在可以说了 李孟涵拿来两个高脚杯 分别倒上红酒 把其中一杯 用转桌转到我面前说道 叶宇 我是来感谢你的 我被他的话 逗得一声冷笑 我带着笑容说道 李孟涵 你是什么人 我能不知道 感谢我 你是恨不得杀了我吧 李孟涵自己喝了一口 红酒说道 我已经不是李家的画师人了 一切权力都没有了 我现在 只是李家普通的一员 我找你来 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谢意 感谢你把我变回了普通人 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李孟涵 我希望你清楚 这都是你们做空股市的报应 我们做空股市 李孟涵轻轻一笑 他继续说道 叶宇 据我了解 你也是个老股民了 我问你 即使没有人做空股市 股市就会涨了吗 既然有没有人做空 股市依然跌跌不休 我们的市场还不允许做空 那这么 好的机会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借助外盘去赚钱 他见我没说话 继续说道 我们的大盘 在三千点附近徘徊多久了 每年又有多少家 新增的上市公司 你见过往蛋筐里 反复加鸡蛋 而蛋筐里的鸡蛋 总重量不变的情况吗 加进来的那些鸡蛋的重量 去哪了 为什么 总重量不变 会不会是鸡蛋里面的蛋液不见了 或者已经有的鸡蛋 只剩下蛋壳了 这个重量 是被我们空头 做磨的吗 我皱眉问道 你想说什么 李孟涵看着我 继续说道 业余 我们的市场在一些企业看来 不是投资市场 而是兑现市场 那些辛辛苦苦上市的公司 不是来融资发展企业的 而是来这里获利了结的 是他们的兑现 是鸡蛋的总重量不变的 我们 不过是顺势而为而已 我们有错吗 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当然有错 是你们破坏了市场环境 让股民没有了信心 业余 如今的市场 应该有90%以上的人都赔钱吧 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 我们的市场只能单向做多 这90%的人 是因为手里的股票没有上涨 所以赔钱了 是这样吧 李孟涵 你把我当傻子吗 李孟涵哥哥一笑 抱歉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 如果我们的市场 同时具有做多和做空双向机制 你说 那90%的人 还会多亏钱吗 我突然愣住了 但是我认为他说的都不对 李孟涵 不要在这里给空头辩解 你能否认股市的动荡 和你们这些人没关系 李孟涵优雅地喝了一口红酒 他继续说道 你知道 为什么别的股市可以做空 指数却一直在涨吗 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想思考这个问题 李孟涵用他那双漂亮的眼睛 看了我一会儿 空头 是进化市场的最佳工具 空头 是消灭空弹壳的最佳手段 任何亏损企业 都无法在空头的打击下生存 当这个市场上 只剩下既有企业的时候 指数 才会被真正的拉升 而且空头力量 可以倒逼企业 好好发展 否则 他们就无法在股市生存 股市不再是他们的兑现工具 而是监督企业发展的利器 因为所有亏损企业 都会成为空头的标靶 当把这些企业的股价 打压到一文不值的时候 企业 才会把精力放在实体经营上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兑现而已 我现在根本不想听这些 我只关心他 是不是要对付钱多多 我咬牙说道 李孟涵 我不是来听你这些废话的 你想对多多做什么 李孟涵看着我 这我没说道 你在说什么 什么多多 我腾一下站了起来 大步走到李孟涵的身边 愤怒地说道 少在这和我装算 如果你敢碰他一下 我就和你拼命 李孟涵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叶宇 别以为我在李家不整全 你就可以威胁我 威胁你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你以为我业语 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人 我告诉你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说着 一把把他拉倒在旁边的沙发上 他挣扎着刚要起来 他的一条胳膊 已经被我狠狠地掰在了身后 把他的头死死地压在沙发上 啊 随着李孟涵的一声惨叫 他开始慌张地挣扎 跪在沙发上 想让自己起来 却被我用一条腿跪压 在他的两条小腿上 我看着头被压在沙发上 却高高翘起臀部的他 我冷笑着说道 李孟涵 你在别人眼里 是高不可攀的大小姐 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如果你敢对付多多 我随时都可以废了你 此时的李孟涵 已经疼得流出了汗水 业语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快放开我 那你说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是 什么意思 那个数字 不是你的反攻信号吗 我知道这个数字 是你第一个发出来的 我只知道这个 此时的他 已经被手臂的疼痛 弄得红了眼眶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他的话 我继续问道 你们李家 有没有什么报复计划 说 我说着 又把他的胳膊 往上掰了一点 啊 李孟涵 已经疼得浑身发抖 业语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已经被赶出 决策圈了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他说着 疼得流出了眼泪 随着他身体的扭动 他的白衬衫 向他头的方向滑落 露出了洁白的后背 而他的后背上 布满了一条条的伤痕 有的 已经留下了纤细的疤痕 有的 刚刚愈合结痂 我看着哭泣的李孟涵问道 你的后背 是怎么弄的 李孟涵疼着疼痛说道 被打的 被李家的家法打的 我稍微松了松 被我掰住的胳膊问道 你保证 不会对付我身边的人 李孟涵快速点头痛苦地说道 我不会 我真的不会 我发誓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也松开了他的手臂 我后退几步 拉了一把椅子 坐在了他的对面 李孟涵虚弱地躺在沙发上 捂着自己的胳膊 抽气起来 我看着他的样子 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不应该这么粗暴地 对待一个女人 可是一想到 他曾经的强势 我又狠了狠心问道 李孟涵 这回你可以说 找我来的目的了吧 他缓缓地坐了起来 慢慢活动了 一下自己的胳膊 我说了 我找你来是想感谢你 你有病吧 谢我什么 让你们李家 损失了几千个亿 李孟涵激动地说道 我当然有病 我李孟涵失去了感情 没有朋友 没有自己的生活 甚至没有女人的欲望 我就是李家执行工作的傀儡 这样的日子 已经要把我逼疯了 直到我因为这次失败 被解除了未来家主的身份 才有机会活得像个人 这对我来说是心生 我终于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 去感谢谁 我就知道这次失败 是你引发的 所以 我来感谢你 我默默地看着他 去判断他话中的逻辑 以及言语的真伪 我想了想 试探着问道 你自己的事情 是做什么 我做过很后悔的事情 这些年一直折磨着我 现在我自由了 我想去清修 用下半生去弥补我的过错 我笑着问道 你不会是想出家吧 我见他点了点头 逐渐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我继续追问道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李孟涵痛苦地 捂住了自己的脸 颤抖着说道 因为我要祭奠我的爱人 我要赎罪 我看着默默流泪的他 完全放弃了对他的敌意 我走到餐桌前 拿起他倒的那杯酒喝了下去 李孟涵 感谢你的午餐 从此以后 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我说完向门外走去 夜雨 李孟涵叫住了我 我转头看向他 听见他说道 梁秋是你的朋友吧 这次他也爆仓了 欠了李家很多钱 已经走到绝路了 我看着李孟涵说道 我的朋友 不会有绝路 然后快速离去 我在外面 给梁秋打去电话 但却无人接听 我又给梁秋发去信息 梁哥 晚上一起喝酒 我去找你 过了好久 梁秋才回了一个字 好 我迅速给李嘉一拨去电话 李嘉一 快给我订去深圳的机票 我到深圳的时候 已经太阳西下 满目的晚霞 似火般点缀着天幕 夕阳虽美 可终是临近西山 我在楼下 买了两瓶最好的洋酒 大步向梁秋的公司走去 当我来到他公司的时候 才知道 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剩下一些 没被搬走的桌椅 我拿出手机 给梁秋拨电话 响了好几声 梁秋才接起来 老爹 梁哥 你在哪呢 我过去找你 公司天台看风景 你等我 我给你带了好酒 咱哥俩好好喝点 我说完挂断电话 快速向楼上走去 和我想的一样 梁秋要走那条路了 李嘉一连跑带颠的 在后面跟着我 我回头说道 你在下面等我吧 如果我给你打电话 就赶紧找人上来 我怀疑梁哥要想不开 李嘉一一愣 随后 马上点头答应 我拿着两瓶酒 推开天台的大门 看到梁秋正 坐在地上 看着天边的晚霞 梁哥 怎么一个人坐这 梁秋回头看了我一眼 微笑着说道 老爹啊 今时不同往日了 这次哥哥 安排不了你了 我举了举手中的酒说道 以前总是你安排我 以后我来安排你 可以天天安排 我说着坐到了梁秋的身旁 我打开一瓶洋酒 递给他 梁哥 晚上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吃最好的 梁秋喝了一口酒说道 阴阴厌厌 还肥厌瘦 腐若凝脂 粉带天香 吃够了 也没胃口吃了 我笑着说道 梁哥 你似乎有些惆怅啊 怎么了 和我说说 梁秋看了我一眼 老弟啊 哥哥现在是古道西风寿马 哭疼老树荤鸭 你不躲远点 怎么还过来套近乎呢 哥 你说啥呢 我们不是朋友吗 你也知道 我现在只有两个朋友 而且这些年 咱俩一起玩得最多 感情最近 你可是我的半壁江山啊 我说着向他举起了酒瓶 梁秋看着我 摇着头笑了笑 和我碰了一下酒瓶 喝了一大口 老弟 你把我这酒肉朋友 也当朋友 看来你是真的没朋友 梁哥 这酒肉朋友 才是好朋友 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酒肉朋友在一起 才只有欢乐 一起喝酒 一起开心 一起谈论风花雪月 这别的朋友 要么劳道人生 要么鞭策生活 要么倾诉悲伤 哪有这酒肉朋友 随叫随到 只图 欢乐来得畅快 能给彼此带来快乐的朋友 才是好朋友 梁秋微笑着说道 你比以前滑头了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和你梁秋能学出什么好样来 这次梁秋被我逗得笑出声来 他向我举起酒瓶说道 来 我们兄弟喝一口 我喝了一口酒说道 梁哥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 比自己的心情更重要 好的心情 看什么都是美的 无论心情好不好 这风浪该来一样来 何必为难自己 梁秋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两年 我的父母相继去世 让我更加看淡了人生 本想潇洒大干一场 让自己人生无憾 结果没有大成 却迎来了大败 这就是我的命 命里无时莫强求啊 我试探着问道 梁哥 你这么亏了多少 梁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说道 兄弟 哥哥打算走趟远门 恰好收到你的信息 想来我这辈子 也没什么朋友 也就和你玩得多些 走之前 和你道个别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 未来真诚各自安好吧 我笑着说道 梁哥 你怎么说得跟送客似的 我可是找你来玩的 梁秋苦 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喧嚣的城市说道 醉武狂隔五十年 花中行乐月中眠 我梁秋 玩够了 他说着站了起来 大声说道 我只想自歌自舞 自开怀 无拘无恕无碍 我又想狂一次 旁人拍手笑书狂 书又何妨 狂又何妨 我看着站在一片 火红夕阳中的身影 我担忧地说道 梁哥 跟我走吧 我能帮你 梁秋转头 看向我笑了一下 兄弟 你走吧 莫人能帮得了我 他喝了几大口酒 把酒瓶放在地上 朗生说道 天地茫茫 世事沧桑 生命无常 何须奔忙 梁秋说着 大步向一个方向走去 樊潇俗沉 竹力追鸣 殊不知穷通有数 祸福原定 探秋双月夜 长城游在 黄陵宫记 夜城台荒 无非四夕如梦空一场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前夜悲凉 后一彷徨 劝君乐天且知命 但守本分 修到是非及荣辱 莫论兴衰与成败 顺自然 寻定律 他唱罢来汝登场 可谓荣华草头鹿 富贵花上霜 我赶紧站了起来 大步跟在他不远的身后 云云众生中化尽 得失不必挂心肠 管什么第九天肠 说什么万古流发 闲时薄处 诗书逍悠 送几句 归去来词 歌半曲 一声何求 梁秋说着 已经来到了女儿墙边 寄乡村故里 居前树下 西子寄好时光 腰枝挤凉棚 唱尽尊前九一伤 说完这句 他一下登上了女儿墙 站在了十七层半公楼的墙边 他看向那片火红的夕阳 说出了这首 知命父的最后一句 观肖肖落叶随经风 青山半夕阳 他回头看着我 潇洒一笑 一手知命父 走完人生路 兄弟 永别了 梁秋说完 一步踏了下去 梁哥 我知道他的打算 但我没想到 他这么干脆地做了 在他回头看向我的时候 我已经向他跑了过去 当他的身体 坠向另一个世界的瞬间 我已经紧紧地 抓住了他的手腕 一股强大的重量 瞬间就要撕裂我的胳膊 我的胸口 被死死卡在 女儿墙的墙角上 无法忍受的剧痛疯狂 向我袭来 我完命抓着他的手腕 用极致的毅力 抵抗着 从胳膊到胸口传来的剧痛 夜雨 快松手 否则 你也会掉下来的 身体悬空的梁秋 大声叫道 掉下去个屁 我的骨头 都卡在墙角里了 你快抓住我的手腕 兄弟 我欠的钱太多了 我已经没有机会还上了 我帮你还 快抓住我的手腕 我快没有力气了 我大声咆哮着说道 那是八十个亿 八十个亿算个屁 我在股市里 就趴着一千二百个亿 你愿意帮我 梁秋惊讶地看着我 废话 要不我来找你干嘛 快抓住我的手腕 梁秋终于抓住了 我的手腕 两个人的力量 紧紧扣在了一起 梁秋看着我微笑着说道 那你刚才不阻止我 我的手腕 感受到他的力量 我终于忍不住 生死离别的悲伤 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你他们还能笑出来 谁他们知道 你真敢跳啊 我的泪水 直接掉到了梁秋 微笑的脸上 此时的我已经疼得 满脸通红 胸口的骨头 似乎都要断了 还有整条手臂 根本就没有 把它拉上来的力量 相反 强大的拉扯力 让我疼得追星刺骨 我赶紧去翻 口袋里的手机 但是手机 却在我裤子右边口袋里 我用左手 花了好大力气 才抓住手机的一脚 拉了出来 结果手机 却掉在地上 离我的手 只有十厘米 却怎么也够不到了 多留到梁秋的脸上 身体已经疼得 无自控地发出了抽动 梁秋微笑着看向我说道 兄弟 你的心一哥哥领了 放手吧 梁秋 再坚持一会 马上人就来了 此时我打不了电话 只能把一切 寄托在奇迹上 我疯狂喊道 李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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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呼唤 奇迹 真的出现了 那道通往天台的大门 被人一下推开 李嘉一带着几个保安 冲了出来 三个保安 用了好大力气 才把梁秋 从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拉回来 当梁秋 重新踏上天台的那一刻 我已经身体颤抖地站不起来了 整条右臂 都失去了知觉 李嘉一担忧地 扶着我的身体 我刚缓过来一点力气 就伸出能动的 左手紧紧抱住了李嘉一 激动地说道 嘉一 谢谢你 谢谢你 李嘉一来得太及时了 再晚一会 我将失去这个朋友 梁秋坐在地上 开怀地笑道 在这天台之上 还能见到世间 最美的一人 真是人生幸事啊 李嘉一狠狠地瞪了梁秋一眼 梁总 这出去旅游一圈 感觉怎么样啊 还是人间最好啊 然后 看向我抱拳说道 兄弟 多谢救命之安 我忍着疼说道 兄弟们 以后出去花的时候 别忘了叫上我就行 李嘉一不高兴地掐了我一下 我看向李嘉一笑着说道 嘉一 我开玩笑呢 我发誓 你是我最后一个女人 李嘉一想了想问道 那你心里有没有我的地方 我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 傻丫头 你早就在我心里了 我走到梁秋的面前 伸出左手说道 梁哥 人有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 但也有坚守 在这个世界的理由 只要不放弃自己 总会有活下去的希望 以后就跟我一起吧 梁秋一把抓住我的手 被我拉了起来 好 全听兄弟安排 我今天就的 不仅是我未来真心的朋友 也是在两个多月以后 帮我在股市中 出掉两千多亿股票的人 农场主 梁秋 时光荏荏 岁月如歌 在歌声般的人生中 我高歌猛进 不是赚了多少钱 而是我打造出了 自己的游资团队 小虫 张东成 这两个我最亲近的地点 还有另外几个人 全被我包装成了 新生代游资 对外 他们 各自为战 互不相关 实际上 都是我的人 因为巨狼的钱太过庞大 并不符合当下的环境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经历了几件事情 我和于瑶 补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的两个孩子 牵着妈妈的婚纱 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几千人的祝福声中 我吻向自己的妻子 此时的于瑶 前所未有的美丽 梁秋说得没错 于瑶是个 可以成为大嫂的女人 在她知道 我和李嘉一的事情后 不仅没有和我哭闹 反而对我更加体贴 她把自己打扮得 越来越漂亮 甚至还经常 给李嘉一买礼物 我知道 于瑶在用这种方式 向我证明 这个世界上的女人 她最后 没有人可以取代她的位置 所以在婚礼上 于瑶邀请李嘉一 成为了唯一的伴娘 这个伴娘的手上 也带着我买的戒指 李嘉一 对我敞开了所有秘密 她在苏氏小院的八年 搜集了李嘉 很多的秘密 其中很多都是违规操作 她掌握的信息 足以掀翻这个家族 但是她最终 却没有狠下这个心来 她把一切都交给了我 让我决定 这些信息的归属 而让她很不下心的原因 是她的肚子里有了孩子 再就是我实现了 超过继衡的目标 实际上 在资金方面 我超过她很多 但这些并不是 因为我对目标的执着 实现的 而是通过那场古战 我没想到一场古战 就成就了我 本来几年的梦想 却在短短几个月 就实现了 而那时 我的目标是打败空头 却同时收获了 超过季衡的结局 这又让我想起了 季衡的话 如果你的目标是钱 就实现不了 再就是 我把办公的这栋六层楼 买了下来 楼下依然是张姐 他们的证券公司 只不过 这回要他们 给我交房租了 除了心底的那份遗憾 我实现了自己所有的愿望 我已经没有 更加伟大的追求 我现在只想守护好身边的人 珍惜心中所有的温暖 我笑着看向坐在对面 被我教会抽烟的梁秋 来 梁哥 抽根烟 我说着向梁秋 抛过一支香烟 李嘉一推开办公室的门 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叠的报销单锯 气呼呼地扔在我的办公桌上 老公 你看看小虫啊 这个月 又是一大堆的请客吃饭 他总这么浪费 你也不管管他 我看着他微微隆起的小腹 笑着说道 来 宝贝 李嘉一撅着小嘴 坐在我的身上 老公 这个月小虫又来报销一百多万 我都问东城了 这小子从来不攒钱 赚的钱都给网红打赏了 这怎么能行 我搂着他微微变粗的腰说道 嘉一 反正钱也不多 就让他花呗 小虫心里有数 这不是控制得挺好吗 你就惯着他吧 他也不正经找个女朋友 一天天的就知道花天酒地 李嘉一说着 看像坐在沙发上的梁秋 都是你 谁说自己玩够了的 现在有钱了 还不是本性难改 小虫就是被你带坏的 梁秋无奈地说道 我说弟妹啊 你这身怀六甲的贵妇 不好好在自己的大别墅里 被保姆伺候着 总来单位忙活啥呀 都说这女子一运傻三年 我看一点不虚 还不是瑶瑶让我来看着你 万一把我老公带坏了怎么办 我轻轻抚摸着李嘉一的小父 笑着说道 拉倒吧 瑶瑶才不会这么做呢 是你自己不放心吧 李嘉一哥哥一笑 看着我妩媚地说道 老公孕妇容易焦躁 你得让着我 梁秋看着我们说道 你俩呀 当年在鹏城酒店的大会议室里 我就知道你们肯定得走到一起 李嘉一转头看向梁秋问道 那时你怎么会知道 梁秋说道 当时开会你俩是咋说的 女的对男的说请多指点 男的对女的说请多包涵 你俩听听 一个想被指点 一个想被包涵 如此晦涩的深入浅出 如此暧昧的珠连闭合 被你们说在堂堂大雅之下 我多脸红 我看着李嘉一问道 是这样吗宝宝 李嘉一红着小脸说道 好像还真是 来 宝宝 轻轻 我说着就亲了李嘉一口 梁秋无奈地走出了办公室 李嘉一趴在我的怀里说道 老公 你说 我们的女儿叫李小满好不好 小满 这个名字我喜欢 可是为什么姓李啊 不是应该姓业吗 你又没娶我 孩子必须随我姓 瑶瑶的孩子 还有一个姓语呢 再说 多多的孩子不也姓钱吗 我一愣 嘉一 你怎么知道 多多的孩子姓钱 我怀里的李嘉一不说话了 我把他从我的怀里扶起来继续问道 嘉一 你不会平白无故这么说的 我再问你一次 多多的孩子为什么姓钱 还有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李嘉一看着我 轻咬着自己的嘴唇 他缓缓说道 多多的孩子 就比小叶和小鱼小了几天 此时的我已经浑身颤抖 等待着李嘉一继续说下去 李嘉一继续说道 是当时小丽来帮忙的时候 我问他才知道的 什么 我突然愤怒地大声说道 李嘉一 这都一年多了你 才告诉我 李嘉一被吓得眼睛一红 他又趴进我的怀里 慌张地说道 老公 你别这样 我害怕 我们的宝宝也会害怕的 一想到 我们的孩子 我的情绪 被我压制下来 随之而来的 是疯狂的喜悦 我紧紧搂住李嘉一说道 嘉一 对不起 我不敢吼你 我知道 刚才不是你的口误 是你想告诉我这些 谢谢你告诉我 真的谢谢你 说完 这些 我的眼眶也湿润起来 原来那个 让我牵肠挂肚的女人 给我生了的孩子 我柔声说道 嘉一 你还知道什么 能告诉我吗 李嘉一轻轻说道 我还知道 多多的孩子是个男孩 本来想叫钱满满 后来 多多写名字的笔画太多了 就改叫钱小满了 所以 我想把另一个满字 给我们的女儿 这倒是多多的性格 我开怀地说道 那我们的女儿 也叫小满 这样两个孩子 在一起也是满满 但是 你肚子里的必须信业 李嘉一开心地说道 不信业信什么 当然是信业 去回忆那些 永远无法忘怀的点点滴滴 我看着别墅中的每一处空间 从地下室的健身房 到厨房旁的保姆间 从客厅的沙发 到书房的书桌 这里每一个空间 都有我和钱多多回忆 我颤抖着双手 就像看幻灯片一样 看着那些个美好的往事 仿佛心爱的一切 都在昨天 我的眼里 默默流淌着泪水 一步步向楼上走去 来到三楼的主卧室 还是同样的摆设 还是那么温馨 还是那么甜蜜 只不过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剩下了我自己 我崩溃的泪水 忍不住更多的滑落下来 我打开了衣帽间的门 看着里面挂着他 整整齐齐的衣服 鞋柜里摆着他 一双双的平底鞋 我终于无法克制地大哭起来 抱着他的衣服 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身体麻木地向楼下走去 来到了那间车库 看着那辆在这里 停了五年的Alpha大面包 我抚摸着这辆车 用它给我的回忆 增加自己的勇气 我拿出手机 勇敢地拨出了一个男人的电话 他已经和我断绝朋友关系五年了 电话响了好久 对方才接起来 喂 谁啊 我听着他的声音 颤抖着说道 陆明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算了吧 巨狼夜雨 高攀不起 我再一次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哭着说道 兄弟 我想你了 男人间的友谊 如果想修复 有时候简单地只需要一个电话 或者一句真诚的道歉 我被陆明痛骂了一顿 但是最后 他给我留下一句话 有时间一起喝酒吧 我不仅答应了他 还拜托他帮个忙 让他帮我修好 这辆黑色大面包 我要去找一个人 陆明又骂了我一顿 说自己已经是几家服装厂的老板了 怎么可能去做这些事 但他还是答应了我 我心中那片不敢触碰的黑夜 正在逐渐亮起 一盏盏灯火出现在那里 让我有勇气走进那片黑夜 去点亮更多的灯火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看到 黑夜尽头的那个身影 黑夜尽头 就是光明 我坐在别墅的院子里 沐浴在阳光下 我决定要去找他 无论他在哪里 我都要找到他 开着这辆大面包 接他回来 我拿出手机找出小丽的电话 拨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 小丽才接起电话 小丽 我是叶宇 你现在怎么样 我在医院呢 找我什么事 医院 小丽 你没事吧 小丽似乎现在很痛苦 过了一会她说道 我没事 这几天我就要生小孩了 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 你找我什么事快说吧 恭喜啊 你也要当妈妈了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小丽 你知道多多在哪吗 我想去找他 你早干什么去了 哎呦 小丽说着 似乎肚子又疼了起来 小丽 求求你 我一定要找到他 请你告诉我 小丽忍了一会疼痛才说到 叶宇 不是我不告诉你 多多姐好不容易才从痛苦里走出来 我害怕你又会伤害他 小丽 多多怎么可能走出来 钱小满是我儿子吧 多多怎么可能真正忘了我 他怎么可能不想 儿子有爸爸 我比你了解多多 混蛋业余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伤害多多姐 我就和你拼命 哎呦 小丽一用力说话 肚子又疼了起来 过了一会 他缓缓说道 我们在云南 小丽告诉了我一个云南小镇的地址 是钱多多的公司 然后挂断了电话 城 云南 原来钱多多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是啊 他喜欢大自然的春暖花开 喜欢景色优美的地方 就在我盘算着路线的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一看 竟然是钱城 你好钱哥 我给你推送一个名片 是我爸 你现在就联系他 我爸有事找你 哦对了 给他发视频 我爸现在在墨西哥 打电话不方便 钱叔叔找我 什么事 我哪知道 赶紧吧 那边可是晚上 别耽误我爸消息 知道了 我挂断电话 添加了那个推送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挤出一个微笑的表情 把视频播了过去 视频那头 很快就接了起来 画面中出现一个 看起来只有五十多岁的男人 面容很温和 眼神中充满了智慧和慈祥 您好 钱叔叔 我是叶宇 对方打量了一下我说道 嗯 我是多多的父亲 叶宇 我知道你好多年了 可惜 我们第一次见面 却是通过视频 是啊 我当初应该去拜访您的 我希望以后 您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多多的父亲 温和地笑了一下 叶宇 我这次找你 是要让你见一个人 你认识他 见一个人 我在墨西哥 哪来认识的人 我正想着 手机屏幕里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他的头发很长 已经遮住了脸 他走到屏幕前 用手撩开额头的长发 冲我呲牙一笑 军哥 我腾一下站了起来 军哥 你还活着 于君低沉的声音 传进了我的耳朵 叶宇 我妹妹还好吧 我激动地说道 好 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军哥 都五年了 你怎么不回来 瑶瑶天天都在想你 情况有点复杂 我在这边处理了一些事情 军哥 这些年 你还好吗 于君一笑 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露出了自己健瘦的胸膛 他的身上布满了各种疤痕 有长长的刀伤 还有圆形的枪伤 于君放下衣服 微笑着说道 放心吧 君哥没给中国人丢脸 那一瞬间 布满他身上的疤痕 似乎已经变成了 挂满全身的勋章 我急切地问道 君哥 你能简单和我说说吗 于君拉了一把椅子 坐到手机面前说道 我当时在美国遇袭之后 被一条河流冲到了远处 是当地的一个猎人救了我 但是我担心家里 身体能动就走了 没想到 遇到了当地的一个团伙 我被他们打晕了 醒来后 人已经 到了墨西哥 他们是一个帮派组织 专门绑架外国人 勒索回报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我 所以我怎么可能暴露身份 就这样 我被他们认为是偷渡客 被送去一个铁矿做苦力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我问道 可是君哥 以你的身手 应该可以离开那里吧 于君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是我自己就好办了 可是到了那里以后 我见到了很多同胞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带大家一起走 随着我的伤势渐渐痊愈 我也网络了一批自己人 就这样 我们和当地的帮派 形成了第一次战斗 但我没想到 这一抖就斗了好几年 那后来呢 我忍不住问道 于君呲牙一笑 伸出了两根手指 在墨西哥的帮派 被我们消灭了两个 这段时间 我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是担心牵连家里 所以 我一直忍到现在 我激动地说道 君哥 你够牛逼 于君看着我笑了笑 向旁边招了招手 一个外国女人走了过来 于君看着我说道 这是你嫂子爱莎 救过我的命 于君指着一个方向 说了几句外语 然后又走过来一个男孩 看着已经很大了 个子很高 看着于君的表情 却有些害羞 于君抓住男孩的肩膀 搂着他的脖子 一把将那个大男孩 搂进怀里 看起来就像哥们一样 于君 笑着说道 这是我儿子迈克 怎么样 君哥没白来墨西哥吧 捡了个大儿子 我惊讶地看着于君 我不知道 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于君笑着说道 爱莎救过我的命 对我也非常好 所以我决定 这辈子都好好对他 他的儿子 就是我儿子 叶宇 赶快叫嫂子 我赶紧说道 嫂子好 那个外国女人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于君给他翻译后 那个叫爱莎的女人 开心地冲我点头 他看向于君的眼神中 充满了崇拜 君哥 你们这是在哪啊 你怎么和钱叔叔认识的 什么时候回来 于君说了几句外文 女人和男孩 都离开了屏幕 于君说道 我在咱们的大使馆 今天钱叔叔遇到一些麻烦 正好遇到我 我帮着解决了 所以我们才认识的 爱莎娘俩没有护照 钱叔叔正在帮忙办呢 办好了 我们 一家三口就回家 我激动地说道 君哥 带着嫂子和孩子 早点回家 我们都想着你呢 尤其是瑶瑶 她一定会开心地睡不着觉的 好 告诉瑶瑶 她哥哥就快回去了 于君说完 冲旁边招了招手 钱叔叔 你来吧 我看着屏幕里 于君消失的身影 心中激动无比 看着多多父亲的身影 我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宇 这几年 我去看过多多几次 他看起来生活得不错 我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坚强 但我让他回家 他却是不回 我知道 他心里还是没放下 所以才一直躲在那里 叶宇 我不知道 你们还能不能走到一起 但我想告诉 你 再坚强的人 也需要陪伴 更何况 你们有了那么可爱的孩子 就算你的心里没有多多 也要抽出时间 看待孩子吧 钱叔叔 我刚知道 多多住在哪 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钱叔叔皱眉说到 多多就和你的父母住在一起 你才知道他住哪 我一下被惊得目瞪口呆 久久说不出话来 业余 感情这东西 无法勉强 但我希望 每个人都不会平白无故地付出 至少 你去看看孩子吧 他说完就挂断了视频通话 我揪着自己的头发 思考着里面的逻辑 我很快就想明白了 多多离开了我 告诉我 永不相见 但实际上 他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他为我们留了一条后路 就是我的父母 只不过因为我的不孝 一直没有发现而已 如果 我多关心一下父母的情况 也许我早就知道了 我删了自己一个嘴巴 这就是因果 我坐在价值2700万的定制款 劳斯莱斯里 去回那2700平米的家 我有一个温柔美丽的老婆 还有一个聪明美丽的情人 并且 他们可以和睦相处 这对于多数人来说 已经足以满足了 但是人就是这样 总是被那些 曾经的遗憾所吸引 认为没有遗憾 才是最大的意义 我的思想 开始反复挣扎 最终决定去问一个 肯定会给我满意答案人 我把电话拨给梁秋 梁哥 你说 我有三个老婆过分吗 哈 老弟啊 你知道 男人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吗 男人最大的价值 是让女人幸福 能够满足女人的需求 就是男人的价值 如果让更多的女人幸福 这样的男人会更有价值 我笑着说道 梁哥 你的理论会不会太小众了呀 梁秋说道 都说这个世界人人平等 但是在实力面前 怎么可能平等 你的资产过千亿 为何要与普通人平起平坐 那你努力的意义又在哪里 既然你有这样的实力 别说三个 就是三百个 别人也就在背后 只指点点而已 你还在乎这些 人生路短 不能潇洒一番 苟且终日 何来的意义 男儿至行千里 如今太平盛世 既然不需要我们抛头洒血的豪情 帮扶几个需要恋爱的女子 总不过分吧 有能力的男人要不外八方 有实力 的男人要宠幸天下 这才是男人之道 我笑着说道 梁哥 你真是个坏人 又来扭曲我的价值观 梁秋说道 我和你说的不是价值观 是生物观 你看茫茫世界中 哪种强大的生物 不是一族 只有一只雄物 此乃天道法则 人怎可置身其外 原始的基因 就已经确定了强者法则 你一心走向高峰 就要打开自己的本心 不爱天下 梁哥 老弟受教了 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雄心 我只想弥补心中的遗憾而已 我要出趟门 这些天 你帮我撑一下 梁秋无奈地说道 我还以为 你要带我出去玩呢 刚才的话算我没说 等你回来报销得多显 你别怪我 我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和小虫的那些事 一个月报销 不许超过二百万 我不是心疼钱 是心疼你的身体 我放下电话 心中有了底气 我要去找多多回来 因为我 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我坐在家里客厅的主位上 鱼瑶坐在一旁 李嘉宜也被司机接了过来 他们两个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张开双臂 来 两个人顺从地坐到我的一左一右 我搂着两个人说道 我要出门几天 去找一个人 这也是我人生的最大遗憾 我希望你们不要怪我 李嘉宜说道 你是要去找多多吧 鱼瑶看着我没有说话 眼神中似乎带着委屈 我看着鱼瑶说道 老婆 无论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老婆 我不会辜负你 但你知道 我心里一直惦记他 我知道这些年 你为我受了很多委屈 在这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鱼瑶默默地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有说 我看着鱼瑶微笑着说道 老婆 我还要告诉你个 更加重要的事情 鱼瑶轻轻说道 老公 你说吧 我支持你 我试着问道 无论什么事都支持我吗 对 鱼瑶坚定地回答 我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轻轻说道 我今天和君哥视频了 鱼瑶的身体突然颤抖起来 眼里瞬间饮满了泪水 他紧张地问道 君哥 我笑着说道 鱼君 我君哥 鱼瑶阿一下就哭了出来 他慌张地说道 老公 你别骗我 傻丫头 我怎么可能 拿这个事情骗你呢 君哥还活着 五年的岁月 鱼瑶天天都在拜佛祈祷 一直以素食相伴 遇到任何需要帮助的人 都会伸出援手 终于换来了哥哥的平安 天随人愿 也许唯一可以改变天意的 只有坚持 一大早 一辆黑色的大面包 开进了我家的院子 我微笑着看着车上的人 整整五年 没有见过的陆明 我们的友谊 因为钱多多而起 今天陆明 又是因为钱多多来 陆明打开车窗说道 夜雨 云南那么远 我和你一起去吧 正好 我也想见见多多见 再说 我开车的技术 比你好多了 我拉着一个行李箱放在车上 见车上已经有了一个行李箱 看来陆明是真想和我去 我坐到副驾上说道 去可以 但是 见多多的时候 你滚一边去 陆明拿出一副 想打我的表情 你知道 多多想不想见你啊 但是他肯定愿意见我 我俩的儿子 都快五岁了 你和我比什么 陆明撇了撇嘴 开车离开了我的家 离开了这片区域 离开了苏市 离开江苏省 一路向那个人的方向驶去 金戈铁马 豪气冲天 曾经多少的梦想 被抹杀在古市之中 腥风血雨 枯骨成灵 如果你不知道古市的残酷 就不要踏入一步 既然站在这里 就不要畏惧怒浪狂潮 既然来到这里 就不要懊悔 患得患失 古市 只属于顶天立地的男人 因为这里 要屠灭你 你就要拿出 不被他屠灭的能力 古市 只属于心智通彻的智者 因为这里 不用你的脑子认真思考 就会被欺骗得体无完肤 股市中杀法 股市中天道 不要拿股市的无情开玩笑 否则 它会根据你的投资大小 让你品尝不同的代价 在股市 不要依赖任何人 除非你自己就是庄 否则 一定要靠自己去不断进去 靠自己走出 属于自己的阳关大道 用模式 去约束自己的边界 用战法 去执行自己的打法 大量的知识积累 不过是踏上了 万里长城的第一步 找到适合自己的技术 才能让你一步步继续走下去 万里长城并不长 因为它只有万里 坚持自己的初心 才是说出这句话的底气 一切的负面情绪 对你炒股 没有任何帮助 对战术的打磨 才是最锋利的武器 不管路有多远 它都在脚下 一步一步向前 终会走遍天涯 在股市 资金的成长不在日积月累 真正的成长 一定是抓住关键机会拔地而起 一飞冲天 如果炒股是你的命 那一定也是你的痛 但只有痛 才可以化减成蝶 才可以涅槃重生 兄弟们 倘若穷途陌路 那便势如破竹 我的大面包一路狂奔 载着我最大的愿望 驰骋千里 飞驰天下 在巨大的华夏版图中 一路高歌猛进 奥不仁生落 沿途的美景 让我知道了锦绣中华 一路的风光 让我明白了万里河山 我第一次感受到 多多口中的诗情画意 看到了青山秀水 草长英飞 在一片大自然的庞大馈赠中 让我理解了人生美感 人活一世 眼中就该装下 这一片繁华盛景 人间美好 早上七点 我疲惫地 把车停在了 钱多多的公司楼下 副驾驶睡着的陆明 已经累得打起了呼噜 我推了推陆明的胳膊 去 下车找个地方睡去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 别来打扰我们 你这家伙 就知道谢莫杀驴 陆明嘟囔着 但还是听话地拿上行李 去找地方睡觉了 我坐在车里 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的变化 我看到陆陆续续的青年男女 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 进入了多多的公司 但我却一直没看到她的身影 直到九点一二分 我看到一个 骑着红色小踏板的女人 匆匆忙忙地赶来 我一眼就看清了她的面孔 是她 钱多多 钱多多把她的电动小摩托 停在大面包的旁边 她匆忙地打开小摩托的储物箱 拿出一个保温饭盒 然后摘下自己的小头盔 放在储物箱里 却发现锁不上了 又把小头盔拿在手里 迎着明媚的阳光 我曾经的那个长发爱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头短发 而且没有用心打理过 她用手简单弄了弄头发 拎着饭盒向公司跑去 可是跑了几步 她又快速地跑回来 拔掉小摩托的车钥匙 再向公司跑去 我躲在车里 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看着这个可爱的女人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伴随着满脸的泪水 我们远隔千山万水 我们跨过了五年的时间 直到今天 上天才给了我一次 见到她的机会 我慢慢地走上楼 在楼梯里 听到了钱多多的声音 她在指挥大家操作 一片片的键盘 升在她的公司里传来 还有她不时的笑声 我停下脚步 不想打断这样的美好 我坐在楼梯上 听着里面的声音 从上午听到中午 又从中午 听到下午 我听到里面 传出再歌再舞的声音 听到有人说 自己的哥哥要追求他 还听到多多说 自己孩子的爸爸 是很厉害的游姿 我又是一阵阵地心如刀割 我听到她开始 给大家讲龙回头战法 想着她这只真龙 能否也给我一次 龙回头的机会 直到她的员工 纷纷下班 我又回到车里 偷偷地看着公司出口 等待她的出现 我把车窗 留出一条小缝 去听外面的声音 带着阳光般笑脸的她 终于出现了 她看了一眼 我的大面包车 我紧张地又躲了起来 随后 听到她的自言自语声 她的小摩托 忘记充电了 而她还要去买菜 我看着她推起小摩托 向一个方向走去 我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激动 快速下了车子 向她大步走去 我看着她比以前 更加迷人的背影 鼓足所有的勇气 轻轻说道 老板 我送你回家吧 一阵清爽的风 吹动着她的短发 彷佛我的一句话 就定格了她的全部世界 钱多多呆呆地站在原地 我清晰地看到 她的肩膀 发出了微微的颤抖 但她却始终没有回头 她推着红色小摩托 我快步走到她的身后 紧紧抱住了她 这辈子也不想松手 我又闻到了这个世界上 最好闻的淡淡香味 我搂着她微微颤抖的身体 让两个人的脸 紧紧贴在一起 我感受到了她的泪水 滑过我的脸颊 也感受到了她的倔强 她紧咬着嘴唇 仍然不想和我说一句话 但她的身体 却没有发出一丝的抵抗 我含着泪轻轻问道 老板 你还需要司机吗 钱多多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双手捂着脸痛哭起来 她的红色小摩 拖到在我的腿上 就像她整个人 慢慢地靠在我的身上 天阔云淡 何旭暖阳 清风拂面 惬意人生 在一片花海之中 有一个小山坡 那里有两个人 他们被包围在漫天的花香中 花雨绵绵 情意绵绵 叶宇躺在钱多多的腿上 幸福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钱多多认真的 拨弄着叶宇的头发 老公 你都有白头发了 叶宇微笑着说道 是啊 每一根上 都刻着你的名字 钱多多咯咯一笑 你这么说 我都不舍得拔了 老婆 你早就长在我的心里了 生生世世 钱多多幸福地看着叶宇 刚要开口 却心生感应 看向了头顶的一片虚空 钱多多轻柔地 摸了叶宇的头一下 叶宇缓缓闭上眼睛 沉沉睡去 这时 天空之中 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 声音不大 却可以铺满人间 才女 你在人间 都有历多久了 还不速速归位 钱多多一掘小嘴 归什么位 我还没完够呢 财神了 你不许催我 你这丫头 向来不听话 你便玩吧 但你别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钱多多笑着说道 放心吧 是我怎么会忘 今天可是为我 滑下神舟祈福的日子 苍穹之中的天鹰散去 又变回了一片鸟语花香 钱多多轻轻让叶宇 躺在草地上 他赤着一双脚丫 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面前的花海 笑着抬起 双手掐了一个神诀 一瞬间 以他为中心的方圆石里 被一片神威笼罩 神威之下百花争艳 争相绽放 肉眼可见的朵朵盛开 万花朝圣 钱多多又换了一个神诀 天神的威压 从他的身体磅礴而出 三轮巨大的神环 从他身后隆隆升起 伴随着惊人的气浪 钱多多拔地而起 一飞冲天 天空中瞬间神光大作 万道霞光 向钱多多奔涌而来 在那霞光聚合之处 一位角色仙子一步踏出 他长发飘舞 头戴金冠 一袭火红的霓裳羽衣 肩披延绵数十丈的颈带批薄 他仙衣漫舞 一派天人之姿 变得更加漂亮的钱多多 微微一笑 才女钱多多 今日为我华下祈福 为我神舟增锐 他赤着一双雪白玉卒 一步踏向更高的天空 他脚下的每一步 都在虚空中 呈现一个巨大的涟漪 波光灵灵 金光灿灿 一步白脸 且将心火是心茶